隋唐演绎第四部《楚人祸》,第六十章出《灵语英雄惨路走天涯淑女传书》,词曰,生离死别,甚来由,这般收杀,难忍处,热游灌顶,阴风夺破,天涯芳草尽成仇,观山明月图存弃,探金兰割骨弹之心,情方毕,千语剑,堪为啤。 正与楚,曾为敌,看他假假真真,寻寻觅觅,欲暗穷诸已在首,香飘单贵有寒色,慢驱驰,寻访着胶原朝金雀,调安满一江一,红天地间,是真似假,是假似真。 往往有同胞兄弟,或因财帽上起见,或听妻妾挑唆,随你绝好兄弟,弄得情离心远。 倒是那般有义气的朋友,虽然是姓名不同,家乡个别,却倒可以脱妻妓子,在情义上赛过骨肉。 所以,当初管报分金,桃园结义,千古传为美坛。 如今却说,堂帝发放了窦建德,随将王世冲一杆沉下断达, 善雄信,杨公卿,郭世衡,张金彤,郭善彩,这刑部派,官押父侍曹展爵。 时徐茂公,秦书宝,承之杰三人晓得了旨意,知秦王已出朝堂,如飞多赶到西府来,要见秦王。 秦王出来,大家参拜过了,书宝道,末将等起上殿下,正将善雄信,武艺出秦穷之上,竟堪驱使。 前日不渡天命,在宣武陵有犯大驾,金被擒拿,末将等据与他有生死之一交医,历史患难相救。 金恳求殿下,开一生路,使他与末将一起报效。 秦王道,前日宣武陵之事,成歌为主,我也不责备他,但此人心怀反复,轻于去救,今虽投福,后必叛乱,不得不出。 秦之杰道,殿下若移他后有一心,小将等情愿将三家家口保他,他如谋逆,一起连坐。 秦王道,军令已出,不可有违。 徐茂公道,殿下招降那判,如小将被拒自一国得势左右,今日杀雄信,谁负有来降者? 且春生秋杀,拒是殿下,可杀则杀,可生则生,何必拘职? 秦王道,雄信必不为我用,断不可留,譬如猛虎在压,不为驱除,待气咆哮,悔意何极? 三将叩头哀求,愿纳还三人官告,以赎其死。 书宝替气如雨,愿以身待死。 秦王心中不说出,终久为宣武林之事,不快在心,道,朱将军所请,终是私情,我这个国法,在所不费。 纪世嫩说,传旨断达等多富士曹展守号令,其善雄信一师一守,听其收葬,家属免行留喜,余据留领外。 三人只得谢恩出府。 徐茂公道,书宝兄,丹二哥家眷是在尊府,兄坐宿回家,吩咐家里人,不可走漏消息。 樊老伯母与尊嫂窝伴着他,省得他晓得了,寻死密活。 弟再去寻徐一福,求他令缘会飞,或者有回天之力,也未可知。 芝杰兄,你去备一桌菜,一坛酒,到狱中去,先与雄信盘缓起来。 我与书宝,就到狱中来了。 却说善雄信在狱中,见拿了王氏冲等去,雄信已知自己犯了死着,只放下仇犯,由他怎样摆布。 只见芝杰叫人扛了九窑进来,心中早撂着三四分了。 芝杰让雄信坐了,便道,昨晚帝同秦大哥,就要来看二哥,因不得闲,故没有来。 雄信道,帝也来倒窥斗见得在此续谈。 芝杰叹道,帝思想起来,反不如在山东时,与众兄弟时常相聚,欢呼畅饮,此身道可犹的自主。 如今弄得几个弟兄,七零八落,动不动朝廷的法度,好和歹皇家的律令,岂不坚韧。 说了看着雄信,墓地里落下泪来。 此时雄信,早已撂着五六分了,总不开口,只顾吃酒。 胡见秦叔宝一走进来说道,成兄弟,我叫你先进来劝单二哥一杯酒,为甚反莫坐在此。 雄信道,二兄具有功务在身,何苦又进来看地。 书宝道,二哥说甚话来,人生在于是,相逢一刻,也是难的。 兄的是,只恨地被难以身带,苟可替得,何戒此生。 说了,满满的针上一大杯酒凤与雄信,书宝眼眶里要落下泪来,雄信早已撂着七八分了。 又见徐茂公喘吁吁地走进来坐下,肢结对茂公道,如何? 茂公摇摇手,忙起深境二大杯酒与雄信。 听得外边许多渐渐琐琐的人走出去,一钟早已撂着十分,便鲜然大笑道, 继承三位兄长的美情,取大碗来,带地吃三大碗,兄们也饮三大杯。 今日与兄们吃酒,明日要寻玄遂,不当兄吃酒了。 书宝道,二哥说甚话来。 雄信道,三兄不必瞒我,小弟的是早料定饭了死着。 三兄看地,岂是个怕死的。 自那日出二贤庄,首领已不忘生权的了。 书宝三人,一杯酒有哽咽咽不下去,雄信已吃了四五碗了。 此时重镜子多挨进门来,站在面前,门手又有几个红头包金的人在那里探望。 雄信对两磅镜子道,你们多是要伺候我的。 重镜子奇跪下去道,是。 雄信便道,三兄去干你的事,我自干我的吧。 书宝与茂公之节拒接大痛起来。 雄信直住道,大丈夫誓死如归,三兄不必作此儿女之态,一笑于人。 书宝叫那刽子守进来,吩咐道,丹爷不比别个,你们好好服侍他。 钟刽子齐声应道,晓得。 茂公道,书宝兄,我们先到那里,叫他们铺设停荡。 书宝道,有礼。 支节道,你二兄先去,递同二哥来。 茂公与书宝撒泪先出了御门,上马来到法场。 只见那段达等一干人犯,早已斩首,亦是亦还横地。 两个卷棚,一个劫彩的,一个却是不劫彩的。 那劫彩的里边,钻出个奸行官来相见了。 茂公叫手下,捡一个洁净的所在。 书宝叫从人去取,当时书宝在陆州雄信赠他那副铺陈,铺设在地。 石秦太夫人与西张氏夫人,因丹权走了消息,爱莲小姐,在家寻死觅活,要见父亲一面。 太夫人放心不下,只得同张夫人陪着雄信家眷前来。 书宝就安顿他们,在卷棚内。 只见雄信也不绑复,写着承之杰的手,大踏步前走,一边在棚内放声大哭,徐茂公捧住在法场上大哭。 秦太夫人叫人去请书宝,之杰过来说道,丹云外这一个有恩有义的,不宜今日到这个地位,老身亦遇到他跟前去拜一拜,也见我们虽是女流,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书宝道,母亲年高的人,到来一送,已见晴了,岂可到他跟前,见此光景。 秦母道,你当初在鹿州时,一场大病,又遭官室,若无丹云外周旋,怎有今日? 知杰道,书宝兄,既是伯母,要如此,个人自尽其心。 如飞与雄信说了,秦太夫人与张氏夫人雄信家眷,一总出来。 书宝扶了母亲,来到雄信跟前,垂泪说道,丹云外,你是个有恩有义的人,唯望你早早升天。 说了,吉同张氏夫人,跪江下去,雄信也忙跪下,爱怜女儿旁边还礼。 拜完了,爱怜与母亲走上前,捧住了父亲,哭得一个天昏地惨。 此时不要说秦,成,徐三人一大痛,连那看得百姓军孝,无不坠泪。 雄信道,秦大哥,凡你去请伯母与尊嫂,同剑京小女回玉霸,省得再此乱我的方寸。 太夫人听见,忙叫四五个跟随妇女,簇拥着丹夫人与爱怜小姐,生巴巴将她拉上车而回去了。 书宝叫从人抬过火盆来,个人身边取出佩刀,轮流把自己骨上肉割下来,在火上置熟了,地语雄信吃到。 弟兄们视同生死,今日不能相从,躺一日食言,不能照顾兄的家属,当如此肉,为人炮制徒哥。 雄信不辞,多借来吃了。 秦书宝垂泪叫道,二哥,省得你放心不下。 叫怀育儿子过来道,你拜了岳父。 怀育谨遵父命,恭恭敬敬,朝着善雄信拜了四拜。 雄信把眼睁了几睁,哈哈大笑道,快栽,真无虚也。 无去了,你们快动手。 便引颈受刑,众人又大哭起来。 只见人从里,钻出一人,捧头垢面,捧着一师一手大哭大喊道, 老爷慢去,我单权来送老爷了。 便向腰间取出一把刀,向向下自吻,幸亏成之节看见,如飞上前夺住,不曾伤损。 徐茂公道,你这个主管,何苦如此? 还有许多殡葬大事,要你去做的,何必行此短见? 书宝教军校窝伴着他。 雄信首级,秦王已许不信号令,用献逢在井上,抬棺木来,周关带殡葬。 正这人抬至城外,寺中停泊,只见魏玄城,游俊达,连聚贞,罗世信,同李玄遂的儿子起心,都来送殡。 王伯当的妻子也拆人来送旨。 大家却又是一番伤感,然后簇拥丧车,骑到城外寺中安顿好了。 徐茂公发军校二十名看守,大家回忆。 可怜郑氏,秦王虽说的中原,曾不推恩救命根。 四海英雄谁做主? 矢行血泪未孤魂。 金说窦谢娘,哭别了父亲,同花木兰归到乐寿。 鼠印刺使其善行文报,以之见得赦罪为僧,公主又蒙皇后认为侄女, 插内奸送来,倒是热热闹闹,免不得出郭迎接。 幸喜徐茂公丹收拾了下国突击国宝,请宫中叫那一二十个老公一奴一封所看守,尚未有动。 窦谢娘到了宫中,见了曹后的灵鹫,并四个公义奴医的棺木,又是一番大痛。 齐山行进朝参见了,把徐茂公要他全管乐寿之事, 他又见卫公,旧臣贾润府有才,不亦冒功去访,润府又必去,因此不得已,臣权为管设这几时。 金正好公主道来,令则良臣,实受其任,臣便告退。 窦谢娘道,徐君师是见识高广的,毕竟知青知贤, 故而复托,旷此地久以归唐,处置我安德而主之。 轻作去变了,不必推辞。 但皇后灵鹫就停在宫中,不试了局, 轻可为我秘一扇地,安葬了便好。 齐扇行道,乐专地方,土碑的事。 闻得阳公一尘,葬于雷下。 那边高山峻岭,泥土丰厚,乡去甚尽,两三日可到, 未知公主意下如何。 窦谢娘道,洋溢沉生时,父皇师为气爱。 若得彼帝营葬甚妙,轻可为我仿之, 我这里后驾买他的便了。 县娘手下那些训练的女兵, 原是个个有对头的,当其失国之时, 但四散逃去,金门公主回来,又兜来归父。 县娘则其老城持重的收支,于尽浅去。 不多几日,齐扇行,差人道雷下则中, 密了一块扇地。 窦谢娘到那里去起造一所大坟营来, 旁边又造了几袋房屋, 自己劈麻执杖,葬了曹后, 一家多千道墓旁住了。 即便做一道谢表,打发内奸父旨。 花木兰一因出外日久, 牵挂父母,要辞县娘回去。 县娘不肯放她,因她是个孝女, 不好勉强,只得差两名寡一妇, 女兵,一个是金氏明灵, 一个是吴氏明良, 赠了她些盘费, 叫木兰连父母都牵到雷下则中来同一句。 临行时,县娘又将书一封, 赋予木兰道, 河北与幽州地方相近, 此书凡贤妹寄予燕郡王之子罗郎。 贤妹要她自出来, 敌面见了, 然后将书赴她。 倘若门上聚祖, 有她当年赠我的梅族见在此, 带去叫她门上传见, 罗郎自然出来见妹。 说吧, 止不住鼠行诸类。 木兰道, 子子吩咐, 窃其敢有父尊命, 是必取一个号音来回复。 即便收拾好书信, 并纳之见, 连两个女兵都改了男装起行。 窦县娘直送到二三里外, 又叮咛了一番, 撒泪分手。 木兰等小型夜宿, 不觉已到河北地方, 戏任门栏已飞西式光景。 有几个老林走来, 一看是花木兰前日改装待赴从军的, 便道, 花姑娘出去了这好几时, 今日才回来。 扯到家里, 木兰细问老林, 方知父亲已死, 母亲已改嫁姓位的人, 住在乾村, 务农为活。 木兰听了心伤, 不觉泪如雨下, 泻了邻里, 如非赶到乾村。 恰好其母原事, 在井边挤水, 木兰仔细一看, 认得是自己母亲, 蒙叫道, 娘, 我木兰回来了。 其母把眼一擦, 见过是自己女儿, 蒙指手拖到家里去。 母女姊妹拜见了, 哭作一一团一。 其实, 又兰年已十八, 长成的好一个女子。 其母将她父亲染病身死, 以及改嫁一段, 诉说了一遍。 继父同天狼回来相见了, 姊妹三个个诉忠常, 哭了一夜。 次日, 木兰到父亲坟上去哭殿了。 过了几日, 正要收拾往幽州去, 不亦合缩那可汗文芝, 赶木兰前日解为之功, 又爱木兰的姿色, 差人要选入宫中去。 木兰文芝, 惊慌无主, 夜间对幼兰道, 我的忠常事, 细细已与你说明。 入宫之事, 未知可能解脱, 躺避不能, 窦公主之托, 我此生绝不肯赴。 徐凡贤妹像我一般, 改装了往幽州走遭, 停荡了窦公主的姻缘, 我死亦明目。 幼兰道, 我从没有出门, 恐怕去不得。 木兰道, 我看你这个光景, 尽可去的, 断不负我所托。 随把县娘的书与剑并盘缠银五十两, 一交一, 赴明白。 原来幼兰道时的几个字, 忙替她收藏好了。 木兰又叫两个女兵, 吩咐金陵, 随幼兰到幽州去。 到了明日, 只见许多车骑移从道门, 其母因木兰归来不多几日, 哭哭啼啼, 不舍她入宫去。 那木兰毫无惧色, 梳妆已毙, 走出来对那些来人说道, 狼主之命, 我们名呼人家, 不敢有为, 但要在我到父亲坟上去拜别了, 然后随你入宫。 那些遗从英云, 木兰上了车子, 叫无良跟了父母, 拒送至坟头。 木兰对了荒种败了四败, 大哭一场, 便自吻而死。 差人慌忙回去复旨, 何索那可汗文之, 甚为叹息。 无良也先回去, 见斗公主不提。 木兰父母把她并练了, 就葬于腹旁。 幼兰见阿姐回来, 指望姊妹同住, 做一番事业, 不想狼主要娶她去, 逼她这个结局。 躺货何索那可汗晓得 她尚有妹子, 也要娶起我来, 难道我也学她轻生, 倒不如往幽州去, 剃斗公主干下这段阴事, 或者我有出头的好日子得来, 意味可知。 主意已定, 悄悄地对金灵说明, 收拾了包裹, 不通父母得知, 两个妇女竟似走岔打扮, 又拦写几个字, 放在房中。 四更石出门上路, 天明落了客店, 雇了牲口, 一直到了幽州。 幽兰进城, 寻了下厨, 问了店主人家燕郡王的衙门。 幽兰改了书生打扮, 便同了金灵, 到王府门守来访问。 那燕郡王做官清政, 纪律严明, 府门守整翅肃清, 并不宣杂。 凡投地文书简帖的官吏, 无不细细盘剥, 金灵到底是随公主走过道路的, 便与幽兰商议道, 俺家公主这封书, 不比寻常书闸, 不知里边写些什么在上。 倘若混账头下, 那些官吏不知头脑, 总地进去, 燕郡王拆开一看, 喜怒不测起来, 如何是好。 当初大姑娘在我那里起身时, 公主原叫她把书敌面赋予罗小将军, 如今到此岂可一胡一乱投地。 幼兰道, 据你说起来, 怎能够见小将军之面? 金灵道, 不难, 二姑娘你坐在对面茶坊里, 俺在这里守一个知识的人出来托他, 事方万全。 幼兰道对门茶寺中坐了半上, 只见金灵进来说道, 二爷, 方爷来了。 幼兰看那人, 好似棋牌模样, 忙起身来相见了坐定。 幼兰便问道, 亲蒙上姓大明。 那人道, 学生姓方, 自姓袁, 请问足下有何事见教? 幼兰道, 话便有一句, 请凶坐了。 看久来, 走堂的剑说, 如飞摆上酒窑。 方姓袁道, 清蒙有甚事, 须见交明白, 方豪领情。 幼兰一面真酒, 随即说道, 帝相年在河北, 与王府小将军曾有一面, 因有一件要紧物件, 既在必有处, 今此有托地来送还小将军, 为之小将军可能一见否。 方姓袁道, 小将军除非是出列打为赋宴, 王毅爷, 方放出府, 不然怎能够出来相见? 或者有甚书闸, 带帝持去, 赋予小将军的亲随管家传进里边, 自然旨意出来。 幼兰道, 书是必要敌面送的, 除非是取纳信物, 凡件传递了进去, 小将军便知分享。 方姓袁道, 既如此, 快取出来。 帝还有够当, 恐怕里面传唤, 幽兰盲向金宁身边, 取出那叫梅族剑, 递与方姓袁。 方姓袁接来一看, 却是一个绣囊, 放着织剑在内。 取出一看, 剑有小将军的名字在上, 不敢怠慢, 忙出了殿门, 剑府去。 走不多几步路, 遇着公子身边, 一个得意的内丁叫做攀美, 向他说了来音。 攀美道, 你住着, 后我回音。 把棉囊藏在衣巾里, 到书房中。 罗公子自写书赋予其国远去寄予书宝后, 咬吴音号, 心中时刻挂念。 见攀美持剑进来, 说的缘故不胜害意。 便问, 如今来人在何处? 攀美道, 方姬袁说, 在府前对门茶坊里, 还有书要面帝与公子的。 罗公子低头想了一想, 便向攀美耳边说了几句。 攀美出来, 对方七排道, 公子说, 叫你引那来人在东门外伺候着, 公子就出来打围了。 方七排如飞, 赶到茶坊里来与佑兰说了, 佑兰便向柜上算还了账, 三人一大家站在府门手看, 只见一队人马拥出府门。 公子朱冠杂额, 金带紫袍, 骑着高头骏马。 又蓝心中想到, 这一个美貌英雄, 怎不教窦公主想他? 也就在道旁顾了角力, 尾在后边。 罗公子原不要打围, 因要见记书人顾出城来, 只在近处捡个山头站了, 吩咐手下各自去纵阴放拳, 叫潘梅请那一记书人过来。 公子见是一个美貌书生, 忙下坐来相见, 分宾主坐定。 花又蓝在靴子里取出书来, 送予罗公子。 公子借来一看, 见红签上一行字道, 此信凡既至燕军王府中, 罗小将军亲手开拆。 公子见眼前内丁甚多, 不好意思, 忙把叔父与攀美收藏, 便问无凶尊姓。 又蓝道, 小弟姓花, 自又蓝。 公子又道, 兄姻甚与公主相知。 又蓝答道, 与公主相知者非地, 乃仙子也。 就把和索纳克汉起兵一段, 直至与公主结义, 细数出来。 只见家将们多道, 花又蓝便缩住了口。 公子问道, 尊玉金在何处? 金灵在后达道, 就在县员东首之街上张老二家。 公子道, 今日屈兄暂进碧府中去续谈一宵, 明早送兄归遇。 又蓝再次推辞。 公子道, 地上有许多宗取问兄, 兄不必因此。 对攀美道, 吩咐方七排, 叫他到花爷寓所去, 说花爷已流进府中, 一应行礼, 这店家好生看守, 无得有误。 说了, 挟了又蓝的手起身, 叫家将取一匹马, 与又蓝起了。 攀美却同金灵骑了一匹马, 大家一共进城。 到了王府中, 公子叫攀美岭又蓝, 金灵两个到内书房去安顿好了。 那内书房一共是三间, 左边一间是公子的卧室, 右边一间设过客的卧具在内。 公子向内宫来, 罗太夫人对公子说道, 孩儿, 你前日说那窦见德的女儿, 倒是有胆有志的。 刚才你父亲说经报上, 窦见德本该斩首, 因其女县娘不必抚越, 愿以身代父行刑, 故此朝廷将见德赦了, 见德自愿削法为僧。 其女县娘, 太后娘娘认为侄女, 又赐了许多金箔, 拆内奸两名送还乡礼, 如此说起来, 竟是个大孝之女。 昔为敌国, 金座一家。 你父亲说, 趁今要拆官去进贺表, 便导挤取他来, 与你成婚, 也玩了我两个老夫妇身上的事。 公子道, 刚才孩儿出城打猎, 正与一个乐寿来的人, 孩儿细问他, 方知是窦公主凡他来要下书与我的。 罗大夫人问道, 如今人在何处? 公子说, 人便孩儿留他在外书房, 书父与攀美收着。 罗太夫人随叫左右, 向攀美取书进来。 母子二人当时拆开一看, 却是一幅嫁奸, 上写道, 阵间化别, 言犹在尔, 马上定蒙, 君其忘心。 虽寒淑履义, 胜衰转弯, 而泪瞻金袖, 至今如稀, 始终如意也。 但恨国破家亡, 阴云时已作故人, 妾穷穷一身, 宛如平耿。 亮郎君青年尾气, 镇国令寺, 断不愿以齐大非偶, 而以邹楚为屈也。 云泥之别, 莫奸旧提, 原赠复辟, 非且食言, 亦盖静之缘离尔。 忠常托一妹被臣, 临楚无人依依。 王国难女斗氏县娘 弃聚罗公子, 指导书中, 要他去成就因眷, 岂知道是决婚的一幅书, 不觉大痛起来, 做出小孩子家身份, 倒在罗老夫人怀里, 哭过不止。 老夫人只生辞子, 把他爱过珍宝, 见此光景, 盲抱住了教导, 孩儿你莫哭, 那做媒的是何人? 公子带泪打倒, 就是父亲的好友, 义尘阳老将军, 见得平夕最重他的人品, 他叫孩儿去求他。 几年来因四方多事, 孩儿不曾去求他, 那阳公又阴信相然, 故此把这书来回绝孩儿, 这是孩儿负他, 非他负孩儿也。 说罢又哭起来, 只见罗公进来问道, 为什么缘故? 老夫人把公子使出 与窦县娘订婚, 并金阳人寄书来, 细细说了一遍, 就取岸上的来书琼罗公看了。 罗公笑道, 赤儿, 此事何难? 木下正要差人去进朝廷的贺表, 待你为父的, 将你订婚始末, 再付一道表彰, 皇后既认为侄女, 绝不肯另其许配庸人。 天子见此表彰必然欢喜, 赐你未婚, 那怕此女不肯, 何必欲为仇妾? 但不知书中所云异媚被沉, 为何如今来的反是一个男子? 公子见父母如此说, 心上即便喜欢, 忙答道, 这个孩儿还没有问他细情。 那叶公子挚酒在花厅上, 又拦把县娘之事重新说起, 说到窦公主如何要代父受刑, 公子便惨然泪下。 说到太后收进宫去, 认为侄女却又喜欢起来, 说到千举守墓却又悲伤。 直至阿子回来, 何苏纳可汗要选他入宫, 自稳于墓前, 公子不决机案探道, 其灾贤子木兰也。 我恨不能见其生前一面儿。 直说道更于, 放大家安静。 此日, 又兰等公子出来, 便道, 公主回书, 还是赋予小弟持去, 还是公子拆人到乐寿去回父, 递进别了, 好在离中后止。 公子道, 兄说那里话, 公主的来书, 家严左已看过, 即日就要拆官禁表道兜, 许帝同网。 兄住在此同道乐寿, 凡兄坐一兵人, 成其美事, 有何不可? 幼兰道, 小弟行礼都在殿中, 公子执着幼兰的手道, 行礼我以着人叫殿家收好, 断不肯放。 谁知金灵道, 看众意了攀美, 正在力壮勇猛之时, 幼兰意见公子偏偏年少, 毫无揪揪之气, 心中道舍割不下。 金灵便道, 二爷, 既是大爷嫩说, 我去取了行礼来何如? 公子道, 你这管家道知事。 较左右随了金灵去, 公子与幼兰时刻相对, 净化的投机。 大凡大家举动, 尚不能够辩解, 何况王家侯府, 却又要做表彰, 撰书稿, 尾观贴插, 疏忽四五日。 一夜, 罗公子因起身的早, 恐怕惊动了右蓝, 轻轻开门出去, 只听得攀美和金灵 在厢房内叽叽浓浓, 似有欢笑之一声。 公子荆怡便站定了脚, 侧耳而听。 听得攀美口中说道, 你这样有趣, 带我对大爷说明, 替你家二爷讨来, 做个长久夫妻。 金灵道, 扯谈, 我是公主差, 我送他阿子到家来的, 又不是他家的人, 你要我跟随了你, 总由我主。 攀美道, 躺然我们大爷, 晓得你二爷是个女子, 只怕一位必肯放过。 金灵道, 晓得了, 只不过也像我与你两个这等快活罢了。 正是隔墙须有耳, 窗外岂无人。 公子听得仔细, 急心中转道, 奇怪, 难道他主仆多是女人? 忙到内宫去问了安, 出来恰好撞见攀美, 公子叫他到僻静所在, 穷就起来, 方知都是女子。 公子大喜, 夜间陪饮, 说说笑笑, 比前夜更绝有心。 指望灌醉了幼兰, 厌其是非。 当不起, 幼兰立定主意不饮, 公子自己开怀畅饮了几杯, 打架起身。 哲从人收拾了杯盘, 假装醉态, 把手搭在幼兰间上道, 花兄, 小弟今夜醉了, 要与兄同踏, 弟还有心话要请教。 幼兰道, 有话请兄明日赐教, 弟生平不惜与人同踏。 公子笑道, 难道日后与尊嫂也要推却? 幼兰一笑道, 兄若是个女子, 弟就不辞了。 公子又笑道, 若兄果是个男子, 弟亦不想同踏了。 幼兰听了这句话, 心上吃了一惊, 一会儿脸上桃花绊绊红映出来。 公子看了, 欲绝可爱, 见伺候得多不在眼前, 把门盲闭上, 走进前捧住幼兰道, 我罗承己事上修, 今日的逢贤妹。 幼兰双手推住了, 胸和狂罪若此, 请尊重些。 公子道, 尊氏与小童都递了口供认状, 轻还要赖到那里去。 幼兰正色道, 君请坐了, 待我说来, 若说的不是平均所欲。 公子只得放手, 两个并肩坐下。 幼兰道, 妾虽茅词下见, 辟处荒鱼, 然与姊妹颇名礼仪, 深目之行。 今日不顾羞耻, 跋涉观山而来者, 一来要玩仙子的遗言, 二来要成全斗公主, 与君家百年姻眷, 非自图欢乐也。 金剑郎君年少英雄, 财奸文武, 妾是敬爱, 但男女之欲, 还须以理以正, 方使神人共亲, 若乐逼着一时苟合, 与强梁合意。 公子听了大笑道, 清和处学这些迂腐之谈。 从古以来, 月下家妻, 丧间偶合, 人人以为美谈。 请问轻为男子, 当此加厉在前, 能忍知乎? 又难道, 大丈夫能忍人所不能忍, 方为豪杰。 君弹之蒲上桑间, 此被贪淫之徒, 独不济柳夏慧之作怀, 秦君招之同诉, 始终不乱, 乃称厚德。 妾成君不弃, 元首促息者似五日矣, 妾中身段不敢更是他人。 囚郎君放切到乐寿, 见了窦公主一面, 明白了仙子与妾身的心计。 十日后同是君家, 亦有光彩。 今且全人几时, 后与君同上长安, 那时平均去取何如? 若今如此, 绝难从命。 公子见他言辞侃侃, 撂难成事, 便道, 既是贤妹如此说, 小生亦不敢相犯矣。 过了几日, 罗公将表彰奏书迷风停荡, 便为刺使张公瑾, 托他照管公子, 又拆游击守备二人, 御池南, 为池北, 陪伴公子上路。 公子拜别了父母, 及同幼兰等一路带领人马, 出离了幽州, 往长安进发。 为之后事如何, 且在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章花, 幼兰人爱首身窦县娘, 飞张弄美。 此曰, 小风残月, 为他人驱驰南北, 忍着清真空献天。 清言心语, 凉凉滴滴说, 沉醉海唐方见窃, 惊看彼此真难得。 风章直上九重雀, 甘心退训, 乡透梅花下。 吊积一壶珠, 世间尽有做不来的事体, 独情深意志之人, 不论男女, 偏做得来。 人道极难容忍的地位, 为情深意志之人, 不论男女, 偏能谨守。 为什么缘故? 情深好意者, 铭心见性, 至公无私。 所以守经从全, 事事何以。 不思拥于, 只顾眼前, 不思日后。 今说罗承同花又兰, 张公姐, 御池男。 御池北一行人, 出了幽州地方。 花又兰在路, 与罗公子思议道, 郎君还是先到雷夏窦后墓所, 还是进到长安。 罗公子道, 我一进到长安上书后, 带旨意下来, 然后到雷夏去, 岂不是好? 又兰道, 不是这等说。 斗公主是个有心人, 当初与君马上订婚之时, 原非一许, 破后四方多事, 君无暇去寻眉建盟, 比义未必怪君情宝。 不亦国婆家亡, 尚无父母一知, 命, 夏无眉的之言, 还是叫他辅救君家好, 还是叫他无眉苟和好。 是以写和脱仙子面答, 以探君家之意, 反见以窥君家之志。 以情窥之, 是郎君之薄情, 非公主之父心也。 金漫然, 以欲止妖婚, 是非是比赶君之恩, 亦增比之怒, 邪是略情之举, 不要说公主所不愿, 即见切草矛, 亦所不甘也。 郎君乃忠情之人, 何律不及此。 说到这个地位, 罗公子止不住落下泪来, 双手直住右兰的手道, 然则贤卿何以教我? 右兰道, 一切余见, 今该, 先以吊丧为名, 亦以探比之举动, 亦以探比之之行。 愁袭之己, 几年阔别, 上司可遇一见, 何况郎君之意中仁乎。 唐比言辞推脱, 力不可回, 然后已给阴家之, 使彼之郎君之不得已, 赶君之心, 是必抢而后可。 公子听了说道, 贤卿之心, 可谓屈尽人情矣, 即吩咐张公锦等, 竟向乐寿尽尽发不提。 再说窦县娘, 自从闻花木兰闻死之后, 红夕燕绝, 登前月下, 虽自偷弃, 一指复之无可如何。 姓有邻居袁子燕 与杨小夫人母子时常闲话, 连女真安中敌, 秦、夏、 李四位夫人, 闻县娘是个大孝女子, 一因子燕心意交医, 也常过来续谈, 稍解曾记。 县娘又把窦太后赠的莲姿, 迎葬废了些, 剩下的多托甲润府, 就在附近买了几亩忌田, 叫旧时君族耕种, 家政肃清, 婚人三尺之铜, 不敢放入。 一日与袁子燕在世中闲话, 只见一个君了打扮, 羡慕进来, 袁子燕吃了一惊, 公主定惊一看, 见识金灵, 便道, 好呀, 你回来了, 为什么花姑娘这样变故? 你同何人道来? 金灵跪下去扣了一扣, 起来说道, 前日吴梁起身回来之时, 一奴一父以同花二姑娘一般改装了, 到幽州罗小将军处, 见了书闸信物, 悲痛不胜, 就款留二姑娘进府, 住在书房室中半月, 兴喜罗郡王晓得公子与公主联姻, 趁着拆官责表进京, 便打发公子一同来, 经过乐寿, 此时奇善行晓得了, 接入城去, 明日必到牧所来吊咽娘娘并求完音的意思, 金花二姑娘现在门手, 她是个有才干的女子, 公主还该优礼待她, 去迎她进来, 便知详细, 公主听了, 三四个宫女跟了出来, 金灵如飞到门手, 引花又拦到草堂中, 公主举眼望去, 面貌装束, 竟像当年罗承在马上的光景, 心中老大狐疑, 即是走进身前, 见其梅儿曲曲, 眼儿鲜鲜, 方之飞逝, 乃一个俊巧佳人, 又拦见了公主, 便要行礼, 公主笑道, 继承贤姐姐不弃光将, 请到始终换了妆, 然后好相见, 就同进里边来, 教公一奴一簇拥, 又拦到拼侍中去, 将一套新鲜色衣, 与她换了出来, 公主看时, 却比其子更绝秀美, 便指着袁子嫣, 对花又拦道, 此事随朝袁夫人, 与妾结议过的, 当年木兰令子到来, 妾曾与她结为异姓姊妹, 二姐姐如不弃, 续令仙子之盟, 归忠之己, 长相聚守, 未是二姐姐以为可否, 花又拦道, 公主所论, 实妾怨怀, 但恐蒲柳之至, 难与国应艳航, 公主道, 说甚话来, 便叫左右扑瞻, 袁夫人年纪居长, 公主赐之, 又拦第三, 大家败了四败, 此后据姊妹称呼, 公一奴一就请入席饮酒, 县娘便道, 前日无良回来报说令子惨变, 是妾心胆剧烈, 可惜好个笑意之女, 娟居成智, 真骨今罕有, 但贤妹素媚平生, 何敢又劳枉嫁, 去见罗郎, 又难道, 与子妹虽属女流, 颇重然诺, 仙子领姐姐之托, 便出意外, 妹一尊仙子之命, 安敢淡劳, 有父姐姐之意, 姓喜罗公子天性钟情, 一见姐姐信物手书, 替似捧毒, 不忍释手, 花钱月下, 刻不忘情, 所以燕郡忙知他之意, 趁差关机表朝贺, 并遣公子前来求亲, 县娘总是默默不语, 原子燕道, 这段姻缘, 真是女中丈夫, 恰配着人中龙一虎, 邝罗郎来辅救, 逗妹该肃允从, 县娘笑道, 且带送姐姐出阁后, 愚昧自有定局, 子燕道, 事何言于, 妾若非太扑一言, 古武师是, 不欲徐郎再次抢求, 妾意甘心守志, 安敢附有他望, 县娘道, 若说守志二字, 实妾肃怀, 妹从齐全, 妾守齐精, 事无不可, 幼威晒道, 但可惜花儿每一片热肠, 持去南北, 复之东流而已, 幼兰听说, 心中想道, 看看说到我身上来了, 殊不知我与罗郎, 虽同床, 共勤两月, 而此身从未沾染, 此心可对天日, 便道, 窦姐姐所云守志顾庙, 围在南守之中, 而金守之方可云志, 幼兰员是好梁, 因向来与罗公子共处, 恐酒后被他点污, 假说天性不隐, 金道此地, 尽是女流, 敬安心乐意, 便开怀畅饮, 不觉鸣鼎, 浮在岸上, 子燕即便告别归家, 县娘静教士女服幼兰到自己床, 上睡, 县娘随叫那金灵过来盘奸, 金灵道, 小将军起初不知, 后来风声有些走漏, 就有捉弄花姑娘的意思, 听见着实哀求, 花姑娘指天发誓, 立志不从, 听见她说, 戴义奴一见过窦公主之后, 明了心计, 公主成了花竹, 然后从君之院, 县娘不胜好叹道, 其在, 罗郎真君子也, 又兰真义女也, 我窦是设身处地, 恐未能如此, 笔记以守身让我, 我当以罗郎报之, 全其双美, 趁罗郎本章未到, 先将终取奏名皇后, 皇后是必见我之心意, 忙起身在灯下草旧奏章, 叫女书记写好封固, 又写一闸送于语文昭仪, 收拾一副大礼, 锦承皇后, 一副小礼, 送于昭仪, 当初孙安祖与县娘要就见得时, 曾将金珠结义交依, 与语文昭仪, 金义凡他转达皇后, 料他必能善权, 明日绝早, 即将盘缠赋予无粮, 金灵, 资本与礼物, 往京进发, 那金灵因放攀美不下, 晓得公子要到贾润府处, 便跑过去细细与贾润府说明旧礼, 并上本与皇后的话, 叫润府坐宿报之公子, 归来即收拾与无粮上路去了, 金说罗公子到了乐寿, 其善行迎进城, 接风饮酒, 张公锦问其善行窦公主消息, 其善行道, 窦公主不特才能孝行, 兼之至家严肃, 身有曹后之风范, 金千居雷下目所, 平日最服的一个邻居隐士贾润府, 外庭之事, 为润府之言, 试听。 张公锦见说大喜道, 润府住在何处? 其善行道, 就住在雷下泽中全石村, 其忙屡次要他去做官, 他不乐于释患, 隐居于彼。 御师难道, 我们还是当年拜秦母的兽, 遇在他家数日, 即是有才情的朋友, 海内英豪多愿与他接纳, 公子趁便该去拜访他。 罗公子吩咐手下, 被姨父调仪去调养太仆, 又被姨父诸杨记礼去计曹皇后。 随即起身, 其善行陪了, 出了乐寿往贾润府家来。 施贾润府因金灵来说了背戏, 又因窦公主秧他, 叫人墓前搭起两个卷棚, 张目设位安排停的。 只见一行车马来到门首, 润府接入草炉中, 行礼坐定, 个人续了含义瘟衣, 罗公子就把来求窦公主玩音仪式说了。 贾润府道, 别的女子可以捉摸得着追窦公主心灵智巧, 最难测躲。 只据他晓得公子来求婚, 连夜写成奏章, 今早五更时, 以打发人往长安先去上门皇后, 这种才智, 岂寻常女子所能及。 罗公子见说, 吃了一惊。 张东锦道, 我们的本位上, 他倒先去了, 我们该坐速赶过他投力去才好。 贾润府道, 前后总是一般, 公子且去吊咽过, 火速进城未吃。 贾润府同其善行, 陪了罗公子与众人, 先到阳公坟上来。 阳县早已站在墓旁环礼, 众人吊咽后, 县向众人各个叩谢了。 急同到曹后墓前来, 见两个卷棚内, 早有许多白衣从者伺候在那里。 一个老军丁跪下禀道, 家公主较小的禀上罗爷说, 皇爷在山中, 无人还礼, 公子远来, 已见盛情, 不必盗墓行礼了。 罗公子道, 凡你去多多质疑公主, 说我连年因军事匆忙, 不急来厚问, 今日到此, 岂有不败之礼? 况自家骨肉, 何必搭理? 老军丁去说了, 只见肿旁小小一门, 四五个宫女, 扶着窦公主出来, 摔精校服, 比当年在马上时, 更绝娇艳惊人, 浮入墓中去了。 罗公子更了衣服, 到灵前拜殿了。 窦公主急走出墓外一步, 普瞻叩谢。 泪如泉涌, 罗公子一忍不住落下泪来。 拜完了, 正打仗上前, 要说几句正经话, 窦公主却眼面大痛, 即转到墓边, 浮入小门里去了。 罗公子只得出来, 卸下素颜。 张公尖与玉池南, 玉池北, 也要到灵前一拜, 贾润府道, 夏王又不在此, 公子吊殿, 公主还礼, 礼之所值, 若兄等尽调, 无人搭理, 反一党一, 不安。 正说时, 一个家丁走进巷来禀道, 请各位爷到草堂中去用饭。 贾润府拉众人不进草堂中来, 见百下四席酒, 第一席是罗公子, 第二席是张公瑾, 其善行, 玉池南, 玉池北告过罗公子, 做了第三席, 贾润府与杨夕做了末席。 酒过三巡, 有几个军丁, 抬了两口仙珠, 两口肥羊, 四坛老酒, 赏钱三十千, 跪下丙道, 公主说村酒高扬, 聊以靠从者, 望公子误以为笔谢, 给赐劳制。 罗公子笑道, 总是自己君族, 何必又费公主的心? 随吩咐手下君族, 到内庭去谢赏。 许多从者忙要到里边来, 只见一个女兵走出来说道, 公主说不消了, 免了吧。 罗家一个君族笑指道, 这位大姐姐, 好像前日在镇前的快嘴女兵, 你可认得我吗? 那女兵见说, 也笑道, 老娘却不认得你, 这个柳树一经一。 大家笑了, 出来领赏会分给。 罗公子又吩咐手下, 将饮五十两赏斗家人。 豆公主一叫家人出来叩谢了。 罗公子急起身向豆家人说道, 管家, 凡你进去上妇公主, 说我此来一位吊咽太后, 二位公主的婚事, 急在早晚送礼仪过来, 望公主万分珍重, 无子悲伤。 家人进去了一回, 出来说道, 公主说有慢各位老爷, 至于婚姻大事, 自有当今皇后与家皇爷主张, 公主难以应命。 罗公子还要说些话出来, 张公锦道, 既是彼此, 具有下情上文, 此事不必提起。 贾润府道, 家妻未远, 量亦只在月中。 罗公子心中焦躁道, 公主之意, 我已晓得, 此事料难相强, 但是那同来的花儿爷, 前日允许陪伴我到长安去的, 金之公主恳许相容, 其请出来, 同我上路。 家人又进去对公主说, 宪娘向又拦道, 花妹, 罗郎请急了, 说妹许她同往长安, 金逼乐着要贤妹去, 你主意如何? 又拦道, 前言戏之耳, 从全之事, 侥幸只好一次, 焉可尝试。 宪娘道, 如今怎样回她, 与此只好自谋, 难为君记。 又拦道, 不难, 便向庄台上写下十六字, 招成方圣, 傅家人道, 你与我出去, 悄悄将字送与罗公子, 说我多多质疑公子, 二姑娘是不出来的了, 后会有期, 望公子擅自保重。 窦家人出来, 如命将自负与罗公子说了, 公子取开一看, 上写道, 来可同来, 去南童去。 花香有期, 慢流车戟, 罗公子看了微笑道, 既如此, 我少不得再来。 管家, 凡你替我对公主说, 花儿姑娘是放她回去不得的, 公主也须自保重, 及同众人出门润日子局促, 不到润府家中去虚化, 便上马赶路。 窦家人忙去回复了公主, 公主一笑而不言。 恰好女真安琴, 嫡, 下, 李四位夫人到来, 公主芒童子燕, 又拦出来接了进去, 续了姊妹之礼, 坐定, 县娘道, 四位贤姐姐, 今日甚风吹得到此。 秦夫人道, 春一色, 满林, 香壁树里, 岂又不来到窦妹之喜, 见来拜见花家姐姐, 并遇时经新郎一面。 县娘道, 此言说着花儿妹, 妾孔未必然, 如不信, 现有不与先生为证, 就拿前日的书稿出来, 与四位夫人看, 狄夫人道, 若如此说, 花家子子先替窦妹, 为之先荣矣。 县娘道, 连城之壁, 至今浑然, 莫要无她。 紫燕道, 若非窦妹祥树, 我也不信, 花妹志想, 真个难得。 四位夫人便扯紫燕到侧边去细问, 紫燕把花又来一路行踪, 并拿夜宪娘探宴, 一一说了。 李夫人道, 赵一这样说, 花家姐姐真守智之人心人, 窦家妹妹真规格中之有心人, 罗家公子真种情之中厚德长者, 三人举动, 使人可现而静。 四位夫人重新与幼兰结为姊妹, 欢聚一宵。 明日起身, 对窦公主说道, 我们去了, 改日再来。 秦夫人执着花又兰的首道, 花妹得下, 千万同原家妹妹到小安随喜随喜。 幼兰道, 是必准来奉后。 四位夫人急出门登车而去, 却说罗公子同张公瑾的一行人, 恐怕窦公主的本章先到了, 连夜兼程进发, 不上二十日已赶到长安。 罗公子叫家人先进城去, 抱之秦也。 秦书宝听说罗公子与张公瑾到来, 忙吩咐家中整只酒席, 自同儿子怀育骑马来接。 未及离许, 恰好罗公子等到来, 遂同至家中, 铺沾絮礼毕, 罗公子要进去拜见秦母太夫人。 书宝便陪到房中, 公子见了舅姑, 拜了四拜。 秦母见了生儿, 欢喜不胜, 便问, 姑娘与战夫身子康健吗? 又对罗公子说道, 生儿, 你前日托其国远记书来, 因你表兄君吕孔总, 尚未曾来回赴你。 书宝道, 正是前日表弟遵扎, 托我去求丹小姐之音, 那帝是时政与王氏冲对垒, 氏冲大败投降, 善儿歌亦被擒获, 朝廷不肯设丹兄之罪, 地念西年与他有生死之盟, 就将怀孕儿子许他为婿, 与比爱怜小姐为配, 丹尔歌方才放心受禄。 帝想辜负声势赫赫, 表弟青年娇娇, 怕没有公侯大族坦赴东床, 两日正欲写书奉附, 信息老帝到来, 可以面臣心计树帝之罪。 罗公子剑说, 便道, 帝和长凡表兄去求丹家小姐。 就把当年与斗公主马上定音一段说了, 又道, 帝知见得, 西年曾住在二贤庄年鱼, 毕竟与丹云外相好, 又知丹云外与表兄是心意交一, 故托表兄鼎言, 转知丹云外, 要他育成音士, 若说丹家小姐, 针锋马牛不相及。 书宝道, 尊礼上是要我去求丹小姐的, 难道我说谎? 便起身去取出罗公子的原书来, 公子接来一看到, 这又齐了, 并非小弟笔记。 帝当时写了, 当面一交一, 与齐国远的, 难道他捉弄我不成? 书宝道, 不难, 我去请齐国远来辩知旧礼。 盲叫人去请齐国远, 例如, 成之节, 连举真来相会。 罗公子道, 齐国远在于左县柴四昌那里, 如何在此? 书宝道, 齐李二兄, 因柴四昌之力, 国远已生大理四平氏, 如生作鸾一位冠军使。 罗公子道, 闻得表兄有位异地罗氏信, 年少英雄, 为何不见? 书宝道, 圣上差往定州去了。 正说是, 家人进来报道, 四位爷多请到了。 书宝同罗公子出来相见过坐定, 罗公子说起寄书一事, 齐国远对罗公子道, 地与兄别后, 在路恰直刘武周作乱, 被他截去冲锋, 遇着窦见德的女儿, 好个狠丫头, 被他杀败了许多蛮兵, 把我掳去。 其实还有个姓花的后生, 那见德的女儿问了他几句, 看见他冒好, 要留他做将军, 他说是个女子, 竟牵他到寨后去了。 急叫地上去, 我指道亦有些好处, 不想把地竟要短起一节来。 姓喜地有极致, 只得喊出吴兄大名, 并他家有个司马孙安族来。 豆家女儿听见, 芒鹤手下放了榜, 叫我坐了, 他竟向宇兄认得的光景, 便问兄近日行旨, 并身体可好。 又盘问我自寄到那里去。 地平生不肯道谎, 只得识识与他说。 那豆公主讨兄的书出来揭去一看, 那丫头想试个不识字的, 仔细看了一回, 呆了半赏, 就摁在靴子里去了。 对地说道, 此书暂留在此, 似起身时搅环, 恰好明日, 其父有幸来催他起身, 差人送二十两成仪, 并元书还地, 也还算有情的。 罗公子忙叫家人在枕香内, 取出豆公主与花又兰寄来的元书, 对焰笔记无二, 方知此书是豆公主所改的。 书宝道, 这样看起来, 此女子多智多能, 正好与表弟为配。 张公锦道, 不特此也, 就将前日罗公子吊咽如何款待, 公主又连行修本去上皇后, 金陵如何报信, 各个称谢。 李如大笑道, 若如此说, 豆公主是罗兄的尊捆了, 刚才其胸口里加七加八的乱言, 岂不是唐吐罗兄? 国远剑说, 盲上前陪礼道, 小弟实不知其中委屈, 只算得乱道, 望凶无罪。 众人鼓掌大笑, 长班进来秉说, 昨日皇爷身子有些不快, 不曾作吵。 书宝向罗公子道, 既如此, 把姑父的贺表奏章, 并你们执名, 丰父通正史, 先传进去何如? 罗公子道, 西厅表兄主才, 说罢, 急入席饮酒。 今说无良, 金灵奉了豆公主之命, 则本赶到京中, 忙到宇文市吉家来, 把礼和传进说了来意。 是吉因豆县娘是皇后认过侄女, 不敢怠慢。 忙出来看见金灵, 无良, 问明了史墨根由。 自己写书一封, 叫家人去请一个得当的内奸出来, 把宋皇后的大礼本章, 与宋她妹子昭仪的小礼, 依依依交依, 赴明白, 叫她传进宫去, 送与昭仪。 昭仪收了自己小礼, 急秀了本章, 叫宫一奴一则的礼物, 挤到正宫来。 正知堂弟龙体欠安, 不曾侍朝, 与豆厚在寝宫一起。 昭仪上前朝见过, 就把县娘起丙呈上。 豆厚看了一单上皆是珍珠完好之物, 便道, 她一个单身之女, 何苦又费她的心来孝顺我。 堂弟在旁说道, 她有什么本章? 公义奴一盲, 呈在龙岸之上展开来看, 纸箭上写道, 题为执臣于忠, 以龙胜之事。 妾为道成男女, 愿有世家, 礼仲婚姻, 必从父母。 若是窥情无储, 赤绳来月下之缘, 而暴恨攀阳, 黄骏少结一礼之好。 浪传时尚之盟, 不畏丧中之悦。 藤门若智, 游未多言, 亡国禅驱, 感辱先至。 臣妾斗士, 酷离敏兄, 性母圣恩, 得言喘息。 繁华梦断, 谁淫卖蜀之歌, 孤世情深, 独淫了额之气。 臣妾初心, 本欲保全亲命, 何以同宽辅月, 更蒙父及天皇, 此亦人生之至幸矣。 但臣妇奉旨气俗, 白云长蟒, 红树凄凉, 国破人离, 行之影丹。 臣妾与罗成出为敌国, 是若同仇, 假令敌面连彩, 上南允从写好, 若不闻则配, 咒许魏臣, 请以一身, 魏见岂可。 况臣妾出许元令求眉, 蹉跎至今, 依谁知就。 囊日俨然家国, 罗成上位成求, 其今蒲柳风霜, 看尾侯门击肘。 自今以往, 臣妾当树发果族, 月立天涯, 求亲江西, 同修净土, 臣妾性而生, 避欲与父相见, 不幸而死, 义乐与母相依。 时亦是说, 我心匪时, 不可转眼。 臣妾更有情者, 前必见时, 一美花木兰同盟慈幼, 木兰本大夫从军, 守身全孝, 随臣妾归恩, 急欲悬访故远。 臣妾令君必追随, 诸以空寒还成旧梦, 乃依沙纳可汗低之财貌, 望你战朝, 木兰亦不受辱, 自吻全身, 孝醇易志, 可为侍风。 游族义者, 木兰卫王之先, 恐臣妾语化, 脱妹幼兰如己改装赴焉取达, 而幼兰亦成子命, 免与臣妾彼相依, 修言池网, 反命之日, 臣妾访君必, 知幼兰曾为罗成所食, 亦不苟合, 桃利同处, 窦寇仍寒, 臣使其而未然, 既乃信而争献, 不亦天壤之间, 有此连弊。 浮为兴朝守中人伦, 此等群差, 堪为事表。 在臣妾则智不可夺, 在幼兰则晴有可今, 况幼兰与罗成连床, 共语, 不无瓜里之嫌, 元首之经, 堪被桃妖之化。 万其国母慈恩, 转达圣聪, 经木兰之笑意, 蒋幼兰之方杰, 宽臣妾之罪, 见臣妾之言。 浮草之年, 常与山路野迷, 同贤与路于不朽矣, 臣妾无人沾天仰圣, 黄精待命之志。 斗后道, 窦女前日必见时, 原意许配罗成, 未甚至禁不娶她去。 堂帝道, 想是罗亦贤她是亡国之女, 别定良缘, 意为可知。 宇文昭一道, 婚姻大事, 一言为定, 岂可以胜衰一心, 难道叫此女终身不自? 邝娘娘已经认为侄女, 也不电辱了她。 斗后道, 陛下该赐婚, 方氏此女有光, 堂帝道, 窦女纯孝忠勇, 震慎佳之。 但可惜, 那花木兰大夫从军的一个孝女, 手节自吻, 真堪精表, 致其媚花又蓝, 带子全线, 与罗承同床, 不乱, 更为难得。 宇文昭一道, 窃文徐氏, 锁定隋朝贵人袁子嫣, 与窦县娘住在一处, 此本座的风华得体, 或出其手, 异未可知。 只见有一个掌灯的太监, 手捧着许多奏章城上, 堂帝从头皆看, 是罗毅的贺婊, 便道, 刚才说罗毅要赖婚, 如今已有本进城。 王展开来一看, 只见上面写道, 题为直臣于捆, 请指金权势。 切为王正以人质为本, 人道以家世为先, 从古圣明至世, 未有不须似民, 而使之穷独无一者也。 陈毅本一届武夫, 合蒙圣眷, 不比于衷, 受以重镇, 敢不竭力抚随, 是虽诸丑跳梁, 兴来天威灭尽。 但前叛臣窦建德, 因欲侵略西岁, 统兵犯境, 陈因编寇出师, 陈南城即提兵, 与窦建德截杀, 下国将帅, 据以败北, 独建德之女名献娘者, 素称骁勇, 不亦一见陈南, 即不以干戈相向, 返院戏族赤省, 马上一言, 百年已定。 此果儿女思情, 本不敢会读天听, 金尘儿已二十四矣, 向因四方多事, 无暇一级世家, 见得以臣服归堂, 超然事外, 闻此女曾愿身带父姓, 智姓可嘉, 又蒙天后玩眷特隆, 而穷穷少女, 带子归忠, 陈南观音已久, 而揪揪武夫, 洁身捆外。 陈思夫妇为伦理所观, 难你以信义为重, 恐舍此女, 陈南难其父, 若非陈南, 此女亦不得其有。 陈系藩镇重臣, 唐行只乖为, 自取最利, 孤感冒昧上文, 浮望圣心裁定, 永和良缘。 陈不胜惶悚之志, 唐帝看完孝道, 恰好幽州府城张公锦, 与罗承道来, 明日待朕亲自问他, 便知悖戏, 只见秦王进宫来问安, 唐帝将二本与秦王看了。 秦王道, 见得之女, 有文武之才, 已是其了, 更其在花家二女, 亦全忠孝, 亦全信义, 木兰之首节自吻, 或者是真, 幼兰之同床, 不乱, 似难俱信。 唐帝道, 刚才宇文妃子说, 斗女本章, 一是徐氏, 知妻原子嫣所作, 未知却否。 徐继聘缘, 为何尚未成婚? 秦王道, 是因子嫣是随朝宫人, 不便私纳, 尚要提请, 然后去取。 唐帝道, 随时十六院女子, 尽是名姬, 不知何故, 一个也不见。 秦王道, 都见得讨灭宇文化级, 消后多带了回去, 众非想必再比居多。 今趁罗承配合, 木若连徐氏七元子嫣, 一召入宫廷赐婚, 就可问朱飞消息。 唐帝称然, 就差宇文氏, 急并两个老太监, 奉旨赵窦县娘, 花又兰, 袁子嫣三女道经面胜。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章 众娇娃全名全美个公卿, 一世一嫁。 此曰, 亭亭正妙年, 灌月青葱马。 只为众多人, 诉说登前话。 春色九重来, 香变梅花谢。 共唱随安, 对对看惊诧。 吊计生渣子, 天地间好名上义之事, 围在女子的柔常认的真, 看得切。 更在海内阴豪不惜己做得出, 不是这般假道学伟君子, 矫情强为, 被人容易亏其底里。 今说罗公子, 张公锦等, 住在秦叔宝家, 清早起身, 晓得朝廷不是大朝, 收拾了礼仪, 打仗用了早膳, 同书宝进西府去夜见秦王。 只见潘梅走到跟前, 对罗公子说道, 朝廷昨晚传旨, 插红卢寺正清宇文士吉并两名内奸, 到雷夏去特照斗公主, 花儿姑娘进京面圣。 罗公子道, 此信孔为碧雀。 攀梅道, 刚才窦公主家金灵问到门上来, 寻着小的, 抱着他金仪起身回去, 通报了。 书宝道, 既如此, 我们便道先到徐茂公兄处, 探探消息何如。 张公锦道, 递正欲去拜他。 一行人来到茂公门守, 婚人说道, 已进西府去了。 众人忙到西府来, 向门官报了名, 把礼物传了进去。 玉池南, 为池北他两个官碑直小, 指头下一个柄接回玉去了。 建堂后官走出来说道, 王一爷, 在崇正堂, 众官员请进去相见。 书宝挤领张公锦, 罗公子进崇正堂来。 书宝先上台阶, 只见秦王坐在一壶衣, 床上, 西边府聊一二十人列座两旁, 独不见徐茂公。 秦王见了书宝, 忙站起来说道, 不必行礼, 坐了。 书宝道, 幽州府城张公锦, 并燕郡王罗毅之子罗成, 在下面要参业殿下。 秦王便吩咐着他进来, 左右出来把守一招。 张公锦同罗城盲走上台阶, 手指接铁跪下, 刮忙在两人手里, 娶娶城上看了。 秦王见张公锦仪表不凡, 罗公子人才出众, 甚加优理, 即便赐座。 张公锦同罗公子, 与仲辽叙礼坐定。 秦王对公锦道, 久闻张青才能, 恨为一见, 今日到此可谓肃怀。 张公锦道, 臣承燕郡王谬剑之力, 殿下提拔之恩, 臣有何能, 赶蒙殿下叛赏。 秦王又对罗公子道, 辱妇工业伟然, 不亦清幼生的这般英气酌签, 今更佩这文武全才之女, 将来事业正位可谅。 罗公子道, 臣本一戒武夫, 得和天子与殿下一宠衣, 卷, 臣于父子日夕节中, 难报万一。 秦王道, 姑昨夜在宫中懒斗女奏章, 坐得婉转入情, 但为之奇祥, 轻为姑息细数来。 罗公子便将始末直沉了一回, 秦王叹道, 龟中贤女见了知己, 由彼此联系推让, 何况豪杰英雄, 一招相遇, 能不爱静。 正说时, 只见徐茂公走进来, 参见了秦王, 各个蓄礼坐定。 秦王笑对茂公道, 家妻在线, 清好打仗, 做新郎了。 茂公道, 左诚宇文兄差长搬来教臣去面会, 方知辞职, 真皇恩浩荡, 因罗兄家武一级尘尔。 秦王道, 姑昨日在宫, 父皇说, 窦女奏章, 移出自尊捆之手, 因问姑为何卿尚未成婚, 姑奏说, 清孔先朝宫人, 不便私纳, 尚要提请, 故父皇趁便带清照来婉取。 茂公离坐如飞泻道, 接赖殿下包容。 秦王就刘张公瑾, 罗公子, 茂公, 书宝到后院, 赐以辩宴, 暗下不提。 再说花佑兰住在窦县娘家, 时值春河景明, 柳书花放, 原子烟窖清情跟了, 与花佑兰同军到女真安来。 真定报知, 四位夫人出来接了进去, 促细谈心。 秦夫人道, 我们这几个姊妹时常聚在一块, 只恐将来聚少离多, 叫我们如何消遣。 袁子烟道, 花豆二妹轮荫一下, 势必就要起身, 我却在此。 狄夫人笑道, 袁妹说甚话来。 徐郎见在京师, 见罗郎上表求婚, 徐郎非赴心人, 自然见烈欣喜, 一臂就来娶你。 花佑兰道, 豆家姐姐亮无推敲, 我却无人管束, 当伴四位贤子子, 焚香灌花, 消磨岁月。 夏夫人道, 前日书上, 一见豆妹身心退让之意, 我猜夺豆妹还有推脱, 你却先走在正案上了。 花佑兰道, 为何? 夏夫人道, 豆妹天性至孝, 她父亲在山东时, 常差人送衣服东西, 去问候, 怎肯轻易抛撇了, 随罗郎到幽州去。 舍有圣旨下来, 她若无严妇之命, 必不肯苟从, 还要辩出许多话来。 袁子燕道, 这话也猜夺得是的。 花佑兰问道, 这隐灵山, 从这里去有多少路? 李夫人道, 我安中相公张老是那里出身, 停回妹去问她, 便直端的。 过了一宵, 众夫人多起身, 独不见了花佑兰。 原来佑兰听见众人说, 豆献娘必要负命, 方肯允从。 她便把几钱银子赏羽香公, 自己打扮走岔的模样, 五更起身, 同香公往隐灵山去了。 众夫人四下找寻, 人影巨无, 盲寻香公, 也不见了。 袁子燕道, 是了, 同你的香公到山中去见豆剑得了。 李夫人道, 她这般装束, 如何去得? 子燕道, 你们不晓得她, 她常对我说, 我这副行头, 行动带在身边的, 胭脂她昨日没有带来。 众人忙到那方查看, 只见衣包内一副女衣, 并花朵云环, 多收拾在内, 众人见了, 个个称其道, 不亦她小小年纪, 这般胆志, 敢作敢为。 袁子燕心下着了急, 忙回去抱之豆献娘。 再说花又兰同香公张老儿走了几日, 来到隐灵山, 见一个长大和尚, 在那里除地。 张老儿便问道, 师父, 可晓得聚得和尚可在洞中吗? 那和尚放下锄头, 抬头一看, 便问道, 你是那里来的? 那老儿答道, 是雷下来的。 那和尚道, 想是我家公主拆来的吗? 花又兰芒答道, 我们是贾润府爷拆来的, 有话要见王一夜。 那和尚应道, 既如此, 你们随我来。 原来那僧就是孙安祖, 法号巨能, 随他到十世中来, 见后面三间大殿, 两旁六七间草庐。 孙安祖先进去说了, 斗见得出来, 俨然是一个善知识的模样。 花又兰剑了, 忙要打一半跪下去, 剑得如飞上前掺住道, 不必行此礼, 贾润近况好吗? 凡你来有何话说? 又兰道, 家爷拖赖, 今因幽州燕郡王之子倒雷下来, 一为吊咽曹娘娘, 二位公主因事要来行礼取去。 公主因为曾禀明王一也, 立志不肯允从, 自便草书上达当今国母去了。 家爷恐公主是个孝女, 倘货圣旨下来, 一时不肯从全, 故家爷不及写书, 只叫小的持公主的本稿来成与王一爷, 看, 求王一爷, 得法驾, 速归目炉, 吩咐一句, 方得是妥。 剑得揭书稿, 去看了一遍道, 我已出家弃俗, 家中之事, 公主自为主之, 我何苦又去管他? 花又兰道, 公主能于九重前, 犯言尽见, 归来迎藏守卢, 穷穷义女, 可谓名语孝义。 今婚姻大事, 还须王一爷, 主之, 王一爷, 一日不归, 则公主终身一日不完。 况如此孝义之女, 人始终老空归, 另比叹红颜薄命乎, 此于见之不可解折也。 剑得剑说, 双眉顿醋, 便道, 既如此说, 也罢, 足下在这里用了素斋, 先去回复甲爷, 我同小徒下山来辩了。 花又兰想道, 和尚安中, 可是女子过的夜的。 便道, 饭是我们在山下殿中用过, 不敢有废香机。 如今我们先去了, 王一爷, 坐素来罢, 万万不可迟悟。 剑得道, 当初我尚不肯清末, 何况今日焚修戒行, 怎肯打一狂雨。 明日就下山变了。 又兰剑说, 即辞别下山, 赶到殿中, 雇了角力, 小行夜宿, 不觉又是三四日。 那日在露天色傍晚, 只见细雨飘江下来, 又兰道, 天遇了, 我们赶不及客殿安歇, 就在这里借一个人家歇了吧。 张湘公把手指道, 前面那烟奇楚, 就是人家, 我们赶上一步就是。 两人赶到村中, 这村虽是荒凉, 却有二三十家人户, 耳边闻的小学生子读书之一声。 二人下了牲口, 记好了。 湘公便推进那门里去, 只见七八个蒙童, 居中有一个三十左右的俊俏妇人, 面男而坐, 在那里交书。 那妇人看见, 站身来说道, 老人家进我门来, 有何话说? 湘公道, 我们是探亲回去的, 因天遇御界尊府全宿一销。 那妇人道, 我们一家多是寡居, 不便留客, 请往别家去罢。 又拦在门外听见, 心中甚喜, 忙推进门来说道, 奶奶不必见据, 妾衣是女流。 那妇人见是一个标志厚生, 便便脸发话道, 你这个人钻进来, 说甚魂话, 快些出去便修。 不然, 我叫地方来把你送到官府那边去, 叫你不好意思。 正说时, 只见又走出两个拼拼的妇人来, 话又拦见了, 忙将靴子脱下, 露出一对金链, 众妇人方信是真, 便请到里面去蓄里坐定, 彼此说明来历。 原来这三个妇人, 就是隋公祥阳苑甲, 迎辉苑罗, 和明愿一江一三位夫人。 当隋王之时, 他们三个合伴逃走出来, 恰好这里遇着甲夫人的寡嫂殷氏, 因此一江一, 罗二夫人, 亦附居于此。 可怜当时受用繁华, 今日忍着凄凉景况, 一江一, 罗以真指度日。 贾夫人身通汗末, 训几个蒙童, 倒也无甚烦恼。 今日恰逢花又兰说来, 亦是同调中人, 自古说, 兴兴兴兴兴。 一朝愈合, 遂成知己。 过了一宵, 明早花又兰要辞别起行, 三位夫人那里肯放。 贾夫人笑道, 家妻未祖, 何欲去之诉? 再求驱逐一两天, 我们送你到女真安去, 会一会四位夫人, 意见当年姊妹相续之情。 又兰没奈何, 只得先打发香公回安去。 却说窦县娘因缘子烟归来, 说花又拦到尹陵山去了, 心中想到, 花妹为我持驱道路, 真情实义, 可谓深以尽矣。 但不知我父亲逐意如何, 莫要连他走往别处去了, 把这担子让我一个人跳。 心中甚是狐疑。 狐疑日, 只见吴梁, 金陵回来, 报说, 书里以脱红种正清宇文爷, 转送昭仪, 呈上窦娘娘收器。 恰好罗公子随后到来, 虽尚未面胜, 本章已上。 朝廷及差宇文爷, 同两个内奸来召公主与花姑娘进京见次婚。 故此, 我们光赶回来, 差官只怕明后日要到了, 公主也须打点打点。 窦线娘道, 前日花姑娘到安里, 去拜望四位夫人, 不知为甚反同, 相公到山中王一爷, 那里去了。 吴梁道, 倘然明日天使到来, 要两位出去接旨, 花姑娘不回, 怎样回答他们? 又见门上进来禀道, 贾爷刚才来说, 天使民后日必到雷下, 叫公主坐宿收拾行装, 省得邻妻忙破。 献娘道, 若无负命, 即对天庭亦有推敲。 正说时, 又见一个女兵忙跪进来报说道, 王一爷, 回来了。 公主见说, 西出望外, 忙出去接了进来, 直至内房, 公主跪到西前, 放声大哭。 见得半一挡衣, 伤心泪下, 便双手捧住道, 无耳起来, 亏你笑意夺谋, 使辱妇得以放心在山坟修。 今日若不为你终身大事, 焉肯再入城市。 你起来坐了, 我还有话问你。 县娘试了泪坐下, 见得道, 前日圣上道晓得, 你许配罗郎, 使我一时难于措辞, 不知此因从何而起。 县娘将马上定音前后情犹, 直沉了一遍。 见得道, 这也罢了, 罗毅元氏先朝大将, 其子罗成, 年少殷豪, 将来媳妇之职, 你是一品夫人, 意义不辱莫你。 但可惜, 花木兰好一个女子, 前日亏她同你到京面圣, 不亦进阶而亡。 但其妹又懒, 为什么也肯替你奔驰, 不知怎样个女子。 县娘道, 她已到山中来了, 难道父亲没有见她? 见得道, 何尝有什么女子来? 只有贾润府拆来的一个伶俐小后生, 并一个老头, 也没有书渣, 只有你的上文书稿, 把于我看了, 我放心是真的。 县娘道, 怪盗的书稿, 放在简庄内不见了, 原来是她有心娶去, 改装了来见父亲。 见得道, 我说一时之人, 那能有这样言辞一文一, 雅, 情义恳切。 县娘道, 如今她想是同父亲来了, 怎么不见? 见得道, 她到山中见了我一面, 就回来的, 怎说不见? 县娘道, 想必她又到安中去了。 叫金灵, 你到安中去, 快些接了花姑娘回来。 见得司孙安祖在外面去了, 忙走出来。 县娘又叫人去请了贾润府来, 陪父亲与孙安祖闲谈。 到了黄昏时候, 只见金灵回来说道, 花姑娘与香公总没有归庵。 县娘见说, 甚是愁烦。 到了明日晚间, 村中人宣传朝廷拆官下来, 要赵公主去, 想必明日就有官到村中来了。 果然后日午排斥后, 齐扇行陪了宇文氏给予两个太监, 揭穿了吉福, 夭夭和和来到牧所。 见得与孙安祖不好出去相见, 躲在一室。 县娘忙请贾润府接近中堂, 齐扇行吩咐一从快牌相案, 一个老太监对着齐扇行道, 齐仙, 诏书上有三位夫人, 还是总住在这里一块儿, 还是另居。 贾润府问道, 不知是那三位? 那中年的太监答道, 第一名是当今娘娘认为侄女的公主窦县娘, 第二名是花又兰, 第三名是徐元帅的夫人袁子燕。 贾润府见说, 心中转道, 茂公兄也是朝廷赐他完婚了。 便打道, 袁子燕就住在剑壁, 不妨请过来一同开毒便了。 急叫金灵去请袁夫人到来。 子燕晓得, 忙打扮停荡, 从墓旁小门里进去, 轻轻替县娘除去素衣, 换装好了, 妇女们拥着出来。 她两个住过宫中的, 那些体统一致, 都是晓得的。 宇文氏即请圣旨出来开毒了, 子燕与县娘起来, 谢了瓜们。 那老太监把袁子燕仔细一看, 笑道, 咱说, 那里有这样同名同姓的, 原来就是袁贵人夫人。 袁子燕也把两个内奸一任, 却是当年乘奉显人公的老太监姓张, 那一个是城之花厄楼的小太监姓李, 袁子燕道, 二位公公一向纳服, 如今新皇帝是避疫宠医, 倦。 张太监答道, 拖来粗安。 夫人是晓得, 咱们两个是老实人, 不会鬼混, 故此新皇爷一身轻目。 金元夫人归了徐老仙, 正好通家往来。 齐善行道, 老公公, 那徐老仙也是个四海多情的呢。 张太监笑道, 齐仙, 你不晓得咱们内官到人家去, 好像出家的和尚道士, 成这些太太们总不必见。 李太监道, 圣旨上面有三位夫人, 刚才先进去的, 想是娘娘认为侄女的窦公主了, 怎么花夫人不见? 宇文氏集道, 正是在这里, 也该出来同阶旨意才是。 袁子燕指的答道, 花夫人是趣旺已亲戚, 想必也就回来。 说完走了进去, 从人摆下酒席, 仲官坐了, 吃了一回酒, 将要撤席。 只听到外面窦家的人说道, 好了, 湘公回来了, 花姑娘呢。 张湘公道, 他还有一两日回来, 我来附生公主。 仲家人道, 你这老人家好不小事, 仲官府坐在这里, 立等他皆知, 你却说这样自在话。 贾润府听见, 对家人说道, 可是张湘公回来了, 你去叫他进来, 带我问他。 从人忙去扯那湘公进来。 贾润府道, 你同花姑娘出门, 为何独自回来? 湘公道, 前日下山转来, 那日傍晚, 呼吁天儿男行, 借一个阴寡姨父, 加歇宿。 他家有三个女人, 叫什么夫人的, 死命留住。 叫我先回, 过两三日, 他们送花姑娘归安。 张太监见说便道, 就是这个老头子, 童花夫人出门的吗? 众人答道, 正是。 张太监道, 你这老头子好不小事, 这是朝廷的一位亲赵夫人。 你却是骗他到那里去了, 还在这里说这样没要紧的话。 孩子们与我好生待着, 带咱们同他去鸡访, 如找不着, 那老儿就是该死。 三四个小太监, 把张湘公一条链子扣了出去, 那老儿吓得鼻涕眼泪地哭起来。 县娘见得了, 便叫吴良将五千银子赏与湘公, 又将一两银子赴他做盘缠, 叫吴良同张湘公吃了饭, 坐速起身去接娶花姑娘回来。 张太监道, 宇文老先, 你同其仙到县里狱中去, 咱同那老儿去寻花夫人。 宇文世纪道, 花夫人自然这里去接回, 和劳大家同忙。 那老太监向宇文世纪耳上说了几句, 是急点点头, 急同善行先别起身。 张, 李二太监同湘公出门, 县娘又把十两银子赋予吴良一路盘费, 各个上马而行。 且说花又蓝, 在殷寡一复, 家住了两三日, 恐怕朝廷有旨意下来, 心中甚是牵挂, 要辞别起身。 无奈三位夫人留住不放, 那日正要辞了上路, 只听到外面马斯声响, 乱打进来, 把几个书童多疑散了, 贾夫人忙出来问道, 你们是些什么人, 这般放肆。 那湘公忙走进来道, 夫人, 花姑娘住在这里几日, 累我受了多少气, 快请出来去吧。 贾夫人道, 花姑娘在这里, 你们好好的接她回去便了, 为甚这般罗造起来。 那二太监早已看见便道, 又是个认得的, 原来众夫人多在这里, 妙疾妙疾。 贾夫人认得是张, 李二太监, 一时躲避不及, 只得上前相见, 大家诉说忠常, 贾夫人不觉垂垒悲气。 张太监道, 如今几位夫人在此。 贾夫人道, 单是罗夫人, 一将一, 夫人连我, 贡子妹三人, 再此过活。 张太监道, 极好的了, 当今万岁爷, 有秘指着, 咱们寻访十六院夫人。 今日三位夫人造化, 恰好遇着, 快快收拾, 同咱们进京去吧。 那二位夫人也请出来相见。 吴良在旁说道, 花姑娘一凡夫人说声, 出来一同见了两位公公。 不一时, 一将一, 罗二夫人, 同花又拦出来见了。 大家续了含义文一, 随即进房思议道, 我们住在这里, 总不了局, 不如趁着颜色未衰, 再去混他几年。 何苦在这里, 受这些戚风苦雨。 主意已定, 即收拾了戏软, 雇了两个车。 三位夫人并花又拦, 大家别了殷寡一副, 同二太监登城。 行了三四日, 将近雷下, 两太监带着一江一, 罗, 甲三夫人, 到齐扇行蜀中去了。 吴良与香公令密车, 跟花又拦到窦公主家。 收拾停荡, 原子嫣安慰好了杨小夫人与仙, 一到公主家来。 齐扇行又拆人来, 催促了启程。 县娘主父亲与孙安祖料理家事, 回山中去。 叫吴良, 金陵跟了, 哭别出门。 女真安四位夫人, 文之内奸有一江一, 罗, 甲三夫人之事。 不敢来送别, 只差相公来质疑。 那便宇文氏急于两内奸, 并已将一, 罗, 甲三夫人一起身在路取齐。 齐扇行预备下五六成罗教, 跟随得多是牲口。 不上一月, 将近长安。 张公锦同罗公子, 豫痴男兄弟, 住在秦书宝家, 打听窦公主们道来, 正要差人去街, 只见徐茂公进来说道, 书宝兄, 罗兄宝券与剑券快到了。 还是弄一个公馆让他们住, 还是个人竟接入自己家里。 书宝道, 窦公主当年住在丹二哥家里, 与儿媳爱莲小姐曾结为姊妹, 今妻母丹二嫂又在地家, 他们数年阔别, 八不能够相续片石, 和不同孙颜一起接来, 不过一两天就要面圣完婚, 何必又去寻什么公馆? 茂公剑说, 忙别了道家, 即差几十名家将, 一成大教, 妇女数人, 叫他们上去伺候。 罗公子一同张公锦, 御池南, 御池北, 秦怀与许多从人, 一路去迎接。 说宇文是及同二太监在了许多妇女, 到了十里长亭。 只见许多叫马来迎, 便叫前后车辆停住。 罗公子与张公锦等上前来喂牢了一番。 张公锦说, 城外难停车骑, 两家家眷赞借秦书宝兄华居全速一销, 明日面圣后, 两家各自迎娶。 宇文是及点头为尾, 施金灵, 潘美站在一处, 说了许多话, 金灵就请公主与幼兰在罗教里出来。 县娘见罗公子远远在马上站着, 好一个人品, 心中转道, 惭愧我斗县娘, 得配慈子, 也算不辱墨的了。 笔前推让之心, 辩绝相反。 上了一城大教, 花又兰也做了一城官教, 许多人跟随如飞的去了。 徐家家将也接着了原夫人, 三四个妇女如飞上前浮出来, 做了官教, 簇拥着去了。 两太监道, 那三位夫人暂停在驿馆中, 带咱们进宫复命了, 然后来请你们去。 说了, 吉同宇文市集入城, 徒与秦王, 秦王问了些说话。 阴王是充习蜀, 刚至定州复盼, 正要面圣, 便同三人进巢。 晓得唐帝同窦娘娘, 张乙二妃, 宇文昭乙, 在御院中玩花, 其道院中四人上前朝见了。 张太监将窦县娘, 袁子燕行藏, 只找寻置花又兰, 却遇着随朝的一江一, 罗, 甲三位夫人, 一一奏文。 唐帝见说, 喜动天言, 便问道, 那三个官妃, 年纪多少? 斗后道, 此皆亡随之物, 陛下叫他们弄来, 欲何所知? 张太监见斗后话头不好, 便随口答道, 当年许庭福选他们进宫, 都只十六七岁, 如今算上正三巡左右, 但是这三个比那几院颜色, 略决次之。 张飞笑道, 今陛下召他们来, 也需造起一座西院来, 安放在里边, 才得倡议。 唐帝见他们词色上面有些醋意, 便改口道, 你们不消费心, 朕此举非为自己, 有个主意在此。 因问秦王, 在庭诸臣, 那几个没有妻事的。 秦王答道, 臣儿淡之未争, 罗世信, 玉池公, 成之解, 皆未曾娶过妻事的。 窦后问二太监道, 窦家女儿与花又兰, 原子燕金在那里。 张太监道, 这三个聚在秦琼家, 那三个是在义中。 宇文昭一道, 窦县娘既为娘娘侄女, 何不先召他们三个进院来见? 唐帝就命李太监, 立召窦, 花, 原三女建家, 那李太监成半去了。 秦王将王室冲在定州复叛奏文, 唐帝道, 逆贼傅恩若此, 急着笔触总管征脚。 不一时, 只见李太监领着三个女子进来, 俯伏接下, 朝见了唐帝, 叫他们平身。 县娘又走进窦后身边, 要败将下去, 窦后叫公义奴一掺了起来道, 刚才朝见过了, 何必又要多礼? 唐帝看那三个女子, 拒世端庄沉静, 一度安闲, 便道, 你们三个, 一是孝女, 一是义女, 一是才女, 比重不同。 叫工人取三个锦蹲来, 赐他们做了。 窦后对谢娘道, 前日又乘你送礼物来, 我正要寻些东西来赐你, 因万岁就有指召你们到京, 故此未曾。 县娘道, 笔屑之物, 和足当圣母挂齿。 窦后道, 你的笑勇, 久已著名, 不义奏章又如此才华。 堂帝笑道, 但是你书上边, 训让他人, 能无脚情乎。 县娘跪下奏道, 臣妾拾出本怀, 安敢脚情。 当年罗成初次写书与秦琼, 央善雄信与臣妇求亲, 被臣妾窥见, 即将原书改建善雄信女爱莲与罗成, 不亦丹女以许配秦琼之子怀孕, 故使罗成复寻旧蒙。 堂帝道, 这也罢了, 只是你说, 花又兰与罗成连床, 共习, 身未沾染, 恐难尽兴。 县娘道, 此事何等事, 敢在至尊前乱道, 为妄万岁娘娘命宫人厌之, 便明二人心记忆。 窦后道, 这也不难。 就对公义奴役说道, 娶我的便玉珠来。 不义时公义奴役取道, 窦后叫花又兰尽身, 将原溜溜光灿灿的一件东西, 向又兰眉间运了三四运, 又兰眉毛紧洁, 无以豪散乱。 窦后叹道, 真闺女也。 唐帝对花又兰叹道, 你这妮子倒是个忍心人, 幸亏罗成是君子, 若他人恐难瓦全, 今已两家人归之, 亦不亡矣。 又兰剑说, 如非走下来谢恩, 惹得窦后, 秦王与众公人多笑起来。 唐帝又对原子焉道, 原妃子善天人之学, 今归徐清, 捆内捆外, 皆可为国家之遗住。 因差张太监宿道义中, 宣随公三妃子, 又差内监宿赵魏征, 徐氏, 玉池公, 承之劫禁院。 又差里内监去宣罗成, 秦琼, 并依子怀玉, 习丹爱莲见驾。 又吩咐礼部官, 宿备花红十三妇, 古月六班。 吩咐毕, 唐帝及同秦王到偏殿坐下。 只见魏征, 徐氏, 玉池公, 承之劫四臣先进殿来朝见了, 唐帝道, 徐清世人已召来了。 朕思文王之政, 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与独和人, 而使有功大臣, 上中愧久虚业。 顾差内, 歼密隋公三位礼人, 趁今日良辰, 三人个人念究, 天元自定。 魏征, 玉池公, 承之劫其跪下去道, 臣等一身努力, 难报黄恩万一, 旷四海未尽, 何敢念及世家。 唐帝道, 圣经云, 家旗而后国志, 国志而后天下平。 秦王道, 这是父王教化无私, 与众邪乐之意, 朱卿吾的因此。 唐帝教工人取一个宝瓶, 将一将衣, 罗, 甲三位名字写在纸上, 一团衣, 成员, 放在瓶内, 教卫, 成, 玉池三臣, 对天捣住, 将银柱接起, 恰好未征念了甲夫人, 玉池公念着了罗夫人, 承之劫念着了一将衣, 夫人, 三臣各谢恩。 只见张太监领了三位夫人进来朝见, 唐帝问道, 那个是甲肃瞻, 那个是罗小玉, 那个是一将衣, 套。 三夫人各上前应了, 唐帝对三臣道, 这三个家人, 虽非国色, 而体态幽言, 三卿物拒呼之, 三妃且境内见了娘娘出来, 同携花竹, 工人领三位夫人进去了, 又见秦琼领了儿子怀孕, 媳妇爱莲, 上前来朝见, 对堂帝见了秦琼, 分脉优理, 便道, 爱卿父子平身, 因至爱莲道, 就是你媳妇丹氏, 可曾接离否。 书宝应道, 上位, 堂帝见此女梨花白面, 杨柳仙妖, 乡臣稳重, 居然大家, 便赞道, 好个女子, 即较尽示意隐去见窦后, 又对书宝道, 刚才窦谢娘说, 曾与乳席结为姊妹, 现有书见此女与罗成, 此言有知乎。 书宝答道, 当初窦女改了罗成的书妇来, 臣儿已许婚丹氏, 因臣与善雄信, 有生死之一交医, 不敢被蒙, 故以子许之。 堂帝道, 轻于得配此女, 可称家儿家父乙, 为何尚未成婚? 书宝答道, 因儿习善爱莲, 利益要归家迎葬父亲, 然后完婚。 堂氏道, 这也难得, 镇金作主, 称重缘其偶, 赐儒子完婚, 满月后赐归殡葬其父。 对近世道, 窦谢娘给二品灌带, 朱女巨给四品灌带, 快去宣她们出来, 莫妇良辰, 好去供携花竹。 近世进去, 领了七个女子出来, 堂帝先教魏征, 徐氏, 玉池公, 成之杰同园, 甲, 一将一, 罗四夫人成队站定, 剃了花红。 四对夫妇谢了恩, 就由古月迎出院去。 第二起, 就是秦怀玉与善爱莲, 谢恩迎送出去。 第三起, 却是罗成, 两旁站着窦谢娘, 花又兰, 谢恩下去。 堂帝笑道, 罗成, 大便宜了你, 也亏你当时老成, 今宵却有连笔相亲。 罗成同二家人跪下说道, 圣恩浩荡无涯, 使小臣一母红马。 但臣妻谢娘, 既为圣母国妻, 臣礼合同去谢恩, 陛下可容臣寇谢佛。 堂帝道, 这个使得。 遂其身退朝同罗成夫妻三人, 到后院拜见斗后。 斗后身洗罗成年少之礼, 赐公一奴一二名, 内戒二名, 并许多金诸一事, 又将一温一, 车一成, 赐予二女坐了, 命彻遇前金连竹, 并古月送出院来。 惹得满京城军民人等, 拥挤观看, 无不新鲜。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章, 王世冲望恩覆盼秦怀玉, 简寇建功。 此曰, 焦玉玉鞭池昼, 同调兼真永昼, 提携一处可相留, 莫把梅而昼。 如雪刚肠西构, 一击急诸双丑。 使心是日生死安, 若被真其有。 调记物家七谷人云, 为妇人之言不可听。 书一介约, 为妇言是听。 似乎妇人再开口不得的。 殊不知妇人中智慧见识, 尽有胜过男子。 如明朝陈豪谋逆, 其非楼氏弃剑, 毫不从, 足智勤灭, 溃然而探约。 西咒听妇人之言诗天下, 朕不听妇人之言亡国。 故知妇人之言, 足听不足听, 为在男子看其志向, 以从为耳。 当时堂帝叫他 煎弄这几个副公妃子来, 原打仗要自己受用, 只因斗后一言, 便成就了几对夫妇, 省了多少精神。 若是消后, 就要逢迎上义, 成君治过。 堂帝乱点鸳鸯地, 把几个女子赐予重臣配偶, 不但男女称义, 敢带黄恩, 及堂帝一绝处分的畅快, 进宫来述与诸妃听。 说道丹妮, 抑郁藏妇完婚, 斗后叹道, 不亦孝义之女, 多出在草莽。 只见宇文昭仪堕下泪来, 堂帝亥问道, 妃子何故悲伤? 昭仪答道, 妾母灵鹫尚尚在洛阳, 妾兄世级未曾将她入土。 堂帝道, 明日辱兄晋朝, 待朕问她。 且说张公瑾在秦淑宝家, 因罗公子新婚, 不好催促, 又因朱王妃与公侯朱大夫, 皆因窦后认为侄女, 幼母窦, 花儿为夫人孝义, 争相接纳, 日夕称赫。 因此, 张公瑾恐本地方有事, 只得先上朝辞圣。 秦王因爱公瑾之才, 不肯放她去, 奏过堂帝, 即将张公瑾留寿司马监督补司之职, 幽州郡守改着罗城全署。 旨意一下, 张公瑾留任长安, 只得写禀起, 差人去回赴燕郡王, 并接家眷到京。 罗公子一阴圣旨, 着他代张公瑾之职, 又牵挂父母, 等不及满月, 便去辞了堂帝, 斗后, 致西府拜赐秦王, 与众官聊话别了。 殷县娘主说, 又到宇文市吉家去谢别, 见是吉家车骑列亭, 正在那里竖装, 罗公子进去相见了, 便问道, 尊驾有何荣行, 在此竖装。 世纪道, 帝因仙母一知, 就为葬, 告假两月, 将往洛阳整理焚营, 此刻就要起身, 恐不及送兄台荣归了。 罗公子道, 第一在明后日就要动身。 说了出门, 罗公子归来, 连夜收拾, 与窦公主, 花又兰拜别了秦母。 淑宝与张氏夫人, 怀与夫妻一出来拜别, 护送出门。 玉池男, 玉池北, 并太后赐的两名太监, 及随来攀眉等, 做了前队。 罗公子与窦公主, 花夫人并宫人妇女, 及金陵, 吴良等, 做了后队。 徐慧妃拆西府内间, 袁子燕一插清秦, 一将一, 罗, 贾三夫人, 拒拆人来送别。 石棺盖鉴别, 塞满道路, 送一二十里, 各自归家。 罗公子急忙要赶到雷夏墓所, 迎请窦剑德到幽州去, 吩咐日夕赶行。 不多几日, 一出同关, 将至陕州借口, 一个大村镇上。 那日起身得早, 尚未朝餐, 前队玉池南兄弟, 正要寻一个大宽展的饭店, 急切间在寻不处。 又去了李许, 只见一个酒连条出街心, 上写一连道, 暂停车马克, 全歇立民宫。 玉池南众人看见了, 就下马, 把马迹好进店去, 看房屋宽大, 更洗来得早, 无人歇下。 玉池南忙吩咐主人, 打扫洁净, 整治酒窑, 又出店来盼望后队。 只见街坊上来来往往, 许多人挤在兼闭一个安院门首, 玉池南问土人为这何事, 打道, 不晓得, 你们自建安理, 去看便知。 玉池兄弟忙, 挤进安来, 只见门前一间供携拦的, 进去三间佛堂, 门户窗帘, 抬桌器皿, 多打的精粉, 三四个老尼坐在一块儿涕起。 玉池南问着老尼, 老尼也只顾下泪为达。 指纹的耳边曹操杂杂的, 地方上人议论道, 那个公主, 也是个金枝玉叶, 不义国王家破, 被那官欺负。 玉池兄弟未及细问, 恐怕罗公子后对道了, 即便游身出来, 恰好罗公子与众人罗马一哄而至, 这旁斗公主与花夫人便下了罗教, 进殿去了。 罗公子下马, 见街坊上热闹, 叫玉池兄弟进去, 问地方上为这何事。 玉池南把土人的言语, 与安中的光景说了。 斗公主见说, 心中想到, 莫非随为后人流落在这里。 便叫左右去换那个老尼来, 那无良, 金灵出外, 到底是军人打扮, 他两个是好事生风的, 忙出殿走进安来。 对老尼说道, 欧家公主与小王一爷, 换你师父快去。 那老尼见说, 盲站起来问道, 是那个王一爷, 又是什么公主? 金灵道, 你过去便知明白。 老尼没奈何, 只得一头走, 一头向众人问名来历。 来到殿中, 见了公主, 公子, 打了几个棋手。 斗公主问道, 你安中被何人罗造? 有那朝公主在里边? 老尼答道, 当初随朝, 有个南洋公主, 少寡守节, 有一子名曰禅师。 因夏王陶宇文化吉时, 夏将于是成见公主美貌欲娶, 公主不从。 事成乌禅师与化吉同一党一, 静坐杀志。 公主向夏王哀请维尼, 赞誉洛阳, 因山寇窃发, 回长安房亲, 中途又被贼劫, 故此投到小安来住。 昨晚有一官府宇文师吉, 在此下殿, 不知被那个多嘴地说了, 那宇文官府走过安来, 必要请见南洋公主。 公主再三不肯相见, 那宇文官府立于户外说道, 公主寡居, 下官丧偶, 忠愧尚须, 公主若肯俯从, 下官当已今无助之, 论来这样青年, 大官府随了他去, 也完了终身, 不想南洋公主听说, 不但不肯从他, 反大怒起来, 在内发话道, 我与儒本系仇家, 今所以不忍家任于儒手, 因谋逆之日, 察辱不遇之耳。 今若相逼, 由此而已, 宇文官府之不可屈, 即便去了。 他手下道, 我窝顿了王随眷属, 逼乐着要炸我们银子, 没有, 故此打的这般模样。 窦公主道, 宇文世纪当初, 杨太仆知他有品行的, 故此一计, 教他头堂, 以妹子尽献, 方得一宠一, 眷。 不亦他余色改行, 已至于此, 可见这般咬文嚼字之人, 盖观后方可定论。 随教左右三四个妇女, 急同老妮进庵去, 请南阳公主道来一见。 众妇女去不多时, 用着南阳公主道店来。 但见一个云长雨衣, 未满三巡的家人, 窦公主同花夫人忙出来接见了, 训礼作定。 窦公主道, 刚才老妮说, 姐姐要往长安探亲, 未知何人? 南阳公主道, 唐光路大夫刘文静, 戏且王夫至亲, 今为唐家开国元勋, 亦欲往长安依附他, 已毙余生。 不想闻得刘公与陪奸不睦, 无以他事, 竟遭惨怒, 国家真灭, 亲戚雕王, 故事狂夫得以侵辱。 说吧, 累下鼠行。 窦公主见了这般光景, 不胜连续道, 既是姐姐欲归衣三宝, 此地非止足之所, 愚昧道有个所在, 为之遵义可否。 南阳公主道, 敢求公主指引。 窦公主道, 累下有个女真安, 现有阳帝十六院中秦, 离、 下、 离四位夫人, 在内守至焚修。 若节节肯去, 量必至同道合。 南阳公主道, 若得公主提携, 妾当朝夕鼎礼慈悲, 以助公主警服。 窦公主道, 我们也要到累下, 若遵义疑运, 快去收拾, 便同起身。 南阳公主大喜, 即起身去草草收拾停荡, 谢了种泥, 又到殿中。 窦公主把十两银子赏了老泥, 又叫手下雇了一成罗教, 与南阳公主坐了, 一同起行。 潘梅与金陵网向上去会抄, 只见柜内站着一个方面大耳一步求然的人笑道, 抄且慢会, 敢问方才上车的, 可就是夏王窦剑德之女吗? 潘梅答道, 正是。 又问道, 那个小王义爷又是谁? 金陵道, 就是幽州罗燕郡王之子惠城, 如今皇爷赐婚与他的。 纳汉又问道, 当初夏王的臣子孙安祖, 未知如今可在否? 金陵答道, 现从我们王义爷在山中修行。 纳汉点头说道, 可借丹园外的家眷如今不知怎样着落。 潘梅道, 单将军的女儿, 前日皇爷已与我家窦公主同日赐婚, 配与秦书宝之子小将军, 皇爷赐他福旧殡葬父亲, 即日要回陆州去了。 纳汉剑说, 拍手大笑道, 快活快活, 这才是个民主。 潘梅忙要撑还饭钱, 催他算账, 纳汉道, 夏王与孙安祖, 聚系我们西年好友, 金族下们偶然刺雇一范, 何足介意? 潘梅取银子称与他, 那汉奸直不肯收, 推住道, 不要小气, 请收了。 但不知族下说的那丹云外的灵鹫, 即日要回陆州, 此言可真否? 金陵道, 怎么不真, 早晚也要动身了? 纳汉道, 好, 请便吧。 潘梅问他姓名, 纳汉不肯说, 拱拱手反夺进去了。 潘, 接二人, 只得收了银子, 跨上马往前赶去。 看官们, 你到那殿中的大汉是谁? 也是江湖上一个有名的好汉性官名大刀, 辽东人, 西年曾范思岩, 做强盗, 无所不为的。 他天性笔薄是患, 不肯一棒人寻讨出身。 尽见李密, 山雄信等聚遭惨路, 他便收心, 在这里开一个大饭店。 遇着了贪一官污吏, 他便不肯放过, 必要庆囊道陀, 方才助手。 好处不肯杀人, 不肯做官, 他道, 我祖上官公, 是个正直天神, 我岂可妄杀人。 又道, 官公当日不肯降草, 我金亦不去投堂。 因此, 四方的豪杰人多敬服他。 正是, 海内英雄不一时, 费长自语, 拥于别。 可笑知乎者也人, 需要生气张奇说。 今说窦公主要他父亲一同到幽州来, 先打发右兰同众工人到雷夏, 自语罗公子到尹灵山, 要接父亲起身。 无奈窦见得与三藏和尚讲论, 看破尘世, 再不肯下山。 公主只得哭别了, 仍就到雷夏来。 贾润府与其扇行聚来接见。 女真安四位夫人, 适时又兰早已接到家中, 各个相见。 杨逸臣如夫人与仙, 徐茂公现已差人接去了。 公主祭奠了首后, 墓上田产, 衣交衣, 托两个老家人看管。 收拾行装, 差人送南阳公主与四位夫人到女真安去。 便同罗公子, 花又蓝, 往北进发。 贾润府送公子起身之后, 晓得善雄信家眷服就回鹿州。 音响, 雄信当初许多情义, 多少人受了他的后悔, 我曾与他为生死之一交医。 雄信临行时, 秦, 徐竹人, 歌谷定音, 报他的恩德。 我贾润府也是个有心肠的, 尚未愁其万一。 今日闻得他女儿女婿, 福酒归葬, 焰有不迎上去, 致灵前一拜之礼。 便收拾行囊, 拉了附近受过善雄贤惠的豪杰, 静奔长安不提。 且说秦怀玉与爱莲小姐满月后, 辞了祖母父母起身, 书宝差四名家将, 点四五十英兵护送。 怀玉因他父亲的功勋, 唐乙卓为殿前护卫又牵牛之职, 十众官备一来送行, 怀玉各个辞别, 用这一车起身。 行了几日, 已出长安, 天降傍晚, 仲家将家边去寻宿殿, 只见七八个大汉子, 巨石白布短衣, 罗帕缠头, 向前问道, 马上大哥, 借问一声, 那二贤庄丹云外的丧车, 可到这里来吗? 家将停着马达道, 就在后面来了。 那几个大汉听见, 如飞去了。 家将见那几个大汉已去, 心上疑惑起来, 恐是歹人, 忙都转马头, 追赶那几个大汉。 赶了离许, 只见陈烟齐楚, 一对车马头倒, 两面凤纸刺葬金字牌, 中间一副大红金字明经, 上写, 顾将军雄信单攻之旧。 冲天的招摇而来, 众好汉看见, 棋牌守道, 好了, 来了。 骑道就前趴在地下, 扫地呼天地大哭起来。 家将见了, 知不是歹人, 情怀欲盲, 跳下马桓里。 善夫人听见, 推开轿门, 细认七八个人中, 只有一个姓赵, 绰号叫做莽男, 当初杀了人, 亏雄信藏他在家, 费了银子解救。 其余多不认的, 想必多是受过私的。 善夫人不觉伤感大哭起来, 众好汉也哭了一回, 磕了几个响头, 站起来问道, 那一个是丹云外的姑爷秦小将军。 秦怀欲答道, 在下就是。 一个大汉走上前来, 执着秦怀欲的手, 看了说道, 好个丹二哥的女婿。 那一个又道, 秦大哥好个儿子。 赞了几声, 又问道, 令岳母与尊夫人可曾同来。 怀欲指道, 就在后车。 那汉便道, 众兄弟, 我们去见了丹二嫂。 众人骑到车前, 善夫人尚未下车, 众好汉七上八落地在下叩头, 善夫人如飞下车还礼。 众人起来说道, 二嫂, 我们闻得二哥背路, 众兄弟时常挂念, 只是不好来问候。 如今你老人家好了, 招了这个好女婿, 终身有靠了。 丹夫人道, 先夫不幸, 有泪功等费心。 蒙男儿道, 天色晚了, 把车推到殿中去罢, 假兄们在那里候久了。 怀欲道, 那个假兄。 众人道, 就是开边杖行透假论府, 他晓得令岳的丧车回来, 便拉了十来个兄弟们在那里等候。 说了, 便赶开护兵, 七八个好汉用力拥着丧车, 风雷闪电的去了。 原来贾润南拉其重好汉, 恰好也投在关大刀殿中。 当时建桑军将近, 便同众人迎道救前, 又是一番哭败。 善夫人同秦怀欲各个叩谢了, 关大刀同众人把丧车推在一间空屋里去。 贾润府领秦怀欲与丹夫人, 爱莲小姐, 到后边三四间屋里去, 说道, 这几间, 他们说, 还是前日窦公主到她店里来歇宿, 打扫洁净在此, 二嫂姑娘们正好安寝, 遵从就在外边两旁住了吧。 善夫人问贾润府道, 贾叔叔, 那班豪杰那里小得我们来, 却聚在此。 贾润府道, 投力那一起, 是官兄弟先打听着实, 知会了聚在此的, 后边这一路, 是我一路迎来, 说起欣然同来的。 这班人, 都是先年受过丹凶恩惠的, 所以如此。 说了吉童怀欲出来, 只见堂中正男一席, 上边供着一个纸牌, 写道, 亦有雄信单攻之位。 官大刀霸斩, 领众好友朝上叩手下去, 秦怀欲如非还礼。 官大刀霸碑筑放在雄信纸位面前, 然后起来说道, 贾大哥第二位就该秦姑爷了。 贾润府道, 这使不得, 他令月在上, 也不好对坐。 二来他令尊也曾 与众兄弟相遇, 怎好建作? 不如帝与秦姑爷 坐在丹二哥两旁, 众兄弟入席, 挨此而坐, 乃见我们只以义气为重, 不以明爵为尊, 才是江湖上的做法。 众人齐声道, 说的是, 大家入席坐定, 官大刀举杯大声说道, 丹二哥, 今夜葛路仲兄弟去你家令坦, 在小店奉陪, 二哥需要开怀唱饮一杯。 一堂的人, 大杯巨公, 一交衣, 错经吞, 都诉说当年与雄信像一交衣, 的旧话, 也有说到得意之处, 狂歌起舞, 也有说到伤心之处, 初位向灵前垂胸跌足哭起来。 只听见莽男儿叫道, 亲使爷, 我记得那年九月间, 你令祖母六世华诞, 令月差人转绿林号见到我们地方来, 我们那才不比于金本分, 正在外横行的日子, 不便陪众登堂。 把手指道, 只得同那三个弟兄, 凑成五六百斤, 来到齐州, 日礼又不敢造窄, 只守至二更十分, 寻找了尊府后门跳进来, 把银子放在仆包内, 丢在兄家内房院子里头。 这是想必令尊也曾与兄说过。 秦怀遇到, 家母曾到来。 正说得高兴, 只听得外面叩门升级, 关大刀如飞赶出来, 开门一看, 便道, 原来是丹主馆, 来得正好, 你们主的丧车, 与太太姑爷姑娘多在里面。 原来丹全, 当时随雄信在京, 建家主惨变后, 即便辞了丹夫人, 要回乡里。 秦书宝, 徐茂公, 知他是个义仆, 要抬举他, 弄一个小前程与他做, 他必不从, 静归二贤庄。 喜得善雄信平息做人好, 没有一个不苦惜他, 所以这些房屋田产, 尽有人照管在那里, 见得丹全一道, 多以交一, 赋予他。 丹全毫无私心, 田产利息, 西灯侧击。 金文夫人们扶旧回乡, 连夜奸程赶来。 在路上打听, 小德投在官家店里, 故此赶来。 当时官大刀扩上门, 领丹全道堂中来, 贾润府见了喜道, 丹主管, 你也来了。 丹全剑上边供着主人排位, 先上去扣了四口, 又要向众人行礼下去。 众好汉大家推注道, 闻得你也是有义气的男子, 岂可如此广丹, 全只得指向情怀欲叩手, 怀欲连忙扶起。 众人道, 主管快来坐了, 我们好吃酒了。 丹全道, 各位也请便, 我家太太不知下在那一房, 我去见了来。 说时早有妇女领了进去, 不宜时处来坐了。 贾润府道, 丹主管, 我们众兄弟, 念你主人生前之德, 其来付他灵鹫还乡, 到那里还要盘缓几日, 但不知你装上如何光景。 丹全道, 装上我以一色亭荡, 但未责的耳。 只是如今, 王氏冲在定州, 纠合了丙元贞复盼, 卢氏信被他用计杀害, 占了三四个城池。 前日问他已到陆安, 如今将到平阳来, 只恐路上难行奈何。 贾润府道, 当初我家卫公与伯当兄, 好好住在金庸, 被他用计送死, 山二哥又被他累积身亡。 几个好弟兄, 皆因他弄得七零八落。 金氏信兄弟又被他杀害, 我若遇着他, 匕首认知, 方快我心。 秦怀欲见说氏信被杀, 便垂垂道, 氏信叔叔与父亲结为兄弟, 小侄与他相聚数年。 金一旦惨亡, 家父闻之, 是必请兵剿灭此贼, 以暴罗叔叔之仇。 丹全道, 我昨夜在七星岗过夜, 三更十分, 梦见我家先老爷, 叫了我姓名说道, 我回去了, 可恨王氏冲, 杀我好友异地, 又是我同其手的心意交易, 我知此贼命数已决, 你去叫姑爷灭了他, 干了这场功, 官大刀道, 我们众兄弟同去除了这贼, 替罗家兄弟报了仇何如。 贾润府道, 若诸兄肯齐心, 管教此贼毕灭。 众人道, 即将安出。 贾润府道, 祭策自有, 必须临时这便, 今且慢说。 但必要官兄去方好, 只是没人替他开店。 官大刀道, 店中生意, 就些两日合妨, 但要留单主管在此。 单全道, 我是要随太太回去的。 贾润府道, 太太姑娘, 全区在店中住几日, 账单二哥之灵, 我们去干了这场功, 回店府就去喂池。 众好汉踊跃应道, 好。 善夫人在内听见, 忙叫人请贾润府进去说道, 小旭年幼, 恐怕未逢大敌, 还是打听, 他过了再走吧。 贾润府道, 二嫂丹放心, 干事皆是众兄弟去, 我与令坦只不过在途中接应, 总在我身上无妨。 说了出来, 对众人说道, 既是明早大家要去甘正经, 我们早些安寝罢。 过了一宵, 五更时分, 官大刀向贾润府耳上说了几句, 又叮嘱了单全一番, 先与众好汉悄然出门而去。 贾润府同秦怀裕率领了家将, 一离殿去了, 却说官大刀同莽男儿一般, 走了两三日, 将到谢州地方, 恰遇着了王世冲的前站, 见了一二十个穿白衣服的人来问道, 你们是那里来的百姓? 众人道, 我们是迎丹将军的就回去的。 马上将官问, 那个善将军, 众好汉答道, 就是善雄姓。 那将官道, 善雄姓是我家的勇将被唐朝杀的, 你们都是他什么人去扶他灵救? 众好汉道, 我们据是他当年管辖的兵族赶他的恩德, 故此不但路途而来, 爷们可是守这里地方的。 那将官道, 不是郑王一爷就在后面来了, 你们站一会儿便知分享。 正说是, 只见后面尘头齐楚, 一簇人马行进前来, 众好汉看了, 拍手洗道, 正是我家的旧王一爷。 那将官带了一肝好汉, 到王世冲面前说了。 王世冲问道, 丹将军的灵救, 你们扶他到那里。 众人道, 到二贤庄。 丙元真在旁边马上说道, 只怕是奸行, 叫人个人身上收紧, 众人神色不变, 便不疑惑。 王世冲道, 你们都是行武出身, 何不去投唐图个出身? 众人道, 唐家既不肯设我们的恩主, 我们安肯备以从唐。 王世冲道, 你们既是我家旧兵族, 我这里正少人, 何不就住在我帐下效用, 当初你们是步兵还是马兵? 众好汉道, 当时是马兵。 王世冲问了个人姓名, 叫书记上的侧击, 几副马匹一甲器械, 派入第二队。 今说贾润府同秦怀豫 与两个嘉江一行人等, 慢慢地已行了三日, 将近戒州。 贾润府叫秦怀豫差一个灵力小卒, 假装的乞丐, 前去打听, 自己守在一个官王庙里。 隔了两日, 只见差去的小卒归来报道, 小的出去打听我们这几位爷, 被王世冲信任收用, 已派入第二队。 昨夜他们已破平阳, 今要进杰州。 一路百姓多逃避一空, 只剩房屋。 他们下债在猫村, 不知为甚, 四更十分, 只听见军中宣喊, 华道有贼, 故此小的忙来报之。 贾润府见说, 忙起一刻大喜道, 众兄弟成功了, 快被马我们迎上去。 秦怀豫即便领两家将, 跨马前行。 未及一二里, 早望见一二是个白衣的人, 头利那人却是莽男, 提着两个手急, 飞奔前来, 叫道, 贾大哥, 王世冲, 丙元真二人手急在此, 后面追兵来了, 快去帮他们厮杀。 贾润府叫人, 把手急挑在枪杆上, 捅莽男儿飞赶去, 只见众好汉在一个山前, 与王家兵马, 正在那里厮杀。 莽男儿跑向前大声喊道, 我家大唐兵马来了。 秦怀豫扯满宫, 一连射死了两三个。 贾润府叫道, 王世冲, 丙元真两个逆贼, 手急已聚在此, 你们何苦自来送死? 王家兵将见了, 即便败将下去。 秦怀豫与众人, 直追至猫村, 贼兵只得弃了资重, 各自逃生。 贾润府将贼兵掳掠一弃之物, 装载了挤车, 上恐怕余贼未散, 又追赶三四十里, 然后转来。 早有人来报道, 当二爷丧车, 已被二贤庄许多庄户赶到官家殿里, 载进鹿州去了。 众好汉此时不是不行了, 聚骑了马, 连日夜兼程赶上丧车, 护进二贤庄。 地方官员晓得秦书宝名位俱尊, 其子怀育, 现任干牛之职。 墓下又见齐功, 多要想来吊后。 贾润府在庄前则一块丰厚之地, 定了主穴。 官大刀对贾润府道, 贾大哥, 我们这场攻接账单二哥的阴灵, 得以万全, 为什么呢? 地前夜与赵兄弟两个, 成王势冲, 丙元真九最熟睡时, 前宗入墓, 倒了两人的手机。 众兄弟骑上马出来, 惊动了帐房内, 直到是劫营的, 骑起身来追赶。 十天上昏黑, 众弟兄因寄不出路径, 只见黑暗中隐隐一人骑着马领路。 众弟兄认识我, 又不好高声相问, 只得随着他走了三四里。 天降发白, 那前头骑马的疏然不见了, 岂不是丹二哥因灵互信我们? 如今把这些衣室银钱分作两堆, 一堆赠与姑爷为殡葬之资, 一堆三与二仙庄左右邻居小民, 念他们往日看守房屋, 今又远来营救营葬, 少愁其劳。 贾润府与众好汉齐声道, 关大哥说的是, 秦怀遇到, 岂有此理, 这些东西诸君取之, 自该诸君剖之, 我则不敢当, 何况毕临。 正在推让时, 只见陆州官府抬了朱阳, 到灵前来吊宴, 秦怀遇同贾润府出来接住, 引到灵前去败国, 建院中罗列着两堆银前一事, 问是何故? 贾润府答道, 有几个商谷朋友, 是西年曾与丹公之义交一, 近来迎丧, 恰逢王室冲逆贼林镇, 众有推爱, 其上前用力剿灭, 贼鲁之物, 一气而去, 这些东西, 礼合众有收领, 不义众有仗义不从, 反于赐汇小民。 那个郡守孝道, 这也算一般义士了, 但是小民无功, 岂可收领逆赃, 寄云好义, 何不寄之光酷? 提醒了, 替丹公建此立碑, 以为是首, 亦是美事。 那行官建说, 心中想到, 我们做了一个官, 要百姓们一两五钱的书帕, 尚费许多唇舌, 金这主大财, 那班人反不肯收, 不知是何费长。 官们挨了一回, 见秦怀欲不言语, 指得别过去了。 众好汉便招地方上这些看得穷人, 进前来说道, 这一堆东西, 是秦姑也赐你们的, 以当酬劳之意。 你们领去从公分会, 不许因此些微之物, 征静起来, 到官府责罚。 自今以后, 你们戴秦姑也如戴丹云外一般变了。 众邻礼其跪下去, 欢呼拜谢, 领了出去。 官大刀对茂润府说道, 贾大哥, 我们的是以碧去罢。 又对秦怀欲道, 众弟兄不及败别令岳母了。 大家拱拱手欲别, 秦怀欲道, 这获利不好, 有无诸公之行, 请个承其而去何如。 众好汉道, 我们如此而来, 自当如此而去。 进阶黯然不顾而行, 看的人无不择择称献。 秦怀欲道手下造完了坟墓, 择了几日, 安葬好了丈人。 又见主管丹权, 忠惜爱主, 就劝丹夫人把他作为养子, 以祭丹氏的宗调。 将二贤庄填产, 尽赴丹权收馆, 以供春秋祭扫。 自同丹夫人与爱莲小姐, 竖庄起身。 家将们带领了王世冲, 并元真二人首级, 盲进了长安不提。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章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飞龙案解释。 此曰, 寂寂一将一, 天谨秀明, 陵波空步绕花音。 一只墨地间香后, 惹得狂风空丧身。 成乐意, 对方尊, 妖为玉带暗藏针。 骗此提破惊一事, 蝶血他年逼进门。 吊记这顾天, 金钱慢说, 秦怀玉剿灭了王世冲, 丙元真回来, 将二人首级献功, 堂地赏牢。 再说武德七年间, 四方诸丑, 亏了市民击灭江湾, 十堂皇晚年, 总多内一宠一, 生儿者二十余人, 无子者不计其数, 弥补私蝶寻一宠一, 爱, 隔陷其宫。 燃其间好事生风, 敢作敢为的, 吴如张, 尹二非。 他本是随文帝一宠一, 用过的, 忽然间堂地又把他两个弄起手来, 今兴一统天下, 虽不能做正位中宫, 却也言听计从, 无语不遂。 更值窦皇后俘虏不君, 先以驾崩, 因此两人的心肠更大了些。 但堂地因宫中年少家里甚多, 便在他两个身上, 也就平淡。 何如妇人家这节事, 如竹帘破败, 能有几个自毁简术的, 但看时事之逆与顺耳。 时之堂地身子不爽, 在丹宵宫中敬仰, 相借诸嫔妃, 非宣兆不得进来。 因此, 那些还鸟挪之人, 借在宫中敬首。 唯有那张, 尹二夫人, 年纪却在三巡之外, 血浪异尾, 愈老愈驾。 平夕虽与建成, 原吉, 眉来眼去, 情义往来, 恨无处可以相成款取。 那日, 恰好尹夫人拆事小英, 去请杨美人猝求耍子, 只见建成, 原吉两个小宫间跟了走来。 小英见了, 孝竹颜开问道, 二位王一爷, 在何处来? 建成, 原吉认得小英是尹夫人的丫鬟, 便道, 我两个特来寻你们二位夫人说句话, 你到何处去? 小英笑着摇头道, 不是二位王一爷, 是丹宵宫中出来, 如今回去快活, 为什么寻我们夫人起来? 若是有正经要会, 何不在前日昨日, 金却说这样话来骗我? 剑成听见, 欢喜不胜道, 为什么该在前日昨日来? 小英笑道, 罢了, 有人来撞剑, 又要搭出是非来, 请个便罢, 我要去干正经了。 就要走动, 当不起剑成是个九色之徒, 见那小桓说话伶俐, 一把扯到侧手一个花剑内, 叫小尖门手站着, 执着小鹰双手道, 小妮子, 你从实说与我们听了, 我把东西来送你。 小鹰笑道, 东西我不敢领, 继承二位王一爷, 下问, 待我对你说了吧。 前日初十, 是张夫人诞日, 昨日十三, 是我家尹夫人诞日。 这两天, 被众夫人闹得好艳, 今日甚是清闲, 张夫人又到无聊, 约了我家夫人, 叫我去请杨夫人来猝求耍子。 故此我说二位王一爷, 既有话要会二位夫人, 何不也在前两日来。 大家相聚, 岂不是一场盛会? 原集道, 众夫人拜寿, 我们怎好来亲热孝顺, 今日无事, 正好来补贺, 岂不是两边? 剑成道, 说得有理, 我们弟兄两个, 回去准备了礼物就来, 你与我们说声。 小英道, 二位王一爷, 认真要来, 我也不去请杨夫人了, 在宫庄后驾临。 但恐不准, 叫我那里当得起。 剑成, 原集道, 岂有此礼, 你道我虚言吗? 我们先将遗物与你取去, 送二夫人收了何如? 小英道, 若得如此, 方好相后。 二位王一爷, 各在身上解下一条八宝石井和衣欢, 撕鸟带, 赋予小英收了, 又道, 我们现今不能用情赠你, 少请到宫来, 断不虚拟的盛情。 小英道, 嫩说快去了来, 竟到后载门走近, 更绝近些。 三人别去, 正是慢跨富贵三春景, 且放煤烧完月鸣, 不说小英去通知章, 引二夫人。 且说剑成, 原集听见小英之言, 欢喜不胜。 急忙赶到府中, 收拾了珍珠美玉, 把两个金龙盒子成了, 脚弓肩捧着, 一同忙到后载门来。 门关见识二位殿下, 忙把门开了。 二王跨下马, 叫人牵了在外面伺候。 小宫肩捧着礼物, 二王走到分宫楼, 只见小英咬着指头, 站在门守玄望, 见了二王喜道, 王一爷, 门来了。 剑成道, 小英, 你可曾与二夫人说之。 小英点点头, 引二王进去, 到中堂坐下, 叫两三个公义奴医, 把礼物收了进去。 一盏茶时, 只见张, 引二位夫人跟着三四个公额, 轻衣连步, 走江出来。 二王如飞叫人, 把毯子扑下, 要行大礼。 二位夫人那礼肯受, 自己忙走进身来拖住。 张夫人道, 二王怎么要行起这个礼来, 岂不要折杀我们。 原急道, 二位夫人, 如同母子, 焉有圣受不行功败之礼。 尹夫人道, 求二位以常礼相见, 我们两个欣赏方安。 二王没奈何, 只得顺从了。 张夫人道, 去二王到楼上去坐坐, 省得这里不便。 尹夫人道, 姐姐主张不差。 大家同到楼上来, 二王看那三间楼的景致, 宛如取义将衣, 开宴上, 玉霞应繁华。 二王坐定, 用点心茶善, 彼此细尘款取。 张夫人道, 向蒙二王时常照拂, 使我二姊妹梦寐不能去怀, 不亦抚成后况, 教我两个何以客当。 原急笑道, 张夫人说甚话来, 骨肉之间不能时刻来孝顺, 这就是我们的罪了, 怎说那个话来。 剑成道, 我们心里时常要来奉后, 一来恐怕父皇撞见, 不好意思。 二来又恐夫人见罪, 不当吻便, 故此今日慢慢地走来, 恰好遇着小鹰, 叫她先来通知了, 方才放心。 尹夫人道, 我家张姐姐常常对我说, 三位殿下都是万岁所生, 不知为甚, 秦王见了我们, 一一之外, 毫无一些好处。 他以这父皇一宠衣, 爱, 交金强悍, 意气难堪。 故此前日皇上, 要他迁居洛阳, 幸得二位王一爷, 叫人来说了, 被我姊妹两个在万岁爷面前再次说了, 方才终止。 张夫人道, 总是由我四人一块做事, 不怕秦王飞上天去。 远吉道, 若得二位如此留心, 真是我们的母后了。 两夫人多笑起来, 拾起习真修, 雕盘异果, 无所不咬。 四人猜拳行令, 说说笑笑。 应, 其二王都是酒色中人, 起初还寻些礼貌, 到后来个人有了些酒, 血浪欢呼, 无所不至。 古人云, 酒适色之美。 二王酒量原是好的, 只因他们醉翁之一句不再酒, 便假装醉态。 远吉道, 我们酒适有了, 求二位夫人烧亭一会儿, 再饮和儒。 正是, 万恶果然迎世首, 从教授足子相残。 烧亭, 剑城校对远吉说道, 清风玉心, 音响余争, 正如乌山云梦, 难以言传。 远吉也笑道, 风排月阵, 应转远银, 总是我粗浅之人也学不出。 自此因, 其二王满心畅快, 打发攻坚与外面伺候地回去了, 便同二妃欢呼谈唱不提。 再说, 秦王因堂帝在丹宵宫养定, 他就不回西府, 晨昏定省, 每日调缝汤药, 整顿了六七日。 时日色已明, 月上花枝, 堂帝身子略以全渴, 便对秦王道, 无病今日身体稍绝安稳, 你一阵回府去看看。 秦王不敢推却, 只得领了父皇旨意, 辞驾出宫。 行至分宫楼, 呼听见弹争歌唱, 轻一声高一声, 运至悠扬。 秦王站了一回, 见世章, 尹二妃请宫, 便道, 他小父皇有病, 正该闷闷沉思, 为甚歌唱起来。 就要行动, 呼听见里面喊道, 这一大杯, 该是大哥饮的, 我去先干了。 秦王道, 他们弟兄两个, 平息有人, 在我跟前说许多话, 我尚猜疑。 不亦如今这时候, 还在这里吹弹歌唱, 不特不念父皇之急, 反来迎乱功为, 礼时难容。 我若敲门进去, 对他训论一番, 也是正理。 倘然父皇晓得, 又增起病来, 反为不美。 亭族想了一回道, 也罢, 暂将我的腰间玉带, 解下来挂在他宫门上, 带他们出来见了, 好叫他痛改前飞。 打算停荡, 即将腰间玉带解来, 挂在盘龙彩凤之门, 自己挪步而出。 却说英, 齐二王, 武庚时候忙起山来, 收拾完备了。 腰腰, 小英, 各送上汤点。 剑成对二妃道, 我二人称你二位如此恩情, 时刻不能去怀。 唐秦王这事稍可下手, 我们外边必传进来, 替你二夫人说, 如里边有什么机会, 也需差人报于我们得知。 张, 银二妃道, 秦王这事, 总是你我四人身上之事, 不必叮咛, 但是离多会少, 叫我二人如何排遣。 剑成游执着二妃之手, 哽咽难言。 原吉道, 你们不必愁烦, 我与大兄躺一得便, 即去来奉陪。 张, 尹二妃是泪, 直送至五宫门守, 开出来猛剑守门关间, 将玉带呈上去, 是昨夜不知何人挂在宫门上的。 剑成王取来一任, 却是秦王身上的二王, 吓得神色巨变, 便道, 这是秦王之物, 毕竟昨夜他回去, 在此经过, 晓得我们在内玩耍, 故留此以为纪念, 如今怎样好。 张燕雪说道, 不必慌张, 秦王既有如此贼质, 拼我一口硬咬着他, 这罪名看他逃到那里去。 便向剑成耳上说了几句, 剑成欢喜放心, 给予原吉免强散别归府。 张, 尹二妃忙进宫去打扮停党, 将秦王御带边乡, 四围割断了几处, 跟了夭夭, 小英骑上欲念, 同道丹宵宫来朝见堂弟。 堂弟吃了一惊, 便问道, 朕没有来宣你们, 何故特然而来? 二妃道, 一来妾等挂念龙体, 可能万安, 二来有不得已是, 要来见驾。 堂弟道, 有何事必要来见朕? 张, 尹二妃不觉流泪道, 妾等昨夜更深, 忽然秦王大罪, 闯进妾宫中来, 许多甜言魅语, 强要淫污, 妾等不从, 要扯他来见陛下, 耐力不能知, 被他走脱, 只把他一条玉带扯落在此, 请陛下详看, 已定其罪。 堂弟道, 世民这几日时刻在此侍奉, 昨阴阵并提小玉, 故黄昏时候, 叫他回府江西, 何曾用过酒来, 说甚大罪? 将玉带戏完, 又是秦王之物, 便道, 玉带虽是他的, 其中必有缘故, 或者是他走急了, 撩在何处? 你们公义奴役时了, 便将来诬陷他人, 这是使不得的呢。 尹瑟瑟道, 妾等几年侍奉陛下, 何曾诬陷他人, 说这样话来? 两个装出许多妖态, 满面流泪, 挨近身旁, 挨哭不止。 堂弟不得已, 只得说道, 既如此, 二妃且回, 带朕这人去问他。 集写几字这内奸传旨, 命运师李刚, 却会问秦王闯公情犹, 明白奏文。 因此, 张, 尹二妃, 只得谢恩回宫, 却说秦王夜间挂带之后, 忙归府中, 心中灼脑, 那里睡得着。 绝早起身, 把家政料理了一番, 便要进宫去问候。 只见左右报道, 御师李刚在外, 要见王一夜。 秦王指道, 是要问父皇病体, 便出来相见, 参业后坐定。 李刚道, 圣上龙体如何? 秦王道, 孤昨夜回来, 身子已决好些, 不知今日如何, 正要定性。 李刚道, 今早有个内臣传出旨意, 发到臣处, 要臣来请问殿下, 故臣不得不自来冒毒。 秦王忙叫左右, 摆着香案来开毒了。 此时秦王颜色惨淡, 便想道, 昨夜我一时听见, 故借此以警他们, 却反来诬陷我。 集队李刚道, 姑昨夜在父皇宫中回来, 楼前偶有所闻, 故将御带记挂于宫门, 使彼以警将来, 况此戏姑等家事, 亦难明白肃清。 只问先生, 姑何如人也, 而欲以孽作资护。 李刚道, 殿下功高望重, 岂臣下所感措辞。 今旨居疫情节来, 封复臣去回复圣旨, 便可豁然已。 秦王道, 说得有理, 便写了几句, 封好赋予李刚游了, 便辞出府去, 口复了圣旨。 时堂帝忙叫内臣服出, 便殿坐下。 李刚朝拜以臂, 叩问了圣体, 然后将秦王所封之书呈上。 堂帝展开来一看, 纸箭上写道, 家机也鸟个离朝, 丑态何须刺地敲。 难说当时秦于景, 严明恐惹圣心骄。 堂帝看了一遍道, 这是一首绝句, 叫朕那里晓得。 李刚道, 秦王秉姓中正言列, 陛下宿之, 此词必不敢倾斜。 文玉带挂于宫门, 量必有过。 陛下龙体出安, 且放在那里, 慢慢详查, 自然明白。 堂帝道, 既如此, 轻且去, 待阵思至。 李刚不敢覆奏, 此地而出。 当初汉霄和志绿云, 捉奸捉双, 捉贼捉脏, 这样尸体必要亲身看见, 无所推敲, 方可定案。 若听别人雕唆, 总难你断。 且大人家, 一日上有许多尸体纠缠, 何况朝廷。 当时堂帝见李刚出宫去了, 正要将此字揣摩, 只见宇文昭仪同刘杰鱼出来朝见。 堂帝道, 奇怪, 你们二妃子为甚也出来, 莫非亦有什么尸体? 二妃笑道, 刚才晓得张, 引二夫人出来奉后, 故此妾等一走来安省。 今日龙提响已万全, 还该寻些什么乐事, 排遣排遣才是。 堂帝见说, 微叹不言。 宇文昭仪瞥见了那张字指在龙案上, 便道, 此时乃正位之音, 陛下书此何用? 堂帝道, 妃子何以知其是正位? 宇文昭仪道, 陛下岂不看他四句字头上, 列着家丑难言四字, 明白书臣, 为甚不适。 堂帝到底是老实好人, 便将张, 引二妃出来告诉, 已知叫李刚去问秦王, 故此秦王写着几个字来回复, 说了一遍。 宇文昭仪道, 这样尸体, 岂可乱谈, 必须亲自撞见, 方可定案。 张, 引二夫人在随, 如此一胡一, 乱朝政, 他亦能干忍。 这几年, 秦王四海纵横, 岂无一女胜于此者, 和今日突然嫁言无几。 旷乾月陛下, 拆秦王平定洛阳, 又差妾等问选随宫美人, 收府库真起, 娇艳数千, 秦王从不一顾, 置于资财或者有之。 陛下可记得, 当时妾与张, 引二夫人等, 曾请各给回数十请, 与妾父母为业, 以蒙陛下首斥赐语, 秦王竟与淮安王神通, 风还照斥, 不肯给天。 以此看来, 贤王等皆是西财青涩之人, 安能如陛下终情娇妾者也。 张, 引二夫人, 或者由以此计怀, 未能释然也。 刘洁于道, 三十六宫, 四十八院, 粉黛数千, 娇额盈猎, 并无三尺之铜在内, 何苦以此吹毛求疵, 能不免动太幕皇后, 全下之悲乎。 这句话打动了唐帝的隐情, 便道, 我也未必就去推问, 二妃且默论她。 正说时, 有个内奸进来报道, 平阳公主轰。 唐帝叹道, 公主当初亲职金谷, 兴义兵已俯成大业, 至有今日。 不亦反不克想, 献我而亡。 说了不绝泪下。 语文, 刘二夫人道, 陛下七念公主, 犹疑势力三亡。 旷龙体出安, 诸是总系大朔, 陛下还一条户。 唐帝点头, 二妃正要扶唐帝到丹霄宫去, 呼兵部传本进来, 说一寇屠谷魂结连突厥克汗, 直犯明州, 请示救援。 唐帝想了想, 远比批道, 这驸马兵部总管柴少, 火租料理丧事后, 率领一京一兵一万前往芒州, 会同燕郡刺史罗城, 争叫二道, 无得持物。 急叫内奸船旨出去, 回到丹霄宫, 宜阳起居, 龙体平复。 一日, 在院普贤丸, 英, 齐二王在那里持马示剑, 秦王义率领西府诸臣建架。 言论问, 英, 齐二王与秦王, 各说武艺超群, 唐帝对玉池敬德道, 本领高低, 个人练义习衣, 若说屡立刚强, 单边划马, 人所难能, 不义敬德独善, 真骨皆罕有。 齐王挺身说道, 敬德所言, 恐皆虚狂, 他道满朝将士, 尽是木偶, 故此夸口, 以致我重不能使说, 今儿与他叫一胜负何如。 唐帝道, 而与静德比试何所取义? 静德道, 臣自幼学习, 十八般枪马之法并无虚发, 但以理论之, 殿下是君主, 功乃臣下, 岂可比试史说? 元吉道, 不妨, 此刻不论品质贵贱, 只叫说法, 暂时何害? 原来元吉一席马上史说, 一文静德夸口, 必要与他叫一胜负, 便请二哥全装冠甲, 一如鱼巢败走之状, 自甲善雄信飞马来追, 看你单边划马, 能夺我说否? 静德道, 愿赦臣死罪, 弓箭手颇重, 恐有伤损, 只以木朔去其封刃, 需以相聚, 独让殿下家人来迎, 臣自有必认之法。 元吉大怒, 思与部下, 亦将黄大岁说了几句, 便上马驰, 大干铁说大呼道, 敢与我叫说吗? 秦王听见, 便挺枪勒马而走。 元吉迟说追赶, 将有李许, 举说要刺秦王。 静德乘马赶上, 喊道, 静德在此, 误伤无主。 元吉碎弃了秦王, 挺朔来占静德。 被静德拦住, 夺过朔来, 元吉坠马而走。 只见黄太岁只赶过了元吉, 挺朔来刺秦王, 秦王奋不顾身而斗, 将要败使, 静德飞马赶来, 黄太岁忙把朔来刺静德, 静德把身一侧, 忙举手中鞭打去, 恰好那条朔又到面前, 静德夺过朔来一次, 可怜那黄太岁坠马而死。 静德忙去回奏堂帝道, 黄太岁遇害秦王, 故臣杀志。 元吉向前奏道, 秦王顾令静德杀我爱将, 有为圣旨, 齐斩静德, 以偿太岁之命。 秦王道, 眼见你使太岁来害我, 如此誓此抵罪, 静德不杀太岁, 无命易丧于太岁之手矣。 唐帝道, 黄太岁镇未尝使之, 合得上擅自提朔追逐秦王, 静德有救主之功, 震慎戒之。 况且, 你要他比说, 一设其罪, 已经忠以之心。 如弟兄当自相亲爱, 患难相扶, 数不施有余之意, 使无父寸心窃喜, 胜于如等定性多矣。 说了, 即便散朝不提,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章, 赵王雄聚龙虎关州喜霸, 占鸳鸯阵阵。 此曰, 事事不可及, 急则天际之。 事看花开烂漫, 便是送春时。 旷赴乌山顶上, 岂堪携云卧雨, 成立更屈齿。 莫以月如镜, 需防风折之。 百恩爱, 千千犬, 万相思。 极闲异断, 谁能细此长命思。 出我一腔忧恨, 打破五更热梦, 此寂冷嗖嗖。 天意常如此, 人情更可知。 吊集水吊歌头燕云,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是百年深。 不要说男子出逆境, 有怨天尤人, 即使妇人一多皆探。 一日之间, 就有无穷怨游, 总是难与人说的。 这回且不说唐公秦王兄弟夺朔之事, 再说随宫萧后, 与沙夫人, 薛尔, 韩俊娥, 雅娘住在突厥处, 突厥死后, 韩俊娥, 雅娘住了年鱼, 水土不掩, 先已病亡。 义成公主见丈夫死了, 亦遇报科, 年鱼亦死。 王毅的妻子江婷婷, 又因产身亡。 沙夫人把薛尔赠予王毅为济世, 罗罗虽然大了赵王五六年, 却也端庄沉静, 又且知书十里, 沙夫人竟将罗罗配与赵宇。 那突厥死后无似, 赵王便习了可汗之位, 后为正统, 聚首龙一虎官, 智勇兼备, 正令肃清, 退朝闲暇时, 凤沙夫人等后院游玩, 取尽孝道。 一日一交一, 秋十后, 萧后独自闲行, 助力回廊绿阳底下, 见院外马厩中, 有个后生马夫, 在那里割草上料, 闲关纳马吃草。 萧后看他相貌, 好像中国人, 因唤锦前来, 问, 你姓甚名谁, 是何楚人。 马夫道, 小的扬州人, 姓有名勇。 萧后道, 我说像中国人, 你有妻小吗? 为何来到此处? 马夫道, 小的向随王氏冲出征, 因流落辽城, 与一个相知周逢春同住。 不期遇着语文化级宫中三个女人, 说是隋朝陈光苑州夫人, 姬真苑梵夫人, 明霞苑杨夫人。 那周夫人说起来, 原来就是周冯春的族妹, 因此冯春便叫周夫人嫁了小的。 那樊夫人与杨夫人都嫁了周冯春。 萧后惊讶道, 有这等事, 如今三位夫人呢。 马夫道, 周氏随了小的年鱼, 因南产死了, 那樊夫人也害弱症死了。 只有杨夫人还随着周冯春在林青鸳鸯镇上, 开招商客店。 萧后道, 你既与周冯春同住, 为何又独自来到这里? 马夫道, 小的因周氏已死, 孤身漂泊, 同武中拉来这里投军, 因激留在此。 萧后又问, 你今年几岁了? 马夫道, 小的三十岁。 萧后想了一想说道, 我就是随朝萧后, 我连你也是中国人, 顾看周夫人面上, 要照顾你, 且还有话要细问。 只是日间在此不便说的, 待夜间我这人来换你, 乃夫叩头应诺而去。 是夜萧后正欲换那油水进去, 不想被人知觉, 传与赵王之道。 赵王已有私情够当, 勃然大怒, 丽将游勇处死。 正言归见了萧后一番, 严育公一奴医, 似查其出入。 萧后十分的残闷, 正是, 只因数据贤言语, 致令人亡己受残。 今说柴少领了圣旨, 随即发文书, 着令部下游击礼儒, 提兵一千, 知会罗城, 叫他先领兵去到明州, 抵住土玉魂, 我却提示来简灭二寇。 不一日, 李如到了幽州, 见了罗城, 罗城拆开文书看了, 急奏之郡王罗义, 罗义道, 明州远, 突厥可汗那里去尽, 况突厥可汗已死, 金四子正统可汗系随朝 沙夫人之于赵王, 文的萧后也在那里, 王义又在那里做了大臣, 仅是我们先朝的旧人。 你今只销领了一支兵去, 与他讲明了, 土玉魂不见正统可汗驻兵来, 也就罢了。 罗城道, 父王之言甚善, 便归到蜀中, 与窦县娘说了。 县娘道, 萧后当初曾到我家, 见她好一个人才, 文莎夫人是一个有志女子, 我要见她, 同你去走遭。 罗城道, 若得夫人同去, 尤为威武。 花又兰道, 妾也同二而去, 上上父母的坟。 原来窦县娘已养了一个儿子, 叫阿大, 花又兰已养一个儿子, 叫阿二, 差得半月, 各有八岁了。 随叫金陵, 无良大家收拾, 辞别了燕郡王其身。 行不多时, 已到岛口, 正统科汗得了信息, 忙与沙夫人商议道, 吐骨魂约我国驻兵, 同到中原去招扰, 两日正在这里选将, 不想唐朝到 岔燕郡王之子罗城来问罪, 如今怎么样好? 沙夫人道, 罗义元是我先帝的重臣, 妻子罗城, 因他勇敢, 就做了唐家的大臣。 况还有个窦见德的女儿县娘, 赐予他为妻。 他夫妻二人, 原是能争贯战之将, 不可小觑了他。 萧后道, 不是这句话, 若是他人夺了我们天下去, 不要说他来征伐, 就不来, 也要合伙去争较一番。 如今这里缘, 你们不知, 他与我家有终表之亲, 他家太木斗皇后, 与我家先太后, 是同胞姊妹, 岂不是亲戚? 旷斗仙娘我也认得, 是一个鸟挪之人, 只是嘴头子厉害些, 不见他什么本事, 他若来此, 我也要去会他。 郑统克汗听了, 忙出去与王毅商议, 使他先领一支兵出去, 自己慢慢地摆第二队出城。 例如, 要抢头弓, 做了先锋, 被王毅用计杀输了, 败将下去。 斗仙娘第二队挤冲上来, 见前面尘头齐楚, 好像败下来的光景。 仙娘挺着方天画戟, 且赶向前, 见战将那条枪离礼如, 后心不远。 着了忙, 便拔弧重剑, 拽满弓射去, 正中战将枪头上, 那将着了一惊。 只见王毅妻子薛眼, 捂着双刀迎将上来。 仙娘把方天挤招架, 两人斗上一二十盒, 薛眼气力不佳, 便纵马跳出圈子外来问道, 你可是永安公主吗? 斗仙娘道, 你既知我明, 何苦来寻死? 薛眼道, 你可认得萧娘娘吗? 仙娘道, 那个萧娘娘。 薛眼道, 就是先朝阳帝的正宫娘娘。 县娘道, 我们父皇曾与他诸讨过贼语文化级, 效后增到我国来一次。 薛眼儿笑道, 既如此, 我也不来杀你, 我家可汗来了。 斗仙娘笑道, 我也不来请你, 我家作官的来了。 各自归战, 不说薛眼儿归债, 与赵王说之。 斗仙娘兜转马头, 行不多几步, 只见罗承飞马而来, 县娘把杀阵与他说了。 罗承道, 既是赵王领兵出来, 我自去对付他。 忙到阵前, 叫小车去报之阵中, 快请正统克汗出来, 俺家主帅有话问他。 小族进去说了, 赵王忙叫兵足摆队伍出来, 正是冲天软赤硬龙袍 和紫雕影字招。 玉带腰围锦绣甲, 金枪手万动鸣镖, 白面光寒宁北极, 乌京摇曳定蛮礁。 何似玉龙修未稳, 一方权掌洋人草。 罗承见了举手道, 尊驾可就是先帝幼子赵王吗? 赵王道, 然也, 你可是燕郡王之子罗承。 罗承道, 正是。 昔为君臣, 金为秦楚, 奈为上命所逼, 不得不来疑问, 不知何故要铸土古魂来侵唐。 赵王道, 这句话戏是土玉魂见来常威, 实在我没有发兵。 旷唐之德天下, 德之宇文化吉之首, 并未得罪于父皇, 气数使然, 我亦不恨他。 金母后萧娘娘上在此, 汝令正斗公主想必也在这里, 凡尊夫人进宫一会, 便直端的。 罗承道, 还有一位义士王毅可在这里。 赵王指着后面一个金盔的战将说道, 这个就是。 王毅再马上鞠躬道, 小将军请了。 罗承道, 请殿下先回, 臣于夫妇同王兄进城来辩了。 赵王剑说, 便率兵先自回宫。 罗承使礼儒, 都里军马在城外, 王毅使夫人薛爷儿来迎接窦县娘, 自同罗承摆对进城。 罗承夫妇一进城来, 见人居酬密, 市镇扶奏, 那些民家多是张灯挂秀, 赎彩叮当, 把那驼师像尺叫不出的奇珍古丸, 百列门庭。 罗承夫妇在马上看了, 称陷不已。 说赵王进宫, 见了萧后与沙夫人, 即将王毅如何与他对债厮杀, 他们败了下去, 薛爷儿与窦县娘又如何较量, 爷儿乖巧, 他要输了, 信我出去得快, 罗承也道, 大家说了一番, 罗承肯同县娘进宫来见萧母后, 萧后道, 他们既要入宫, 你快吩咐御膳所, 好好备宴, 美事齐整些。 赵王道, 这个晓得, 出去叫文武宾聊, 点二千兵把守各处, 直到宫门内, 鸣枪亮刀, 摆设齐整。 又叫城中百姓, 张灯结彩, 迎天使。 又叫两个小蛮吩咐道, 你两个快快到城外, 去对王一爷, 说, 如窦公主进宫, 命薛夫人送至宫中。 小蛮去了不多几时, 只见四个内奸进来报道, 天使到了。 赵王因罗承是个天使差官, 只得到二门上接了进去, 罗国后也跟二公一奴役接了窦县娘, 血眼随了进去。 萧后, 沙夫人与窦县娘见过了礼。 罗承到了龙生殿, 见有香案在内, 就把赤福告命供在上面, 赵王朝拜了。 罗承道, 殿下请禁问生萧娘娘可要出来接旨。 赵王如飞进去, 与萧后说之。 萧后想了一想, 叹口气道, 哎, 当初人拜我, 如今我拜人, 天下缘不是他夺的, 况又是亲戚, 做了一统之主, 如今俨然朝命伦因, 便去参业也罢, 只是没有朝服在此奈何。 赵王道, 当初公主的法服尚在妾中, 何不娶来穿上, 岂不是好。 赵王叫公义奴义取出, 替萧后穿好, 与寻常炫彩炯别, 出来拜了圣旨。 罗承要请萧后上做朝拜, 萧后垂类道, 国灭家王, 金飞西比, 何云蒋礼, 请小将军不必。 赵王, 王毅, 接劝常礼, 罗承见说, 只得常礼相见了。 萧后进去, 也请献娘上做内席。 萧后对谢娘道, 我当初乱亡之日, 曾到过上宫, 那时公主年方二九, 于今有三具内外了, 不知有几位令郎。 谢娘道, 妾池长三十一岁了, 两个小犬巨是八岁, 一个是妾所生, 一个是花儿娘所生。 沙夫人道, 正是还有个花木兰的妹子又兰, 闻得也是个有义气的女子, 想是伴着两个小相公住在家里吗? 斗县娘道, 那两儿顽劣, 见我出来, 她怎肯住在家? 如今随着二娘, 也在寨中。 萧后道, 既如此, 何不请到宫中一会? 傻, 罗尔夫人忙叫人进来, 拆她拿两个宝年, 到罗老爷大寨里, 去请花夫人同二位小相公进来。 小蛮领命而去, 斗县娘一叫金灵出去, 对罗承说之, 叫她这人回寨宝送进来。 萧后道, 普天混乱之时, 不亦你们这些若男若女, 自立经济各得其所。 但不知女真安内四位夫人可安否。 斗县娘道, 娘娘不知, 她四位夫人, 起初只有杨、徐、 秦三家公善。 如今阴役将一, 荆波赐与成之节, 贾临云赐与魏征, 罗生赐与玉池敬德, 这三家都是徐, 秦同家好弟兄, 各出几财, 替她致买回地, 供养她安逸的节。 沙夫人道, 三位夫人在何处, 得以朝廷义宠一, 刺。 县娘就把幼兰道女真安回来御语, 住在殷寡一妇, 家, 遇了三位夫人, 钦差太监之事一将一, 罗, 甲三位, 同志经中细细竖了一遍。 沙夫人道, 一将一, 罗, 甲三位夫人, 该享厚福。 若是当初同我们走出, 如今也在一处, 因她命中该招贵夫, 故此不幸中得了一宠衣, 姓。 罗国母道, 如今这四位亲赐夫人可好吗? 县娘道, 想比当时更觉得一些。 袁子燕生了一子, 文要聘贾林云的女儿。 一将一, 京波生了一女, 文许佩罗配生的儿子, 都是相爱相敬的。 萧后道, 我也常在此想念, 巴不能中国有人来, 同我回家去, 看看先帝的坟墓。 如今好了, 我同你们回去, 死也死在中国。 正说时, 只见一个小蛮进来报道, 华尔夫人到了。 沙夫人同罗国母迎了上去, 安县娘见了说道, 小大, 小二, 快同做娘的, 来拜见了萧娘娘三位。 花又兰忙请萧后上去做了见礼, 萧后不肯道, 快请常礼见了, 我们讲话。 花又兰道, 草毛见智, 犹如娘娘赐照。 萧后道, 说那礼话来, 不为共仔, 何妨以彼清光。 又兰与沙夫人, 罗国母及薛尔见了礼。 萧后见两个孩子恭恭敬敬, 也在那里作医。 芒叫抱来, 双手掰了两个, 坐在膝上道, 何妤双珠生此宁心连弊。 谢娘道, 娘娘可放那两个小犬, 到殿上去见了殿下。 罗国母道, 妾同二位相公去看如何见礼。 萧后说, 我们大家去走走。 到了外面, 正在那里作席。 赵王看见了, 甚是欢喜。 就叫把乙儿来作了, 众夫人一进来饮酒。 萧后看县娘面貌, 不要说人才端正, 兼致替躺风一流, 更自可人。 看右蓝体断, 与县娘差不多, 那肌肤的白妾, 真似柔衣护膝, 但觉处腰宽吞了些。 萧后叫公义奴医, 娶日历来看了一看说道, 后日是出行日期, 老身便同公主夫人, 回中原去走遭。 县娘笑道, 娘娘若到了中原去, 恐怕中原人, 不肯放娘娘赚来奈何。 萧后道, 除非是我先帝九泉回阳, 或者可以做的歇主。 厅回跑完了酒, 赵王领了罗家两个孩子进来, 萧后对赵王说了, 要回南去看先帝的坟墓, 沙夫人再三不肯。 赵王等萧后陪了县娘去说话, 便对沙夫人道, 母后好不凑去, 这里由母后足矣, 她在这里也无干, 既要回去由她回去。 说了出来, 如非与王毅说之, 王毅道, 娘娘要去看先帝坟墓, 即是有志的事, 臣义要同去枯摆先帝。 赵王进来, 恰好斗谢娘等要辞别起行, 赵王道, 家母后总是后日要回南去, 公主请住在这里一两天, 同行如何? 萧后, 沙夫人意在三挽留, 县娘住在萧后宫中, 萧后对县娘道, 当初我见公主外边君绿岩一经一, 归众行动规矩, 凛然不可犯, 未甚如今这般一温一, 柔和软, 使人可爱可敬。 县娘道, 当初窃随母后的时节, 母后至家严肃, 言笑不苟, 不知为甚跟了罗郎之后, 被她提醒了几句, 便觉一温一和敬爱, 时刻为主, 喜笑怒骂, 别有文章。 萧后道, 如此说, 你们厌晚之情想赌的了。 阴不觉剁下泪来道, 先皇帝当年与我他亦是如此, 他撇我在此, 弄得如稿木死灰, 老井难堪。 县娘道, 我闻得当今唐天子, 一桶山河。 也喜快活的了, 不多几时, 选了几个美人进去。 萧后点点头, 吩咐公义奴, 一打碟行装。 疏忽过了两日, 罗承已先插潘梅写文书, 官慧柴哨了。 自同县娘等做了前队, 李如与王毅夫妇做了后队, 只拨停荡, 便解别其行。 萧后与沙夫人, 罗国母, 一个大哭一场上年。 罗承在路上, 换了赵王的旗号, 如金印土玉魂的光景。 不提。 再说, 柴哨得了旨意, 忙完了丧葬, 几点兵启程, 到了明州, 将地图摆列着, 看了一遍, 叫土人询问一番, 毫无虚谬, 即便竞争。 那土玉魂晓得了, 也变则一个高山, 名曰五孤山, 那山有许多的好处。 但见, 曾卵眼映, 轻松玉语。 连锦跌尸迎回, 翠百森森乱舞。 云间风际, 喧天雷鼓居中就叫霞峰, 阵地名罗成厚。 说声窥英五色, 一派长歌利刃, 犹如踏碎雷车, 不过驼马八方, 许多杀气寒烟, 晚似撤开闪雷。 正是一交一, 兵部侠挥长剑, 难返英雄几万事。 柴郡王于此山, 直远一二剑地, 扎住迎战。 又暗调许多将士, 将一个一壶衣, 床, 坐了, 呆看那山峰高碟翠, 果然好景。 那土玉魂蛮兵, 见他这般举动, 恐怕柴少是个劲敌, 疏忽间要冲上山来, 便飞剑如雨, 存将下来。 柴郡马将士, 毫无惊慌之意, 暗阵站定, 见之面前, 一步步移, 口弦首调, 各个擒拿, 绝无一个损伤。 柴少叫两个女子, 年方十七八, 娇姿妙态, 手拨琵琶, 长短青猴, 相对歌舞。 吐骨浑见了大亥, 可停歌戏看。 那一队翻一江一, 倒海, 蝶乱花飞, 歌舞好一回。 又一队上场, 欲出欲骑的装眼搓弄, 赛过一阳女子, 走索佳人。 将有了两三个时辰, 只听得五孤山后, 一声炮响, 忽然四下呐喊。 柴郡马之罗城, 率领人马一道, 盲帅一经一骑杀上山来, 前后加工, 卤众大溃退去。 柴, 罗二军, 追至三四十里, 方才凯杰班师。 王毅见了柴少, 说是送萧后回南。 柴少亦见了萧后, 一对同行。 柴少恐怕朝廷遗弃, 急于奏结书中, 说起萧后要回南省墓, 遇差礼儒, 塑行上文。 自因要去会齐国远, 在山东做官, 故与罗城同走。 窦县娘要到雷夏, 拜目, 一同起行。 一日行至临清, 天色傍晚, 萧后问王毅道, 可到鸳鸯镇过吗? 左右回道, 这是碧游之路。 萧后道, 闻得鸳鸯镇有个周家饭店, 我们在那里去歇罢。 众人应声, 赶到前面, 建一个招牌, 写道, 周冯春招商客店, 众人歇了。 柴少, 罗城, 恐怕一个店里住不下, 各寻一店歇了。 萧后坐在窖中, 看见店外站着一个大汉, 约有三巡之外, 柜内坐着一个好妇人, 仔细一看, 正是冥霞院杨翩翩, 见她对着那大汉说道, 当家的, 你去问她是谁家宝卷, 接了进来。 那时薛尔先下马来, 把杨夫人定线一看, 便失声道, 这是杨夫人, 为什么在此? 杨夫人见说, 忙走出一看, 见是薛夫人, 忙个相见到, 一向在那里。 金童那个来, 前面是谁? 薛尔道, 就是萧后娘娘。 是杨翩翩对外面喊道, 走堂的, 把萧娘娘行礼, 接到关的那一间屋里去。 萧后吓叫来, 杨翩翩接了萧后, 薛尔进去, 到堂屋内, 要叩见萧后。 萧后不要, 常礼见了, 执着那杨翩翩首道, 我只到梦里与你相会, 不亦这里遇着。 大家慰问一番, 萧后道, 我进门来, 见他贵外战的, 可是你丈夫吗? 偏偏道, 正是, 他原是一个武辩出身, 窃随他有六七年了。 萧后假意问道, 你独自一个出来的, 还有别个? 偏偏道, 还有周夫人, 樊夫人。 萧后道, 她两个如今在那里。 偏偏道, 樊夫人与我同住, 染病而亡, 周夫人嫁了游泳, 一二年就死了。 萧后道, 你房坐在那里。 偏偏把手向前指道, 就是这一间里。 听见外面丈夫叫, 就走了出去。 萧后追思往昔, 不胜伤感, 落下泪来, 再睡不着。 不想明日火炭般发起热来, 女眷们拥着问候, 柴, 罗芒叫人请医生看指。 住了两日, 萧后胸中塞紧, 尚行动不得。 柴少兼得地报, 说宫中许多不目, 随与罗承化别, 掀起身负指去了。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章单 萧公嫔妃, 焦赠玄武门兄弟相残。 此曰, 喜沙家妻, 欢爱礼, 情深意热。 性青春未老, 鸳鸯蝴蝶, 百合香云连礼之, 三星气暖同心结。 问苍天, 何是慢追求? 甘长焰, 眉间恨, 风重叠, 心下事, 心明灭。 看抹绿残红, 一江一, 山改色。 却望一朝容易虎惠, 岂之长乐语云些? 探今萧此恨最难鸣, 凭谁说? 调记满一江一, 红人生最难是以家卫国, 父子群雄振起一时, 使谋定计, 张兵挺任, 传乎斩酌, 不知废了多少谋划, 担了无数惊慌, 命中该是他忍受, 随你四方震动, 诸愁跳梁, 不久终归真面。 至于内言诸事, 量无他便, 断不去运筹处置, 可知这节事, 总是命远天巧, 气数使然。 不要说建成, 原己, 即是民工高望重, 宇章, 隐二非共为兼谋, 就在有几个有才干的, 一难屈挽天心。 金曼说, 萧后在周喜殿中害病, 且说秦王当时已欲带挂于章, 隐二非公门, 原是要他们至今改过, 各个正道为人。 不亦唐帝误信谗言, 反差李刚去问他, 若说父子不过是秦礼, 若说朝廷却有律法, 那时怎个剖分? 亏得李刚教秦王书一词以副奏, 幸亏唐帝宽宏大度, 一则是有公嫔妃, 一则是嫡亲瓜葛, 又亏宇文, 刘二非, 平息受国英, 其二王的东西便清清淡淡, 把这件事说得冰冷。 唐帝把此事也就抹杀, 秦王见父皇不来究问, 也便不提。 剑成, 原籍竟接纳的嫔妃, 已通消息。 张, 尹二非, 晓得平阳公主会葬, 纵为大臣尽要去护送, 便透消息出来, 叫英, 其二王行事。 那剑成, 原籍是个丧心病狂之人, 得此机会, 送了公主之葬, 便在途中普就禅怨相后着了。 假意殷勤, 一团衣, 聚在一处, 急忙摆下言席。 秦王是个豁达之主, 知道他们警醒, 毫不介意。 背应, 其二王已振酒相眷, 刚饮半杯, 只见梁坚如燕泥南, 飞鸣而过, 一会杯中, 殿无秦王袍府。 秦王起身更衣, 便觉心疼腹痛, 急忙回府。 忠宵谢谢, 呕血述声, 几乎不免。 西府群臣闻之, 都来问安, 力劝早出二王。 其实上宫中, 秦王亦有心腹, 作与堂帝晓得了, 赤了一惊。 念一将一, 山人物都是他的功劳, 如飞驾性西宫问及。 堂帝指手问道, 而自有生以来, 从无此急, 何今忽发, 莫非此中有辜吗? 秦王眼中垂泪, 就把昨日送葬, 中途遇着英, 其二王, 同志四中饮酒, 细细竖了一遍。 不觉窥然常叹道, 六宫宣孝, 三井传呼, 日礼风和, 花香洒热, 彼此夺早争离, 岂非有余欢爱, 西县汉家长枕, 将是大辈。 其亿便起仓促, 心碎血奔。 而树该如此, 则天虎已酷, 人也惜孤, 但恐其中未必然而。 金兴赖父皇高后之福, 圣母在天之灵, 得以无恙, 树可养胃黄文矣。 说了, 洒下泪来。 堂帝见了这般光景, 心中一决不安, 因对秦王道, 朕昔年首见大谋, 须平海内, 皆辱之功。 当时元玉立辱为四, 辱又故此。 金兼成年以吉掌, 为四日久, 朕不忍夺之。 官辱兄弟四不相容, 如若同处精益, 必有征静, 当前辱建行台居洛阳, 自陕以东皆辱主之, 仍命辱建天子惊起, 如汉良孝王故事可也。 秦王垂类辞道, 父子相依, 人伦家旷, 岂可远离西夏, 有为定省。 唐帝道, 天下一家, 东西两都, 道路甚尔。 朕若私辱, 吉王辱处一见, 又何悲哀? 说罢, 便上脸回宫。 秦王眷属宾聊, 听见此言, 以为脱离火坑, 无不踊跃欢喜。 建成晓得了, 直到去此荆棘, 可以无忧, 忙去报与元吉之道。 元吉听了跌脚道, 罢了, 此旨若下, 我被拒不得生意。 建成大害道, 何故? 元吉道, 秦王公大谋勇, 府中文武被卒, 亦有举动, 四方响应。 如今, 在此家庭相聚, 比虽多谋, 只好吃手, 英雄无用武之地。 若是居洛阳, 见天子旗号, 妄子尊大起来, 土地已广, 良想又足。 凡比提拔剑引将士, 大半闪东之人。 倘若谋为不轨, 不要说大哥建位, 及父皇之士, 亦当拱手让志。 那时你我据为己上之肉, 尚敢与之错以惑。 建成道, 地论甚荡, 今作何计以止之。 元吉道, 如今大哥, 作肃密令树人上风氏, 严秦王左右, 文王洛阳, 无不喜悦, 观其志趣, 恐不复来。 更浅尽兴之臣, 以利害说上, 我与大哥如飞到内宫去, 叫他们日夜赠速市民于上, 则上亿自然终止。 仍旧将他留于长安, 如同一匹夫合议。 然后定计罪他, 岂不容易? 建成听说孝道, 无地之言, 妙吉, 妙吉。 于是两个人, 便去差人做事不提。 正是, 采心已断封前路, 欺慕空怀郭外邻。 世间, 随你英雄好汉, 都知妇人之言不可听。 不知席上枕边, 偏是妇人之言人耳。 说来玩玩曲曲, 觉得有着落又疼热。 任你力能举顶, 才可贯君, 到此不知不觉, 做了肉消骨化, 只得默默忍受。 倘若更改, 偏生许多烦恼, 弄得耳根不静。 堂弟此时, 因年纪高大, 一喜安居尊重, 平受他们许多英言厌语。 更兼太子齐王, 买主他们雕缩谋话, 把一个绝好旨意, 竟成冰箫瓦解。 还要休假献, 要堂弟杀害秦王。 幸得堂弟仁慈, 便不提起。 那些秦王辽蜀, 无不专厚明智。 时天气炎热, 秦王绝早在院子里赏兰, 只见杜儒惠, 长孙无忌排榻而入, 秦王经问道, 二卿有何事, 处热而至。 儒惠上未开口, 无忌皱着双眉说道, 殿下可知东宫图谋, 事不容缓, 恐臣等不能忠视殿下奈何。 秦王道, 何所见而云然? 儒惠道, 前东宫差内使道楚中, 招引了二三十个亡命之徒, 早养入府中去了。 又有何州刺史卢氏良, 宋东宫长大汉子二十余人, 这是月初的事, 我在一前募见的。 昨夜黄昏时候, 又有三四十人, 说是关外人, 要投东宫去的。 殿下誓思他又不长进兵, 又不以习衣, 武征辽, 又不慕勇敌国, 巍巍夜庭, 要此等人何用? 秦王正要答话, 又见徐义福同城之杰, 欲持静德进来见礼过了, 之杰把善于摇着身体说道, 天气炎热, 人情急迫, 月强之信, 严及柴门, 殿下和尚安然而不违备也。 秦王道, 刚才儒惠也在这里对吴议论, 但是骨肉相残, 骨金大鳄, 无成之祸在旦夕, 亦遇似其先发, 然后以一讨之, 恕罪不在我。 竟得道, 殿下之言, 孔畏尽善, 人情谁不受其死, 今众人以死供奉殿下, 乃天寿也。 祸及垂发, 而殿下犹若网闻, 殿下纵字轻, 如宗庙设计和。 殿下不用臣之言, 臣将篡身草则, 不能留居大王左右, 束手授我也。 吴计道, 殿下不从敬德之言, 是大败矣。 唐敬德等不能仰体于殿下, 即吴计一相随而去, 不能服侍殿下矣。 秦王道, 无所言亦未可全弃, 容更屠之。 致杰道, 今早陈家小义奴役成员, 在熟面铺里, 看见工作边七八个人, 在那里吃面, 都是长大强悍。 成员挤在一个厢房里边, 听他那中有个人说, 大王一爷, 怎么样待我们好? 那几个道大王一爷, 如何怎样厚点? 又有个人道, 就是二王一爷, 也甚慷慨多恩。 正说得高兴, 只见二人走进来说道, 叫咱各处找寻, 你们却在这里用面饭。 王一爷, 起山了, 快些去罢, 众人留他吃面, 那人面也不要吃, 大家一哄出门。 小私人的那人, 是世子府中买办的王克沙, 归家与臣说之。 臣看此行径, 火炎旦夕, 岂容稍缓。 徐义福道, 二王平息寻故, 遗害殿下, 已非一次。 只看他将金银一车, 赠予护军御持, 御持信赖不从。 又以金箔刺断至元, 至元确之。 又赠总管成之节出为康州刺史, 性之节抵死不去。 这几个人都是殿下古功一语, 至死不义, 倘有不测, 其何以堪。 说了, 禁不住T4一交医, 刘, 秦王道, 既如此说, 你同之结伙速到徐日处, 长孙吴继与杜如会到李静那里去, 把那些话, 被细数于他们听, 看他两个的议论何如。 众人听了, 即便起身, 且不说徐义复同城之节到徐茂宫处, 且说长孙吴继与杜如会都是书生打扮, 跟了两个能干家人, 星夜来到安州大都都里要诗处。 要诗见了, 一则已喜, 一则已聚, 喜的是自己相聚, 聚的是二公一福而至。 忙留他们到书房中去, 杯酒促膝谈心, 杜如会忙把朝里头的尸体细细术语要试听了。 要试到, 军国众武, 我们外言之臣, 尚好少参莫义, 况有民主在上, 臣等义不敢措辞。 至于家庭之事, 秦王攻盖天下, 勋满山河, 将来富贵, 正位可良, 今直细强小信, 自能权衡从事, 何必要问外臣? 凡二兄为帝, 婉言复之。 无忌, 儒惠再三恳求, 李诞微笑谢罪而已。 儒惠没奈何, 只得住了一宵, 将近五更, 恐怕朝中有变, 写一字流于岸上, 同无忌悄悄出门。 走了四五十里, 绝好一个天气, 只见山脚底下推起一阵乌云上山, 一煞时四面狂风骤起。 无忌道, 天光变了, 我们寻一个人家去歇息一回方好。 儒惠的家人杜曾说道, 二位老爷紧赶一步, 不上二三里转进去, 就是徐老爷的住居了。 儒惠道, 正是, 我们快赶快一步。 无忌问, 那个徐老爷。 儒惠道, 就是徐德言, 他的妻子就是我家婊子乐昌公主。 无忌道, 哦, 原来就是破镜重圆的, 这人为什么不做官住在这里。 儒惠道, 他不乐于示唤, 愿甘临全自饮。 无忌道, 这夫妇两个是有意思的人, 我们正好去拜望他。 大家家边纵马, 赶到村前, 只见一弯绿水寻寻, 胜浮清流。 几代垂扬鸟鸟, 峰回桥畔。 远望去好一座大庄房, 共有四五百人家, 在田筹间耕耘不止。 一行人过桥来, 到了门首便下了牲口, 门上人就出来问道, 爷们是那里。 杜曾应道, 我们是长安社老爷, 因道安州在此经过, 故来拜望老爷。 那门上人道, 我家老爷, 今早前村人家来接去了。 杜如慧道, 你同我家人进去秉治公主, 说我杜如慧在此, 公主自然明白。 就对杜曾道, 你进去看见公主, 说我要进来拜见。 门上人应声, 同杜曾进去了一回, 只见开了一二重门出来, 请如慧, 无忌到中堂坐下。 稍请, 见两个垂条女子, 请如慧进内室中去, 只见公主, 雅丹千茜, 酷是剽戏。 装成下菜, 沙片泥泥四阳河, 人如初日, 荣影纷纷似流影。 好个天装艳色, 皱成双缺之红, 袖抹云蓝, 低作万家之翠。 真是画梅楼盼, 即是书林, 赴粉房中便为家属。 如慧见了, 要败将下去。 乐昌公主曰, 天气炎热, 表弟请长礼罢。 如慧一臂, 做了问道, 子子, 子夫往那里去了。 公主道, 这里村巷, 每三七十七, 有许多公庚子弟, 邀请当家的去讲学, 申明孝提忠信之意, 因此同我宁儿前去。 我已差人去请了, 想必也就回来。 两个又问了些家事, 公主便道, 闻得表弟在秦王府中做官, 为何是出来奔走, 莫非朝中又有什么缘辜吗? 如慧道, 子子真神仙中人也。 虽将秦王与建成, 原籍之事细细竖了一遍。 公主道, 这是我已略知一二, 今表弟又欲何往? 如慧昼眉道, 秦王叫我二臣, 往安州都督里要失处, 问他以觉醒指, 不亦他却一言不发, 你倒可恨否? 公主道, 依于子看来, 此事要失身得大臣之体, 何恨之有? 旷要失的张夫人, 前日曾差人来问候, 因说要失为以国事为优, 一言早晚朝中必有举动。 如慧道, 子子实见高敏, 何如要失身得大臣之体? 为甚先以略知一二。 公主道, 当初我在杨府中, 张, 尹二夫人, 曾慕我之名, 与我礼尚往来, 金烧西书。 其嫔妃中上有西年与我结为姊妹, 一个是徐王元礼之母郭婕瑜, 一个是道王元霸之母刘婕瑜, 她两个与我甚是情密。 刘夫人前日差人来送东西与我, 我曾问她朝政, 她说张, 尹二夫人语英, 其二王, 如何要害秦王, 把金银买主了有儿子的夫人, 在朝廷面前窜梭? 我家郭, 刘二妹还好些, 那张, 尹与这般都仅趁着帮趁她, 晓得秦府智略之事, 心腹可担者, 如李靖, 徐之仇, 皆智之外地。 房元陵与帝长孙吴继等, 今接日西赠之余上, 而私逐之, 躺一朝进去, 独胜一秦王在彼, 如催枯拉朽, 成何所用? 旷吴帝朝夕居其地, 施其路, 不思尽忠, 代为筹划, 已尽臣直, 反东奔西走, 难道徐, 李真有田光之志吗? 如会上有分辨, 只见家人报道, 老爷回来了。 徐得言忙进来见了李, 便问道, 老舅久违了, 外面何人? 如会道, 是长孙吴继。 徐得言道, 他从没有到我这里, 岂可让他独坐在外, 地统老舅到厅上去。 便对公主道, 快收拾便饭来。 大家到厅上来, 徐得言与吴继相见了, 真是英雄欢聚, 费笔饭长。 一扇出酒饭来, 大家入席。 吴继将二王之事, 术与徐得言听。 得言道, 这是家事, 不比国政。 常人尚有经纬从全处之, 何况天挺雄豪, 又有许多明贤辅佐, 何患不能成事。 不知令子如何叫凶, 如会将公主之言, 竖了一遍。 得言道, 此言不差, 但我前日看见报上说, 突厥预设设将数万齐屯河北, 此事只怕早晚就要出兵, 更便你们了。 吴继听了, 心上觉得要紧, 忙吃完了饭, 见雨震已过, 如飞催促如会其身。 得言道, 本该留二公在此宽待几天, 只是此事非闲聚之日, 二兄返长安, 每时还当着紧, 持则有便意。 如会进房去谢了公主, 及同吴继等出门, 跨马而行。 不到一日, 来到长安, 觐见秦王, 吴继将礼敬之言说了, 又说起遇见了如会子仗徐得言。 秦王道, 乐昌公主与徐得言, 也是个不凡的人, 他夫妇怎么说? 如会遂将公主之言, 及得言之话说了。 秦王道, 正是燕王罗义音突厥预设汹涌。 再次请兵, 应, 齐尔王特将我西府侍臣, 要见一半去。 前日一府与之节回来, 数徐之言, 一与礼敬无二。 但慎称张公锦归补如神, 姑叫静德去召他, 想此刻就来。 正说是, 只见张公锦到来, 见了秦王, 便问道, 殿下召臣何事? 秦王即将建成, 元吉营乱宫中之言, 说了一遍。 又将仲臣玉敬公会之谦也说完了, 便指着香案上道, 临归在此, 望清亦不以绝之。 张公锦大笑, 以归头的道, 不以绝以, 今世在不宜, 上何不乎? 堂补而不及, 拥得以乎。 况此事外臣已知, 如转静仰官会, 成何体统, 李淳风等, 一己言相劝。 秦王道, 既如此, 孤义已决, 明日朝参时, 即当率兵, 去问二人之罪义。 石张公锦以为都补, 首选武门, 对秦王道, 殿下, 臣等虽系复心, 每事须当紧密。 明日早朝时, 臣自有方略婴后, 说了便出府而去, 却说李如, 奉了柴少的将令, 行了粤语, 移到长安, 将柴郡马本章, 传进唐帝看了, 及轩儒进去朝拜了。 唐帝问了些战阵军旅, 并消后回南之事, 如一一对答了, 唐帝道, 你驻战有功, 就在此补一缺吧。 如谢安出朝, 时当即位, 太白富佑惊天, 富一密奏太白见秦芬, 秦王当有天下。 唐帝以其壮密寿秦王, 秦王便奏建成, 元吉, 迎乱恭维, 且言臣子兄弟, 无丝毫有负, 金玉杀臣, 以为礼密, 侍冲报仇, 臣今亡死, 勇为君亲, 魂归地下, 十尺见诸贼, 一米奏上。 唐帝揽之恶然, 批道, 明当居问, 如以早餐。 秦王便将剪帖几封, 叫人持妇西府辽蜀, 打点明早行事。 张, 尹二夫人, 切知秦王表彰之意, 芒遣人与建成, 元吉说之。 建成塑造元吉记忆, 元吉以为, 一乐功府一经一兵, 托吉不朝, 以观动静。 建成道, 我们兵被以言, 怕他什么, 明早当雨递入朝面制。 施以更深, 将到四更事后, 秦王内甲外袍, 同玉池敬德, 长孙无忌。 房元陵, 杜如会内接国甲, 带了兵器, 将要出门。 秦王道, 且慢, 有个幸福在此, 叫家将快些放起三个炮来。 那个花炮, 是征外国带来的, 大有五六寸, 响彻云泥, 一连放了三个新炮。 只听见四下里, 就有三四个照影放起来。 走过了两三条街, 远远望见一队人马将近, 杜如会叫把号炮放起一个来, 那边也放一个来接应, 原来是程之杰, 游俊达, 连聚真等几个。 邪寺里又有一队人马, 放一个炮出来, 却是于智宁, 白显道, 史大奈, 陆德明一行人。 只听见又有一个信炮放江起来, 竟不见有人, 为之何故, 众人都静悄悄, 急在天侧门楼停住。 只见西府两个小族来报, 东府也有四五百人来了, 秦王即把袍服卸下, 单穿锦甲, 直见先向前迎。 静德纵马说道, 不需主公动手, 便带十来骑杀向前去, 与这般赶死之士大斗起来。 那些死士, 怎斗的这些虎将过, 被静德先朔翻了三四个, 就都败将下去。 刚到陵湖殿, 秦王一起马赶上建成, 建成连发三使, 设秦王不忠。 秦王一发一使, 却中建成后心翻身落降下来。 长孙无忌如飞抢上前来, 一刀斩气。 袁吉着了忙, 骑着马往后乱跑, 秦王紧赶。 只听见一声信炮, 攒出一个小将军, 喝道, 逆贼到那里去。 一枪刺着, 袁吉把马一侧, 先将下来。 秦王如飞赶上斩了。 秦王看那小将, 却是秦怀裕, 把袁吉的头与怀裕拿了, 便道, 刚才听见信炮之一声, 隐隐相近, 又不见来会骑, 我正不解。 只是你家父亲又不在家, 你那里晓得我行事, 在这里相后? 秦怀遇到, 这是昨夜承之节老伯来与小臣说的。 秦王听了, 带转马头, 对静德, 直接说道, 二贼已诛, 诸公无妄杀戮。 因此, 众人让东府兵刃退了下去。 时许卫军及将军冯义, 冯立, 文剑成死信, 探约, 岂有生受其私, 而死逃其离乎, 乃与副护军薛万彻, 驱, 口智, 执辅佐车其万年, 谢方书帅东宫起辅, 一经一兵一千, 持骤玄武门, 正值张公瑾与云辉将军进军红, 中郎将吕士恒相持厮杀。 张公瑾把吕士恒说死, 又执冯立军来时, 公瑾又把冯立涉王独臂关拒绝, 比军虽重则不得入。 石塘地方泛州海地, 文窗外人乱, 郑兆培记, 萧, 王宇, 义士, 恰好秦王使御池静德人宿卫士, 持毛为甲, 直至天子面前。 塘帝大经问道, 今日乱者是谁, 青来此何为? 静德道, 秦王以太子与齐王作乱, 举兵诸之, 恐惊动陛下, 浅臣宿卫。 塘帝道, 英, 齐二于安在, 静德道, 俱备秦王真面矣。 唐帝拍案大哭, 对裴继等道, 不图今日乃见此事。 裴继, 萧, 王宇, 道, 英, 齐二王本不欲异谋, 又无功于天下, 即秦王公高望重, 共为兼谋, 金秦王以讨而诛之, 陛下不必伤悲。 秦王公盖宇宙, 率是归心, 若处以原良, 伪之国事, 无负律矣。 唐帝道, 浙元是朕的本心, 静德请降手赤, 和朱军并受秦王处分。 唐帝即使裴继同静德出去小域诸驾, 施秦兵上与东府乱杀, 裴继静德进到玄武门来, 小域了薛万彻等, 即解兵逃顿。 秦府诸将, 遇尽诸于一党一, 静德顾征道, 罪在二兄, 继父其姑, 可以修矣。 若滥及于一党一, 非所以求安也。 乃至, 唐帝下诏, 赦天下凶逆之罪, 止于建成, 原疾, 其于一党一, 众亦无所问。 立秦王为皇太子, 赵以军国术士, 无论是之大小, 惜为太子处分, 然后奏文。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章 女真安妃主, 焚修雷唐木夫妇训诫。 此曰, 忏悔陈元思寸补, 蝉灯雪月一交衣, 灰处, 举目寥寥空万古。 鞭心语, 迥然明镜横天语。 蝶梦南华方许许, 相逢气阔心同旅, 金箫戏把中怀土。 一将一, 山祖, 天涯又送飞鸿去。 调记于家傲, 天下事自有定数,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何况王朝楚二, 万国君王, 岂是勉强可以侥幸得的? 又且王者不死, 如汉高祖鸿门之宴, 营阳之围, 命在顷客, 而劳安然溢出。 楚霸王何等雄横, 静置无以将一, 自吻。 是剑成, 元吉安于义命, 退就翻封, 何至身手溢出? 今说秦王杀了剑成, 元吉, 张, 隐二飞出, 只道两个封一流, 少年, 可以永保欢愉, 又道急转头来, 元可改弦一辙, 岂知这劫势不破则已, 破则必败。 一魂宫中行柱坐卧, 都是谈他们的短处。 唐帝晓得元有些自拆, 只得江张, 隐二飞退入常乐宫, 连这老皇帝也没得相见了。 只与夭夭, 小英等, 抹牌拘求, 消遣闷怀而已。 石秦王立为太子, 将文武宾辽, 各个声舍得矣, 就是建成, 元吉的旧臣, 亦各付其职位。 唯卫征当年在礼祕时, 就有恩于秦王, 因归唐之后, 唐帝建建成学问平常, 叫卫征为太子师父, 今必要驾驭一番。 急照卫征, 征至。 秦王道, 辱在东府时, 为何离间我兄弟, 使我鸡尾所图? 卫征举止自乐, 毫不经意, 达道, 先太子早从征言, 安有今日之祸。 秦王大怒道, 卫征到此, 尚不自屈, 还要这般光景, 拿出斩了。 左右正要动手, 承之节等跪下讨饶。 秦王道, 无其不知其才, 但恐以先太子之故, 未必肯为我用耳。 遂改荣礼之, 败为瞻世主部。 王, 为挺, 义赵为建议大夫。 唐帝建秦王美式仁正, 举措何以, 众臣亦个疏忠世之, 因即让为太子。 武德九年八月, 秦王即位于东宫显德殿, 尊高祖为太上皇, 赵以明年为贞观元年。 丽妃长孙氏为皇后, 追风故太子建称为西尹王, 齐王元吉为海陵次王。 丽自成前为皇太子, 正令一新。 且说萧后在周喜殿中冒了风寒, 直到就好。 无奈胸隔闭塞, 便体腾热, 不能动身, 跃欲方全。 将十两银子卸了杨翩翩, 同王毅, 罗成等启程。 路上听见人说道, 朝中弟兄不牧杀了许多人。 萧后因问王毅, 宫中那个弟兄不牧? 王毅道, 罗将军说建成, 元吉与秦王不合, 已被秦王杀死, 堂弟缠位于秦王了。 自此小行夜宿早到陆州。 王毅问萧后道, 娘娘既要到女真安, 此去到断崖村, 不多几步。 陈与罗将军兵马停宿在外, 只同女眷登州而去渗变。 萧后道, 女真安是要去的, 只捡进的路走罢了。 王毅道, 既如此, 娘娘差人去问窦公主一生, 可要同行吗? 萧后便拆小喜同宫义奴, 移到窦公主狱中问了, 来回复道, 窦公主与花儿娘都要去的。 正说是, 许多本地方官府来拜望罗成。 罗成就着县官, 快叫一支大船, 选了十个女兵, 跟了窦公主、 花儿娘, 两位小相公。 县娘拆金银来接了萧后, 薛尔过船去, 小喜儿公义奴一跟随。 真是一红清水, 荡江青窑, 过了几个湾, 转到断崖村。 先叫一个舟子上去报之。 且说女真庵中, 高开道的母亲已原济三年了, 今是秦夫人为主。 见说吃了一惊问道, 萧后怎样来的? 同何人在这里? 周子道, 船是在本地方叫的, 一个姓罗, 一个姓王的二位老爷, 别的都不晓得。 秦, 弟, 夏, 李四位夫人听了, 大家换了衣裳, 同出来迎接。 刚到山门, 只见鸟鸟停停一行妇女, 在杭道中走江进来。 到了山门, 秦夫人见正式萧后, 窦公主眼眶里止不住要落下泪来。 大家接到课堂上, 萧后一垂泪说道, 玉海弥宗, 今日使由先哭。 秦夫人道, 借行济济, 转眼即使空花, 请娘娘上做拜见。 萧后道, 唯与夫人被聚在邯郸梦中, 居将名义, 何须讲礼? 秦夫人被聚以常礼各相见了。 萧后把手指道, 这是罗小将军, 窦夫人的令郎, 这位是花夫人的令郎。 又指薛眼道, 你们还认得吗? 狄夫人道, 那位却像薛眼的光景。 夏夫人道, 怎么身子肥胖长大了些? 萧后道, 夫人们, 不知那江亭亭已故事, 沙夫人就把她配了王毅, 王毅已做了比国大臣, 她也是一位夫人了。 四位夫人重要推她再上手去, 薛眼道, 眼就是这样拜了。 四位夫人忙回拜后, 个个抱住痛哭, 桌上早已百列茶点, 大家坐了。 窦县娘道, 怎不见南洋公主? 李夫人道, 在那面愣言谈主颤, 少客就来。 萧后道, 她在这里好吗? 秦夫人道, 公主苦至焚修, 身心康态。 狄夫人道, 娘娘, 为什么沙夫人与赵王不来? 萧后把突厥夫妻死了吾后, 立赵王为国王, 啰啰为国母一段说了。 狄夫人道, 自古说, 有智者是竞成。 沙夫人有智气, 守着赵王, 金独霸一方, 也算守出的了。 秦夫人道, 梦回之己散, 人静妙相闻, 到盖棺十方可论定。 夏夫人道, 娘娘的圣手增了, 颜色却与两个小相公一般。 萧后道, 说甚话来, 我前日在鸳鸯镇周家殿里害病, 几乎死在那里, 有什么快活? 李夫人笑道, 娘娘心上无事, 善于排遣。 薛爷儿道, 夏夫人, 李夫人的容颜依旧, 怎么秦夫人, 嫡夫人的脸容, 这等清黄。 小喜儿在背后笑道, 倒是杨夫人的旁儿, 一些也不改。 李夫人道, 那里见杨翩翩。 萧后把杨, 凡二夫人随了周喜, 周夫人随了龙永, 周,凡二夫人都已死了, 那杨夫人与纳周喜开着饭店, 在鸳鸯镇那里, 说了一遍。 李夫人道, 杨翩翩与周喜可好。 萧后道, 如交投妻。 夏夫人叹道, 周, 凡二夫人也死了。 窦县娘道, 四位夫人, 有多少徒弟。 秦夫人道, 我与嫡夫人共有三个, 夏夫人, 李夫人, 巨位曾有。 花又兰道, 如今的千世, 是何家作福。 秦夫人道, 今年是秦叔宝的母亲八十寿丹, 我安侍她家护法, 出资质产供养, 故在安中咬住千秋。 窦县娘道, 可晓得丹家妹子夫妻好吗? 李夫人道, 后生夫妻有甚不好。 狄夫人道, 丹夫人已添了两个令郎在那里, 萧后起身道, 我们同到坛中, 去看看法事。 大家握手, 正要进去, 只听见钟鼓声停, 冉冉一个女泥出来。 县娘道, 公主来了。 萧后见也是妙场打扮, 但觉脸色深黄, 进身前却正是她, 不觉大痛起来。 南洋公主跪在西前, 呜呜叶叶, 哭个不止。 萧后双手挽她起来说道, 而不要哭, 见了就相知。 南洋公主拜见窦县娘道, 灵丁若智, 得蒙鼎丽提携, 今日一见, 如同梦寐。 县娘拜答道, 滚热一声, 重赌仙姿, 不觉沉潇顿势。 又与花又蓝, 薛眼相见了, 萧后执着南洋公主的手道。 而你当初是架上芙蓉, 未甚今日如同离间草菊。 南洋公主道, 母后修身只要心安和须皮活。 秦夫人引着走到坛中来, 灯烛辉煌, 壮番灿烂, 好一个齐整道场, 众人沾礼了大事。 萧后对五个尼姑, 各个建立过。 斗仙娘道, 这三位小年纪的, 想是二位夫人的高徒了。 秦夫人道, 正是这两位真定, 真静师太, 还是高老师太劈涕的, 高老师太的勘踏, 就在后边停回用了摘去随喜随喜。 众人道, 我们去看了来。 秦夫人引着, 过了两三待屋, 只见一块空地上, 背后墙高插天, 高耸一个石台, 以白石砌成勘子在内, 雕牌石柱, 树木阴翼, 中间想堂拜堂, 甚是齐整。 县娘道, 这是四位夫人经营的, 还是她的遗姿? 秦夫人道, 不要说我们没有, 就是师太也没有所疑, 多亏着书宝秦爷替她布置。 萧后道, 这为什么? 秦夫人把秦琼西年在鹿州落难时, 遇着了高开道母亲, 赠了她一饭, 故此感激户法报恩。 众人嘖嘖称县, 县娘道, 秦夫人, 领我们到各位房里去认认。 萧后忙转身一对而行, 先到了秦夫人的卧室, 却是小小三间, 厅中开着深浅几朵黄花。 那迪夫人与南阳公主同房, 就在秦夫人后面, 虽然两间道也宽敞。 迪夫人道, 我们这里真是茅舌荒炉, 下, 李二夫人那里独有片云埋玉。 萧后道, 在那里。 迪夫人道, 就在右手。 花夫人道, 快去看了, 下船去罢。 秦夫人道, 且用了斋, 住在这里一天, 明早起身。 若今晚就回去, 你罗老爷道, 是我们出了家薄情了。 一头说时, 走到一个门首, 秦夫人道, 这是李夫人的房。 萧后走进去, 只见微日挂窗, 花光硬踏, 一个大月洞, 跨进去, 却有一株梧桐, 罩着半昼。 窗边坐一个小泥, 在那里写字。 萧后问是谁人。 李夫人道, 这是舍妹, 快来见李。 那小泥向个人拜见了。 里面却是一间的板房, 铺着一对金漆床, 而被褥一是进阶炫彩。 萧后出来, 向写字的桌边坐下, 把书间一看, 赞道, 文理又好, 书法更已经一, 几岁了, 法号叫什么? 小泥低着头答道, 小子怀青, 今年十七岁了。 萧后道, 几时会见令子, 在这里出家几年了? 李夫人道, 妹子是在乡间出家的, 记挂我, 来这里走走。 薛爷儿道, 娘娘, 到夏妇人房中去。 萧后道, 二师父同去走走。 最挽着怀青的手, 一起走到夏妇人房里, 也是两间, 却收拾得曲折雅致, 其铺陈排摄, 与李夫人房中相似。 夏妇人问起萧后在赵王处的尸体, 李夫人一问花又蓝别后事情, 只见两个小泥进来, 请众人出去用斋。 萧后吉同窦县娘等, 到山堂上来坐定。 众夫人多是风云会合过的, 不是那庸俗女子, 单说家事粗谈。 她们抚金丝锡, 比方欲误, 说说笑笑, 真是不同。 萧后道, 秦夫人的海量当初怎样有兴, 今日这般萧索, 岂不令人懊悔。 秦夫人道, 只求娘娘与公主夫人多用几杯, 就是我们的福了。 狄夫人道, 我们这几个不用, 李夫人与夏夫人, 怎不劝娘娘与众夫人多用一杯? 原来秦, 狄, 南阳公主都不吃酒。 狄, 夏夫人见说, 便真与萧后公主夫人猜权行令, 吃了一回, 大家多以半憨。 萧后道, 酒求免罢, 回船不及, 要去睡了。 秦夫人道, 不知娘娘要睡在那里。 萧后道, 倒在李夫人那里歇一宵罢。 秦夫人道, 我晓得了, 娘娘与薛夫人住在李夫人房里, 豆公主与花夫人踏在夏夫人屋里罢。 狄夫人道, 大家再用一大杯。 各个满针, 萧后吃了一杯, 余下的宫与怀清吃了其身。 夏夫人领了县娘, 又来与两个小相公去。 萧后, 薛尔, 同李夫人进房, 见薛夫人的铺陈, 已瘫在外间。 丫鬟扑打在横头。 消息问萧后道, 娘娘睡在那一张床上。 萧后一头解衣, 一头说道, 我今夜陪二师傅睡吧。 怀清不达, 只弄衣袋。 李夫人道, 娘娘, 不要她孩子家睡得完, 还说梦话, 恐怕悟处了娘娘。 萧后道, 既如此说, 你把被窝铺在李夫人床上吧, 大家好续就情。 萧后把自己铺盖, 摊在怀清床边。 萧后洗过了脸, 要睡上早, 见岸上有牙牌, 把来一提吻。 便对李夫人道, 我只晓得提吻牌, 不晓得打牌, 你可教我一教。 二人坐定, 打起牌来, 你有天天酒, 我有弟弟八, 此有人七七, 彼有何无物? 两个一头打牌, 一头说话, 坐了二更天气, 上床, 睡了。 到了五更, 金鸡三畅。 李夫人便披衣起身, 点上灯火, 穿好衣裳, 走到怀清床, 便叫道, 妹妹, 我去做功课, 你再睡一回, 娘娘醒来, 好生陪伴着。 怀清应了, 又睡一呼, 却好消后醒来叫道, 小喜, 李夫人呢。 小喜道, 佛殿上做功课去了。 萧后道, 二师父呢? 怀清道, 在这里起身了。 慌忙到消后床, 前掀开杖满道, 啊呀, 娘娘起身了, 昨夜可睡得安稳。 消后道, 我昨夜被你们弄了几杯酒, 又与李妹子说了一会儿的话, 一觉直睡到这时候了。 正说着, 只听见小喜道, 秦夫人来了, 起得好早。 秦夫人在外房对薛夫人道, 你们做官的, 在外边要见你呢。 消后道, 我家谁人在那里? 秦夫人道, 就是王老爷, 他跟了四五个人, 绝早来要会薛夫人, 如今坐在东斋堂里, 说吧, 出房去了。 下, 敌, 李三夫人一进来强留, 薛眼出去, 会了王毅, 一来催促。 消后道, 这是我的正事, 就要起身, 待我继嫂与碧见过, 再来喂迟。 众夫人替消后收拾穿戴了, 窦公主, 花夫人一进来说道, 娘娘, 我们谢了秦夫人等去罢。 消后把六两银子封好, 窦公主一以十两一封, 聚赠与秦夫人常住收用, 薛眼也是四两一封。 秦夫人聚不敢领, 消后又以二两一封赠李夫人, 李夫人推之再三, 方才收了。 消后又与南洋公主些土一物事, 叮咛了几句, 大哭一场, 祈祷课堂里来。 秦夫人请消后同众夫人用了素餐, 消后把礼仪推与秦夫人收了, 芒与公主几位谢别出门。 南洋公主与四位夫人一个洒泪, 看他们下了船, 然后进去。 却好消息只奔出来, 狄夫人道, 你为何还在这里? 消息道, 娘娘一个小装盒望在李夫人房中, 我娶了来。 夫人们, 多谢。 说了, 赶下船中, 一帆风直到蒲州。 旅叫乘马, 罗成都已停荡, 差五十名军丁, 护送娘娘到雷塘墓所去, 约在清一江一, 蒲汇齐进京, 打架分路。 正是, 一江一, 何有喜逢之己, 琴刻空怀掉故坟。 不说罗成同窦县娘, 花又兰, 领着两个孩儿到雷下墓中去祭奠岳母。 单说萧后与王义夫妻行人, 走了几日, 到了扬州, 就由本地方官府来接。 萧后对王义道, 此事何时, 要官府迎接, 快些回他, 不必劳顿。 那些人晓得了, 也就回去。 独有一人神清茂谷, 三柳燃须, 方金大眼, 家人驰铁而来, 拜王义。 王义看了帖子骇道, 贾润府我当初随遇到扬州, 曾经会他一面, 后为魏司马之职, 声名大助, 如今不谢誓堂, 也算有志气的人, 去见见何妨。 盲挑下马来迎住, 大家含一文一, 续过礼。 贾润府道, 小弟前年从雷下迁来, 住在这里。 与随陵未有二礼之遥, 何不将娘娘车年, 暂时停止河下, 带他们收拾停荡, 然后去喂退。 王义正要吩咐, 只见两个老宫洞走到面前大叫道, 王仙, 你来了吗? 娘娘在何处? 王义把手指道, 后面大车轮里, 就是娘娘在内。 二太监紧走一步, 跪在车旁叫道, 娘娘, 义奴义臂们, 再次叩首。 萧后掀开脸来, 看了问道, 你是我们上宫老义奴义李云, 毛德, 为什么在此? 二间道, 今天指着我们两个, 守随先阳帝的灵。 萧后道, 想当初他两个在宫中何等威势, 如今却留在这里, 看守孤坟。 二间道, 齐杖古月, 李生祭礼都百列亭大, 指后娘娘来祭奠。 萧后道, 旗古李生, 我都用不着, 这是那里来的。 太监道, 这是三日前, 有罗将军的献牌下来伺候的。 萧后就对自己内叮道, 你去对王老爷说, 先帝灵前, 只用三生九离处定, 于皆赏他一个疯儿, 叫他们回去, 我就来祭奠了。 内丁如飞去与王毅说之, 王毅盲同贾润府走到贾家, 封好了赏包, 便到灵前, 把这些人都打发回去。 自己悄悄扣了四个头, 与贾润府各处安排停荡。 萧后当初正位中宫时, 有事出宫, 就有鸾傲护从, 宝盖族起, 这些人来供奉。 今日二太监没奈何, 只在贾润府处, 见了二城监鱼, 在那里伺候。 萧后意了束缚羽衣, 上了轿子, 心中无限凄惨, 满眼流泪, 到了墓门, 萧后就叫住了下来, 萧西等扶着, 同薛爷儿一头哭, 一头走, 只见碑亭房表, 冲出云霄, 树影济横, 凭空散乱。 建筑学下边, 上有数学, 中间玉柱高出, 左手一石碑, 是列夫珠棍美人灵位, 右手是列夫元宝美人灵位, 两旁数学, 具有石碑, 是谢夫人, 梁夫人, 江夫人, 花夫人, 薛夫人及吴将仙, 姚娘, 妥娘, 阅宾等, 这是广陵太守陈棱, 搜取个人棺木来埋葬的。 王毅领娘娘逐个宣读看过, 萧后见了微然轻种, 盲扑倒地上去, 大哭一场, 滴滴叫道, 我那先帝呀, 你死了尚有许多人护从, 叫妾一人怎样过? 戚戚楚楚, 又哭起来, 独有薛言捧着珠棍石栏, 把当初分别的话, 一一速将出来, 我如何要随嫁, 你如何吩咐我许多话, 必要我跟沙夫人, 再三以赵玉托我, 金赵玉, 以为正统克汗, 不负你所托了。 横身放倒, 咬住牙关, 好像要哭死的一般。 王毅见妻子哭得悲伤, 萧后甚觉哭得平肠, 料想没有踏实做出来, 对小喜并恭义奴役说道, 你们快扶娘娘起来。 忠夫女妻上前, 晚了萧后起身, 画了纸, 垫了酒, 先行上轿。 王毅走到灵前, 高声叫道, 先帝在上, 陈矮民王毅, 今日又在此了。 陈当时急要来训国, 从陛下酒泉, 因陛下有赵玉之托, 故此偷生这几年。 金赵玉已做一方之主, 立为正统可汗, 先帝可放心, 臣依旧来服侍陛下。 说完站起来, 望碑上奋力一扑, 此后跌倒。 众人喊道, 王老爷, 怎么样? 石学野正要上教, 听见了调转身来, 非赶上前, 对众人道, 你们闪开。 野儿看时, 只见王一天亭华盖, 分为两半, 血流满队, 只见那双眼睛, 瞪开不闭。 薛野儿道, 丈夫也算是随家臣子, 你快去伺候先帝, 我去回富贵姐的画了来。 薛野儿见王一灯时双目闭了, 急向珠棍背上, 尽力一撞。 一会儿香消玉碎, 血染牧草, 一座泉下幽魂矣。 贾润府同众人忙去报之萧后, 萧后坐在小轿上, 吃了一惊, 想到, 好两个吃妮子, 他们死了, 叫我同何人道清一江衣, 谱去。 贾润府道, 不知娘娘果要去检视? 萧后想到, 去看她, 还是同他们死好, 还是撇了他们去好。 把五十两银子, 急付于贾润府道, 樊大夫买两口棺木, 葬了二人, 但是我如今要到清一江衣, 普同罗老爷进京, 如何是好。 贾润府道, 娘娘不要愁烦, 臣到家去一次就来, 送娘娘去辩了。 萧后道, 如此说, 有劳大夫。 润府到家, 把银子付与儿子, 叫他买棺木并练, 自己骑了牲口, 同宵后起行。 未知此去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是八章城后之院女出宫正前盟, 阴死定案。 此曰, 九十春一光, 如闪电, 触目垂瓷, 便绝阳合转。 忧恨绵绵方誓愿, 普天同庆恩波变。 生死一朝风景变, 慢到黄泉, 也自通情面。 满地精棒绕指提前, 惊回噩梦看心线。 吊记蝶恋花, 凡人好行善事, 而人不知之, 则为因德, 或一时一念之感发, 或真心诚意之流行, 无待勉强, 不是脚事, 盖有不欺然而然者。 语云, 有因德者, 必有阳报。 西长星故事换成无子, 取机械时余人, 一日与内君拙, 诸姬皆是, 探约, 我平生事皆因德, 何以绝我似乎? 义记曰, 因德不再远。 某物曰, 我今行因德, 当嫁如备。 记曰, 我起自言, 理因如是, 我死从父子儿。 某进嫁十余人, 以而生三子, 母及言死从者。 何况朝廷举动, 有关宗庙设计, 其货报又何可量灾? 话说罗承江到长安, 叫攀美帅都兵丁, 护着家眷满行, 自己先入京, 会见秦书宝。 文之柴少, 已于去年夏奸赴命, 随同书宝进去, 拜见秦老夫人, 先把寿仪补送。 书宝道, 表弟远隔几千里, 家母寿妻至今不忘。 罗承便把征北一段, 志同萧后回南, 建内到女真安, 会见秦、 迪、夏、 李四位夫人, 知事旧母八十整兽, 在那里咬住千秋, 急萧后到杨珠祭殿, 撞死了王毅夫妻的话来说完。 秦老夫人道, 罗家生, 既是你二位娘子, 并令郎多在这里, 快叫人把叫马去接了进来。 书宝道, 母亲, 萧后尚在旅中, 带她避见了安顿国, 好接两位表嫂来。 秦老夫人道, 既如此, 且叫怀玉到城外去接萧娘娘, 二位夫人到城福寺中, 赞主一二日。 怀玉如飞带了家丁出城, 去安顿萧后, 及罗承家眷。 罗承朝见过太宗, 靠老再三, 刺眼经宫, 早有旨意出来, 差四个内奸, 喧嚣后进宫。 逗, 花二夫人到舒宝家, 又献上寿仪, 拜过老夫人的寿, 与张夫人一交一, 拜。 善小姐一拜见, 命二子出来, 与罗家二子拜见了, 互相问候。 原子燕及一江一, 罗, 甲三位夫人闻之, 一时差人窥送礼物。 读了粤鱼, 罗承次朝回去, 便倒到花壶墓上寄扫不提。 却说, 太宗自登基以后, 四方平定, 礼乐弥星。 魏征, 房元灵备,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君臣相得。 一日奉太上皇, 至久未央功, 对当秋暑, 那日恰逢天气清朗, 金子灰映。 上皇命和立刻含起舞, 逢智代勇诗, 继而笑道, 一胡一, 月以家, 谷未有也。 太宗张商上寿说道, 此皆陛下教化, 非臣智力所及。 西汉高祖亦从太上皇宴此宫, 望子金大, 臣不取也。 上皇大悦, 问秦淑宝, 你母亲好吗? 金多少年纪了? 淑宝贵答道, 臣母今年八世有三, 拖来上皇陛下红福, 得以粗安。 随命重臣自皇族以下, 各一品集而作, 无得喧哗失礼。 众臣皆循序列班坐定, 命皇门行酒, 琴色齐鸣, 歌声银耳。 君臣正在欢饮, 不亦欲吃敬得, 坐在任成王下手, 呼大怒起来, 便道, 如有何功, 却坐在我上。 任成王却不理他, 他便伸出一只大拳头打来, 正中道宗所图, 众人起身劝食, 道宗目睛反转, 轻种己杀, 便逃袭而出。 上皇问什么缘故, 众臣已执奏上。 上皇心上不悦道, 任成王道宗, 是镇宗之, 不要说有功无功, 就是他僭越了, 今日是个粮会, 也该忍耐, 未甚就动起手来。 太宗帅众臣谢罪, 辩命罢宴, 奉赏皇皇宫。 到了次日, 太宗侍朝, 对众臣道, 昨日镇同上皇君臣相乐, 义是良慧, 竟得有失仁臣之礼, 镇甚不乐。 旷任成王石镇之亲族, 比辩如是行凶, 况其他户。 镇知此言, 甚非有私道宗也。 言未必, 左右奏敬德自负请罪, 众臣怀聚, 皆为贵请道, 敬德武臣, 本不以习衣, 儒雅, 今无礼有武圣旨, 其陛下念其汉马之劳, 而生权之。 太宗赵敬德入, 命左右去其父, 对敬德道, 朕欲与清等共保富贵, 然清居官朔犯法, 朕不以过而演清之功, 乃至汉氏韩鹏 一旦租海, 非高德之过也。 静德叩头谢罪, 太宗道, 国家祭纲, 为赏与罚, 非分之恩, 不可数得, 免自修士, 无之后悔。 静德再败而出, 犹是强暴顿脸。 贞观九年五月, 上皇有吉, 崩于泰安宫, 班照天下, 誓约神谣。 一日, 太宗贤侠, 与长孙皇后仲嫔妃, 游览至义宫。 极有许多宫女成应, 看去虽多其整, 然老弱不一。 太宗见了, 绝有些艳增。 有几个凤察上来, 皇后问道, 你们这些公义奴医, 都是几时进宫的。 众宫人答道, 也有尽时进宫的随时进宫的居多。 皇后道, 随时进宫有二十余年了。 众宫一奴一道, 十二三岁进宫, 今已三十五六岁了。 皇后道, 当初随阳帝嫔妃兴广, 为甚要这许多人伺候。 宫人道, 当初阳帝有夫人、 美人、 昭仪、 冲华、 结余、 才人等名, 安顿各宫。 安得如万岁, 与娘娘仁慈减肃, 何宫无不共母天恩。 太宗道, 朕向天子一人, 就是贫欲, 向朕不过三四人足矣, 已经一力有限, 和苦用着这许多人伺候, 使这般青春女子, 终身禁骨宫中。 徐慧妃道, 看她们情景, 圆绝可敏。 太宗对皇后道, 与期朕欲将此辈放些出去, 让他们归宗责配, 玩她下半时受用。 皇后笑道, 恩威夕听上财, 妾和敢养餐。 不要说真个放他们出去, 就是这点念头, 亦是一种大因德。 太宗笑道, 朕起戏眼也。 只见众公鹅聚跪下谢恩, 娘娘与嫔妃等都大笑起来。 太宗对内侍说道, 你去对长公的内奸说, 把这些宫女都造策集进城来。 内侍对长公奸臣魏京玉说了, 那一夜, 各宫中宫额才女, 如同鼎沸。 天明造完, 一交一, 与魏京玉。 京玉四天子是朝壁, 将侧集城上, 太宗看了一回道, 你去叫他们多到翠华殿来。 那魏坚领旨去了。 太宗回宫指着侧集, 对皇后道, 那些宫女, 不知迷费了民间多少血泪, 多少钱两, 精确必赛在此, 也得数日功夫去查点她。 皇后道, 不难, 陛下点一半, 妾同徐夫人点一半, 请客就可完了。 太宗便同皇后登了宝年, 徐慧妃做了平渔, 到翠华殿来。 见这般公额拥挤在院子里。 太宗与皇后各自一案坐了。 徐慧妃坐在皇后旁边, 宫女军委两处点名, 点了一行, 又是一行, 都是茶汁抹粉, 盐吃参半。 太宗捡年纪二十内者, 暂至各宫使唤。 其年纪大者, 进行放出, 约有三千余人。 叫卫尖快写告示, 小玉民间, 叫他父母领去责配。 如亲戚远的, 你自检对头, 与他配合。 三千公额, 欢天喜地, 扣谢了恩, 携了戏软出宫。 卫尖将一所就庭院, 安放这些宫女, 即出榜小玉。 一月之间, 那些百姓晓得了, 近得领了去, 远得魏尖私下受了些彩礼嫁娶, 倒也热闹。 不上两月, 将棘嫁完, 只剩夭夭, 小英两个, 她是关外人, 亲戚父母都不见来。 又因夭夭出宫时, 害起病来, 小英服侍她, 住在魏太监狱中三四个月, 依旧养得身子肥壮。 偶然一日, 魏太监有个好友, 锦衣魏徽使姓, 为名袁真来拜, 年纪将近四句, 妻子竟不生死, 着实要替她娶妾, 她竟不肯。 那日魏尖, 留在书房中小尹, 说起放宫女士, 魏太监道, 为老仙, 你尚无子, 闻得你嫂子又贤惠, 前日何不来娶一个好些的, 生个准儿出来, 也是为门之幸。 原真摇手道, 妻子生得出也好, 生不出也就罢了。 魏太监道, 如今剩的两个, 就像一父母所生, 生得甚好, 带我叫她出来, 你赏剑一赏剑。 就对小太监说了, 不一时, 那两个走江出来, 朝着围观行礼下去。 原真如飞站起来回礼, 见她两个身材鸟挪, 肌肤嫩白, 盲说道, 请进。 魏太监道, 为老仙如何? 原真道, 使不得, 这是尚用过的, 我们做官的取去为妾, 就是诗体统了。 魏太监笑道, 真是老婆子的画。 前日那里官, 也娶了蔡修荣, 张官也讨了赵宇娇去, 偏你取部的, 便也不提。 吃完了酒, 为原真别去了。 过了一日, 魏太监打听为徽使不在家中, 便换一个车, 叫小英, 摇摇坐了, 对一个小太监说道, 你到为家进去, 看见他夫人, 说我晓得为老爷无子, 故此公公特送这两个美人来。 小英, 摇摇到了为家, 见了为夫人, 为夫人欢喜不胜。 等原真进门时, 将他两个藏在书房闭纱窗里。 原真看见了, 知识夫人美意, 就在书房内睡了一回, 盲童进去谢了夫人。 自是妻妾相得, 后来各生下子女, 小英生异女, 为中宗皇后, 封原真为上洛王, 这是后话修体。 十方原灵因见证之事, 见上泼书, 便告老回去。 贞观十年六月间, 长孙皇后急病起来, 坚决沉重, 遂逐太宗道, 妾及慎威, 料不能起, 陛下以保圣躬, 以安天下。 房原灵是陛下酒, 小心紧密, 且无大顾, 不可弃之。 妾之家族, 因缘已知鹿位, 既非得举, 亦指颠威, 愿陛下保全之, 慎物语之全要。 妾生无异于人, 若死厚恶高丘龙, 劳费天下, 阴山为坟, 弃用瓦目可也。 更愿陛下亲君子, 原小人, 纳忠鉴, 平缠命, 省坐义, 只游拜, 妾虽死亦无恨。 又对太子道, 尔宜竭尽心力, 以报陛下付托之众。 太子拜道, 敢不遵母后之命。 后主妇罢, 是夜崩于人进宫。 此日, 官司将皇后采则自古得失之事, 为女则三十卷进城。 太宗懒之悲痛, 以示进尘道, 皇后此书足以垂犯百事。 朕非不知天命, 而为无义之悲。 但入宫不闻规贱之言, 十亿两左, 故不能忘怀儿。 乃遣皇门照访元陵父其位。 东十一月, 藏文德皇后于昭陵, 紧窦太后献陵离许。 上念后不已, 乃于院中坐层楼冠, 以望昭陵。 常与魏征同登, 是征氏之。 征书事良久道, 臣昏, 木毛, 不能见。 上指示之, 魏征道, 臣以为陛下望献灵, 若昭灵, 则臣顾见之矣。 尚弃未知悔惯, 然心中终觉悲伤。 一日, 太宗忽然病起来, 众臣日息问候, 太医勤勤看事。 过四五日不能全可, 恍惚似有磨碎。 为秦琼, 欲吃宫来问安时, 颇觉神清气爽, 因命徒二人之相于宫门以振治。 即病逝沉重, 乃兆魏征, 李特等入宫受顾命, 李畅, 陛下春秋正负, 岂可出此不及之言。 魏征道, 陛下勿忧, 臣能保隆体转危为安。 太宗道, 无病以睹, 清如和保德。 说吧转面向壁, 微微地睡去了。 魏征不敢惊动, 于李等退至宫门前。 李春道, 宫有何数, 可保圣宫转危为安。 魏征道, 如今帝府, 掌生死文部的判官, 乃仙帝架下旧臣, 姓崔明觉, 他生前与我有意交医, 今梦魅中时常相续。 我若以义书制之, 托他周旋, 必能起死回生。 李文言, 口虽唯唯, 心却未信。 少请, 工人传报皇爷气息见威, 威在寝刻矣。 威征急于宫门相隔中, 写下一封书, 钦池至太宗踏前焚化了, 吩咐工人道, 圣体上已温一, 切勿移动, 静后至明日此时定有好意。 遂与仲官驻宫门前伺候, 且说太宗睡到日暮时, 绝渺渺茫茫, 一领而进出五封楼前。 只见一支大药飞来, 口中闲着一件东西。 太宗平息身洗家药, 见了欢喜, 定睛一看, 心上转睛道, 奇怪。 此药乃是未争奏事时, 我溺死怀中之物, 为甚又活起来。 忙去捉他, 那药尔忽然不见, 口中所闲之物, 坠于地上。 太宗拾起看时, 却是一封书简, 封面上写着, 人曹官未争, 书奉叛兄崔公。 下一注云, 崔绝系先朝旧臣, 扶起陛下面至此书, 以其回生。 太宗看了欢喜, 把书秀了, 向前行去。 好一个大宽转的所在, 又无山水, 又无树木, 正在金黄, 见有一个人走将来, 高声叫道, 大唐皇帝往这里来。 太宗闻言, 抬头一看, 那人纱帽蓝袍, 手指向护, 脚穿一双坟底造靴, 走进太宗身边, 跪拜路旁, 口称, 陛下, 摄臣失误, 远迎之罪。 太宗问道, 卿是何人? 是何官知? 那人道, 微臣是崔绝, 存日曾在先皇嫁前为礼部侍郎, 今在殷似为封都判官。 太宗大喜, 忙将御守挽起来道, 先生远劳, 朕嫁前未争有书一封, 预计先生却好相遇。 崔判官问, 书在何处? 太宗在秀中取出, 帝与崔绝。 崔绝接来, 拆开看了说道, 陛下放心, 为人曹书中, 不过要臣放陛下回阳之意, 且待少请见了石王, 臣送陛下海阳, 重登王阙变了。 太宗称谢, 又见那边走两个软翅的小官来, 说道, 阎王有旨, 请陛下站在客馆中宽坐一回, 后刊定了隋阳帝一案, 然后来会。 太宗道, 隋阳帝还没有结卷吗? 二历道, 正是。 太宗对崔绝道, 朕正要看隋阳帝这些人, 樊崔先生隐去一关。 崔绝道, 这使得。 大家举步前行, 呼见一座大城, 城门上边写着 幽冥帝府鬼门关七个大字。 崔绝道, 微臣在前引着陛下去恐有污秽相处。 领太宗入城, 瞬接而行, 看那些人捧头显足, 好似乞丐一般。 走了李许, 只见到旁边走出先帝李渊, 后边随着故底元霸。 太宗见了, 正要上前叩拜父皇, 转眼就不见了。 又走了几步, 胡见剑城引着元吉皇太岁而来, 大声喝道, 市民来了, 快还我们命来。 崔绝官忙把向护请起说道, 这是十殿严军请来的, 不得无礼。 三人听了, 疏然不见。 太宗问道, 宅让, 李密, 王伯当, 善雄信, 罗世信, 想还在此。 崔绝道, 他们早已脱生太原荆州数年已, 还要问太母皇后, 闻得皇后在何处, 只见一座碧瓦楼台, 甚是壮丽, 外面望去, 见里面环叮当, 先详其意。 正在宁谋之际, 见三个长大汉子, 后面有七八个青面獠牙鬼使压着, 崔绝道, 陛下可认得那三个吗? 太宗道, 有些面善, 只是叫他补出。 崔绝道, 那第一个披猪皮的是宇文化级, 第二个穿牛皮的是宇文智级, 第三个穿狗皮的是王世冲。 他们据定了案, 万劫为猪牛狗, 受后来的千刀万剐, 以长生前是逆之罪。 正是,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予来迟。 太宗正在那里观看, 听见两边人说道, 又是那一案人出来了。 崔绝看是何人, 见一对青衣童子, 执着撞翻宝盖, 笑嘻嘻地引着一个厚生皇帝, 后面随着十余个沙帽红袍的两个官吏随着。 崔绝教导, 张银翁, 这一宗是什么人? 那官吏说道, 是隋阳帝的宫女朱棍, 她生前忠烈, 骂贼而死, 曾与杨广马上定盟, 愿生生适世为夫妇。 后面这些是丛王的元宝, 花瓣红, 谢天然, 江月仙, 梁盈娘, 薛南歌, 吴将仙, 妥娘, 咬娘, 阅宾等。 朱棍做了皇帝, 那些人就是他的臣子, 如今送到玉霄宫去修真遗迹, 然后降生王家。 太宗听了笑道, 朕闻朱棍等进南之时, 表表一经一灵, 至今树枝, 尤为爽快。 但生为天子, 不知是在那个手里。 又见两个鬼族引着一个垂头丧气的阳帝出来, 后面跟着三四个黑脸凶神。 崔爵又问跟出来的鬼力压他到那里去。 那鬼力答道, 带他到转轮殿去, 有氏父氏兄一岸未竭, 要在畜生道中受报。 待四十年中, 喜心改过, 然后降生杨氏, 改行不改姓, 仍到杨家为女, 与朱棍丸马上之盟。 崔爵问道, 为何顶上白陵还未除去? 鬼力道, 他日后脱生地后, 受用二十余年, 仍要如此结局。 崔爵点头, 太宗道, 杨帝一生残虐害民, 淫乱公围, 金反的围地后, 难道淫乱残忍, 倒是该的? 崔爵道, 残忍, 民之结束, 置若兼为, 此地自然想法。 金为非后, 不过王贵而蒙言。 太宗正要细问, 见一力走来对太宗道, 石王一爷, 有请。 太宗忙走上前, 早有两对提灯, 照着十位阎王降接而至, 控北宫身迎接, 太宗谦让, 不敢前行。 石王道, 陛下是阳间人王, 我等是阴间鬼王, 分锁当然, 何须过让? 太宗道, 朕得罪麾下, 其敢论阴阳人鬼之道。 训之不已。 太宗前行, 静入森罗殿上, 与石王礼弼坐定。 秦广王拱手说道, 先年有个静和老龙, 告殿下许旧, 而终杀之何也。 太宗道, 朕当时曾梦老龙求救, 时事允他生权, 不弃他犯罪当行, 该人曹官魏征处斩。 朕宣卫正在殿下棋, 岂知魏征已暗一梦而斩。 这使龙王罪犯当死, 又是人曹官出没神机, 岂是朕之过就? 时王闻严府里道, 自那老龙未生之前, 南斗生死不上已注定, 该杀于魏仁曹之手, 我等皆知。 但是他折便定要陛下来此, 三曹对质, 我等将他送入轮藏转生去了。 但令兄建成, 令帝远吉, 但兮在这里哭诉陛下害他性命, 要求制队, 请问陛下这有何说? 太宗道, 这是他弟兄合谋, 要害镇公, 假言独朔, 使皇太岁来辞镇。 若非为持敬德相救, 则镇一命休矣。 又使章, 尹二非设计挑唆父皇。 若非父皇仁慈, 则镇一命又休矣。 知朕久于普就禅怨, 满真欢饮若非非燕仪会相救, 则镇一命又休矣。 屡次害镇不死, 那时又欲提兵杀镇, 镇不得已而救死, 势不两立, 彼自镇王, 于镇何语? 西相语之太公于父上已是汉高, 汉高曰, 愿分无以卑庚, 为天下者不顾家, 父且不顾, 何有于兄弟, 愿王查治。 施王道, 无意对令兄令弟反复小欲, 无奈他直诉欲奸, 无暂将他安置闲散, 伺他十定夺, 金牢陛下降临, 忘起恕我等催促之罪。 言毕, 命长生死不判官, 快取不来, 看唐王阳寿天路该有多少。 崔判官急转私房, 将天下万国之王天路总部一看, 只见南善布州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官一十三年。 崔判官看了, 赤了一惊, 汲取笔战末将一字上天上两化, 蒙出来将文部成上。 施王从头一看, 见太宗明下仪注定三十三年, 施王又问, 陛下登基多少年了? 太宗道, 朕即位已经一十三年。 施王道, 陛下还有二十年阳寿, 此一来已是对岸明白, 请辽阳事。 太宗听见, 功臣称谢。 十三拆遂判官, 朱太尉送太宗还魂。 太宗谢别出殿。 朱太尉执着一只隐魂帆, 在前引路, 只见一座阴山, 觉得凶恶异常。 太宗道, 这是何处? 崔判官道, 这是王死城, 前日那六十四处烟尘草寇, 众好汉头目, 亡死的鬼魂都在里头, 无手无管, 又无前钞用度, 不得超生。 陛下该赏他些盘缠, 才好过去。 太宗道, 朕空身在此, 那里有前钞。 崔判官道, 陛下的朝臣御赤公 有治前三库, 寄存在阴司, 陛下苦恳, 出名利遗弃, 小盼作宝, 借他一库, 给赛宇这些恶鬼到阳间还他。 那些冤鬼变得超生, 陛下可安然敬光。 太宗大喜, 情愿出名借用。 崔判官呈上执笔, 太宗遂立了文书, 崔判官秀着, 将到山边, 听得神豪鬼哭, 乱哄哄涌出, 许多鬼来, 尽是脱腰折臂, 也有无头的, 也有无脚的, 都喊道, 李世民来了, 还我命来。 太宗吓得胆战心惊, 拖住崔判官。 崔判官道, 你们不得无礼, 我替大唐皇爷借一库银子的票而在此, 你们去叫那魔头来领票去支付分给便了。 唐皇爷扬寿位中, 到阳间去还要坐水路道场, 超渡你们礼。 众鬼听了, 如飞去叫那魔头来。 崔判官吩咐了, 把票赋予魔头, 众鬼欢喜而去。 三人又走了离许, 见一条青石大桥, 滑润无比, 太宗向桥上走去。 刚要下桥, 听得天庭一个霹雳, 吃了一惊, 爹将下来。 盲叫道, 爹死我也, 爹死我也。 开眼看时, 见太子嫔妃都在旁伺候。 太子盲传魏征等, 魏征走进玉床, 千一说道, 好了, 陛下回扬了。 太宗醒了片时, 太医尽定心汤吃了, 站起身来。 魏征问道, 陛下道因此可曾, 会见崔爵。 太宗点头道, 亏他护持, 便将幽梦所见, 细细数语众人听了, 众人拜贺而出。 太宗即传旨, 宣引灵山法师唐三藏, 斗聚德至经。 天使道时, 斗聚德以元祭四五天了。 使者随唐三藏到京, 见水路道场, 超赌幽魂。 幽命以金银一库, 还玉持功, 功词不受, 太宗再三免欲, 敬德败寿而出。 库立将银盘一交一, 敬德照策缺了五百贯, 库立金黄, 只见梁上堕下一铁。 取誓之, 乃大业十二年, 敬德打铁时, 支付书生票也, 闻者其意。 太宗在宫中, 调养了三四天, 玉体比前玉一党一, 强健, 不期被火焚了大营库, 未争党。 天灾流行, 皆由宫中阴气一玉所致, 岂将先帝所遇老, 嫔妃进行放出。 太宗建说, 申以为是, 即将老宫女尽数放出。 附有三千余人连章, 尹二妃, 亦出宫归家, 宫尽为之一空。 岁差唐俭网民间典选良家女子, 年十四五岁者, 直许百名, 遇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交易习义, 音乐。 将近四五岁, 唐俭选秀女回来, 太宗散给后宫, 直选五妹娘为才人, 安顿夫随宫, 义宠一, 性无比。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章, 马兵王乡乡劳卓族随宵后夜宴关灯。 十月, 春到王家一太, 锦香秀月万千众, 笑他金骨能多大, 修杀乌山知己风。 凭见照来真富贵, 羊车隐去诗从容。 只愁云雨中难久, 若个家人留得一。 宋氏为阳秦军昭, 妙年游京师, 有一好友姓宜邓一, 再久祖建, 借一书色小环, 至前令拜。 一邓一, 只知道, 某郡主侍某所买妾也, 幸军便行复打。 秦福诺, 一邓一, 肯之再三, 免从之。 周至林青, 天见热, 夜多闻, 秦那之帐中同媚, 直底都下。 主侍之之取去, 三日方夜谢道, 足下长者也, 帝左以作茧, 腹泻以邓一, 公矣。 此真不尽女色之其男子。 还有伤识酒后, 由女色美而庄重, 陷于咒, 那此女不好赢, 触咒怒, 杀女而还酒后。 恶侯见, 并烹之, 此真不喜尽男子之美妇人。 是之男女好武, 原有解说不出的。 太宗是个天庭豪杰, 并不留情于色欲, 不想长孙皇后先世, 又选了武士进宫, 色意宠衣, 倾城, 欢爱无比。 却说那武士, 他父亲明侍为, 自行之, 驻居荆州。 高祖时, 曾任都督之职, 因天性甜淡, 为患徒所比, 随器官回来。 妻子杨氏, 甚是贤能, 年过四十五子, 杨氏替他娶一邻家之女张氏为妾。 越渔之后, 张氏睡着了, 觉得身上慎重, 拿手一推, 却把自己推行, 自此成了身孕。 过了十月, 时将分眠, 行之梦见李密, 特来拜访云, 欲借助十余年, 幸好生俯世, 后当相报。 醒来却是一梦。 张氏遂而脱身, 行之一时一耳, 急看时却是女儿。 张氏因铲中犯了妾症, 随即身亡。 五行之夫妇, 把这女儿万分爱护。 到了七岁, 就请先生教她读书。 先生见她面貌端丽, 叫做媚娘。 即至十二三岁, 月绝妖艳异常, 便与同学读书的相通, 茶余饭吧, 行步不离。 诱过年鱼, 是她运到, 唐俭典选进宫, 赤次才人, 性格聪明, 繁朱音乐, 依依习依, 便能。 敢作敢为, 并不知宫中忌惮, 太宗行性之时, 好像与家中知己一般, 才动手就叫她, 搂她, 亲她, 媚她, 太宗从没有经过这般光景, 欲酒欲绝浑霄, 因此时刻也少她不得。 如今且说太子成前, 是长孙皇后所生, 少有为吉, 喜生色, 败猎驰骋, 有房农事。 魏王明太, 太子之地, 乃为妃所生。 多才能, 有意宠一, 余帝, 见皇后已崩, 前有夺位之意。 折结下世, 以求生育, 密结彭义党一, 为复兴。 太子知觉, 因遣刺客戈于成姬, 谋杀魏王。 正值吏部尚书侯军籍, 愿望朝廷, 见太子暗列, 欲成信徒制。 因劝太子谋反, 太子欣然从制。 遂将金宝后路中郎将 继安严等, 使为内应。 不亦太宗闻之, 便把太子承前, 废为庶人, 侯军籍等典型。 十位王太日入侍奉, 太宗面许立为太子, 楚岁良, 长孙无忌故请立进王制。 太宗为侍臣道, 昨卿却投我怀云, 臣今日使得为陛下子, 臣有一子, 臣死之日, 当为陛下杀之, 传于晋王, 振慎廉之。 楚岁良道, 陛下诗言, 此国家大事, 存亡所系, 愿赎私至。 且陛下万岁后, 未欲去天下之众, 肯杀其爱子, 以受晋王在。 金碧立魏王, 愿先措置晋王, 使得安全而。 太宗流涕, 因其入宫, 想起太子二王, 不觉傲恨田兄, 激床, 大叹。 徐慧妃, 武才人问道, 陛下有何问世, 发此长叹? 太宗, 把太子与魏裕, 晋王之事说了, 又道, 朕临敌万镇, 吕范滇威, 未尝稍挂兄弟, 不亦家事之间, 反多狂兴, 何以生为? 徐慧妃道, 陛下平定四海, 征伐一统, 得有今日, 何苦以家政戏物, 长生忧期? 太宗道, 妃子岂不知向日建成, 缘吉, 迎乱于前, 二王欲不武于后, 所为如此, 我心诚无聊赖。 引字头于床, 拔佩刀欲字赐。 武士忙上前夺诸道, 陛下何轻易如此, 不孝者已废之, 图谋者依未妥, 何不收此蛤蚌, 尽负愚人之力? 晋王亦皇后所生, 立之未为不可。 徐慧妃道, 晋王仁孝, 立之为四, 可保无余。 太宗文言甚悦, 吉欲太吉殿, 照群臣说道, 城前悖逆, 太义凶险, 诸子谁可立者。 众阶探呼道, 晋王仁孝, 当为四。 太宗遂立晋王至为皇太子, 十年十六。 太宗卫士臣道, 我若立太, 则是太子之位, 可经营而得。 自今太子师道, 藩王窥赐者, 皆两弃之, 传诸子孙勇为释法。 晋王济立, 极尽孝敬, 上下相安。 十为九月, 正值秦书宝母亲九十寿担, 太宗亲自临幸, 见穷宅无堂, 宁辍小殿之才已构之, 五日而成。 守书人受堂已赐之, 又赐锦平入己障等。 徐慧飞赏赖一身后, 穷尚表身谢, 太宗首照道, 清处至此, 盖为太上黄豹德, 何事过谢。 话分两头, 却说有清河忍平人, 姓马明周, 后宾王少孤贫好学, 依经易于师父, 骆驼不为周礼所敬。 曾补富州助教, 日饮纯劳, 不以蒋寿为物, 此时屡家就责。 周乃福一, 由于长安, 行心丰适中。 主人为供诸商贩, 有失款待。 宾王自己无聊, 把清田时至汉将李陵一排, 战国时孙殡一排, 供在桌上, 孤酒饮醉了。 便及捉大哭道, 李陵喝, 如有何妇, 而使辱辱及欺奴, 汉王何心, 而食辱终于沙漠。 哭了一番, 吃一回酒, 又向孙殡的排位哭道, 孙殡喝, 辱喝休未得, 以致结怨于好友, 辱喝醉见招, 以致颠至于终身。 哭了又吃酒, 总是处逆境之人, 若狂若吃, 好像治下了东西, 做我不安的光景。 其激烈处, 恨不化为薄浪锤, 为蜻蜓柱, 为田将军类。 感愤处, 恨不化为斩马剑, 为散倒车, 为荆轲笔手。 因事不与世俗武, 一日遇见钟郎将长河, 虽是五官无学, 颇有知人之职, 知马兵王必成大器, 言至家中, 代为上宾, 依应汉末之事, 尽除其手。 事实兴便异常, 下赵文五官, 急言得失。 长河遂返马周, 代臣便以二十余事尽上。 马周屡底无聊, 秀了些杖头, 散不出门。 那日恰是三月三日上一家节, 清城侍女, 皆智取一江衣, 拔谢, 杂具吹弹, 骑亭, 都张灯劫彩。 马周也到那里去闲玩, 上了殿中, 聚了一个桌, 在那里独啄畅饮。 那些公侯驸马, 弟子王孙, 都一扶而来稀耍。 只见一个患者, 跟了几个相知, 许多仆从, 也在坐头吃酒。 见马周饮得爽快, 便对马周道, 你这个狂生, 独卓村牢, 这般有心, 我有一瓶葡萄玉酒在此, 赠予你吃了吧。 家人们把一瓶酒, 送于马周。 马周把酒, 揭开一看, 却有七八斤, 香喷无比, 把口对了瓶, 饮了一回, 饮下的, 撇见桌边有一半面的瓦盆在, 便把酒清在里头, 口中说道, 羔羊知己, 不亦今日见智。 一头说, 一头将双袜脱下, 把两足在盆内洗灌。 众人都惊喊道, 这是贵重之物, 岂可如此倾泻。 马周道, 我何敢倾泻, 岂不闻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曾于云, 其与足, 其与手, 我何敢昧于上, 而呼于下。 洗了, 抹干了足, 把盆拿起来, 吃个庆静。 刚饮完时, 只见七八个人, 抢进殿来, 说道, 好了, 马相公在此了。 马周道, 有何事来寻我? 长河家里二人说道, 圣上宣向恭敬朝。 原来太宗在宫, 翻阅陈辽本章, 见长河所上二十条, 伸说祥明, 有关政治。 因思长河是个武臣, 那有些学问, 就出宫来照问长河。 长河指得奏云, 是陈洗马周所带坐。 太宗大喜急着内奸出来宣赵。 当时马周见说, 忙到长河狱中, 换了衣衫靴帽, 来到文华殿。 太宗把二十条事, 细细详问, 马周抗赐质变, 一一剖析, 真个是学富武车, 踩高八斗。 太宗大喜, 击败他为刺史之职, 赐长河彩卷二十匹出巢。 太宗急散朝进攻, 行至凤辉宫前, 只见那里笑声不绝, 便跟了两个宫义奴医, 转江进去, 见垂柳托丝, 浮静清幽。 岔子烟红, 迎风弄鸟, 别有一种赏心之敬。 听见笑声将近, 却是一对宫女奔出来, 有的说打得好, 竟像一只紫燕携飞。 有的说这般年纪, 一些也不吃力, 还四个孤鹤朝天, 盘旋来往。 太宗叫住一个公义奴医问道, 你们那里来, 为什么笑声不绝? 那公义奴医奏道, 在以春宣院子里, 看萧娘娘打秋耍子。 太宗道, 如今还在那里打吗, 可打得好。 公义奴医道, 打得甚好, 如今还在那里玩。 太宗建说, 即便行到丰辉宫来下碾头去, 见院子里站着许多妇女, 在那里望着大笑。 看见秋千架上, 站着一个女人。 浅色小龙一团衣, 哦, 一条松色长裙扣了两边, 中间扎着大红断裤。 翻天地飞打下来, 做一个蝴蝶穿花。 又打起来, 做一个担缝朝阳。 改了个基因略实事, 扑江下来。 真个风一流, 鸟挪, 体态轻狂。 太宗正侧着身子, 掩在石瓶间细看。 只见一个公义奴一瞥眼看见, 忙说道, 万岁爷来了。 那些公义奴一一哄而散。 太宗此时, 不好退出, 只得走江进去。 萧后如飞下了驾板, 小喜忙把萧后头上一副尘帕, 取了下来, 又除下裙寇。 萧后直到太宗膝前, 跪下说道, 臣妾不知圣驾降临, 有失迎接, 罪该万死。 太宗把手扶起道, 萧娘娘有心, 寻此半仙之乐。 萧后道, 偶尔排遣, 烧解岑寄, 有乌龙墓, 实在黄金。 太宗携着萧后进宫, 觉得异乡富裕, 因坐下, 萧后气对太宗道, 切以摔朽之姿, 得蒙思一宠衣, 拾出意外。 但生前常望眷顾, 死后得葬于吴公台下, 切愿必以太宗许诺, 因说, 今日清明佳节, 宫中张灯设宴, 娘娘可同晚上。 萧后道, 今日清明, 民间都打扫坟墓, 窃贤地墓, 无人祭扫, 言之痛心。 太宗道, 朕当为炙首种三百户, 并拨田无请, 以供春秋祭祀。 后随谢安。 太宗道, 少请朕来宣你。 又道, 为何事闻香气, 今却既然。 萧后笑而不言。 原来此乡, 乃外国志的结院乡, 在突厥课寒大里带来的。 当下太宗回宫传旨, 喧嚣娘娘看灯。 萧后急换, 小喜跟随, 来到太宗宫中, 朝剑弼, 与徐慧飞, 武才人等相见了。 太宗坐首席, 请萧后坐左边低席。 武才人因说道, 娘娘何不就与陛下同席。 萧后道, 妾扑柳衰致, 强陪至尊, 甚非所宜, 就是这席还不该做。 太宗笑道, 总是一家, 不必推训。 于是坐定, 行酒奏乐, 至晚和宫都张起花灯, 光彩夺目。 萧后道, 清明不过小节, 怎么工业间这般承设明灯。 太宗道, 朕自四方平定之后, 樊玉令节与厨叶上缘, 一样百事庆上。 萧后道, 金翠光明, 燃同白昼, 加厉得紧, 只是把那些灯燕之气, 消取了更妙。 太宗问萧后道, 朕之施舍, 与随主何如? 萧后笑而不答。 太宗顾问, 萧后道, 彼乃亡国之君, 陛下乃开机之主, 赦减故自不同。 太宗道, 赦减到底, 各举其一。 萧后道, 随主享国十余年, 怯偿侍从, 每逢厨叶, 殿前与诸院, 设火山数十座, 美山焚尘相树彻, 火光若暗, 则以甲尖卧之, 宴起树杖, 其相远闻数十里。 一夜, 之中, 则用沉香二百余车, 甲尖二百余石。 殿内宫中, 不燃高火, 玄大珠一百二十颗以兆之, 光比白日。 悠有外国穗献明月宝, 夜光珠, 大者六七寸, 小者游净三寸, 一珠之价, 植数十万斤。 金陛下所设, 五次珠宝, 殿中灯竹, 皆是告犹, 但觉烟气熏人, 十味见其清雅。 然亡国之事, 意愿陛下远之。 太宗口虽不言, 姚思良久, 心服随主之华丽道, 夜光珠, 明月宝, 改日当为娘娘致之。 于是, 功仇一交一, 错, 船杯弄斩, 足有两更天气。 武才人看那肖后无限一阳婉转, 风韵观情处, 竟不似五十多岁的光景, 暗想, 他那种事, 不知还有许多勾一引人的伎俩。 肖后一直把武夫人细看, 越看越觉艳丽, 但无一种窈窕悠闲之意。 徐慧飞与仲飞, 见他三人完成一块, 巨推更衣, 各悄悄地散去。 肖后一要辞出, 太宗挽着肖, 无二人说道, 且到寝室之中, 再看一回登去。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章 随肖后遗子归焚五妹娘, 北姿入寺。 十月, 至是须评礼法场, 声名一列便乖张。 以拼留独天皇内, 起膝腰欢弟子旁。 国事可胜三叹息, 人言不须更愁量。 千秋莫道无金剑, 也失败光化正常。 人之欲合分离, 自有定数。 随你即是智巧, 揣摩世事, 意测屡中的, 却度量不出。 肖后在随亡之时, 直到随波逐浪, 可以快活几时。 何知许多狼狈。 今年将老乙, 转至唐帝宫中, 虽然原以礼貌相待, 却是身不由己。 今日太宗突然临幸, 在妇女家最难得之喜, 他则不然,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启事云。 晓得太宗一宠一, 一个如花似玉的五妹娘, 自知又不能减了一二十年年纪, 返老还童起来, 与他争上去, 故此太宗虽然一性, 觉得复之平淡。 不想被太宗看灯接去, 通宵达旦, 妹娘见他风一流, 可爱, 便升起妒忌心来, 却极力地窜夺太宗冷淡了。 他又把两个蠢公义奴医, 换了小喜, 娶太宗姓了。 因此, 肖后日常隐恨, 眉头不斩, 凭你佳肴美味, 拿到面前一步喜吃。 即使清歌妙舞, 却也懒观, 时常拆弓异奴一去, 请小喜道来, 指望说说隐情。 那武才人却又奸华, 叫两个心腹跟了, 他忠肠男兔, 彼此慰问了一番, 即便别去。 肖后只得自揭自叹, 拥倾而弃, 染成妾症, 不多几时, 足于唐宫。 太宗闻之, 身为惋惜, 后家并恋, 招负其位好, 使约憨, 使行人私以皇后乳布, 拂就到吴公台下, 与隋阳帝合葬。 小喜要送至牧所, 武才人不许, 只得回宫。 武才人因萧后已死, 欢喜不胜, 弄得太宗神魂飞荡, 长耳金矢。 惠高氏连族, 太宗将往枯枝, 长孙无忌, 储罪良见道, 陛下耳金时, 于方不得临丧, 奈何不为宗庙设计自重。 太宗不听, 无忌忠道俯卧, 留涕顾见, 太宗乃还, 入冬院难忘而枯, 涕下如雨。 遂命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灵烟阁, 列其姓名绝礼, 以顾者书氏。 是徐得一级, 太医说, 唯须挥可聊, 太宗亲自捡须, 为之何要, 立顿手气泄。 太宗又因七元紫燕心事, 机械甚少, 恐他无人侍奉, 一欲选一二公义奴医, 赐他作伴再三辞谢, 太宗道, 朕为设计, 废为清也, 何须训谢。 即日这内奸, 选两个有年纪的公义奴医, 赐予徐不提。 石太白吕咒剑, 太使令战道女主昌, 民间又传秘纪云。 唐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文言, 身武至。 一会, 会诸武陈燕于宫中, 行酒令使言小明。 左武卫将军李军县, 自言小明武娘, 其官称, 封义皆有五字, 出为画周次使。 欲使附奏, 君献谋不轨, 遂作诛。 阴密问太使令李淳风, 密记所云信有知乎。 淳风对道, 陈阳基天相, 辅查历数, 其人已在陛下宫中, 自今不过三十年, 当有天下, 杀唐子孙殆尽, 其诏继承。 太宗道, 疑似者尽杀之何如? 淳风对道, 天之所命, 人不能为, 亡者不死, 徒多杀无辜。 况自今以往三十年, 其人已老, 或者颇有慈心, 为祸祸浅。 今若得而杀之, 天或更生壮者, 似其怨毒, 恐陛下子孙无一类矣。 太宗听言乃指, 心中虽晓得, 才人性无有爱, 但见妹娘性格柔顺, 虽你胸中不耐烦, 见了他就回尘作喜, 请客不忍分手, 因此虽放在心上, 意且在处。 武才人也晓得大臣的议论, 亮天子意思, 必不加行, 但欲训弼, 恨无其策。 日复一日, 太宗因色欲太深, 害起病来, 那太子进王朝夕入室, 瞥见武才人颜色, 不胜害一道, 怪不得我父皇生这场病, 原来有这个游物在身边, 夜间怎能个安静。 一语思之, 未得共辩, 彼此以目送情而已。 一日, 晋王在宫中, 武才人取金盆盛水, 捧进晋王灌手。 晋王看他脸妖艳, 便将水洒其面, 吸引道, 乍一屋山梦里浑, 阳台路隔恨无门。 武才人一急接口引道, 未曾紧张风云会, 掀木金盆与陆恩。 晋王听了大喜, 便携了武才人的手, 同往恭候小轩辟处, 武才人道, 陛下闻之, 取罪不小。 晋王笑道, 我今与你也是天缘, 何人得知? 武才人扯住晋王欲一气道, 安虽微贱, 九世至尊, 今日欲全殿下之情, 遂犯私通之律, 躺一日四登九五, 至日窃于何地? 晋王剑说, 便是世道, 躺公车一日宴驾, 侧辱为后, 有为誓言, 天眼觉知。 武才人寇谢道, 虽如此说, 只是言臣物意不好, 躺皇爷要加罪于窃身, 何计可施? 晋王想了一想道, 有了, 躺父皇这锦问你, 你需如此如此说, 自可免货, 又可静以待我了。 武才人点手, 晋王乃届九龙羊之御 勾赠武才人, 才人收了, 随即别出。 诗经中开示, 放榜未定日期, 太宗并肩, 赵李淳风问道, 今遂开科取士, 不知状元系何地何人, 了清必至。 春风道, 陈昨夜梦入天庭, 见天榜已放, 陈看完, 只见迎榜首出来, 他采旗上面有诗一首。 太宗道, 诗句怎么样说? 春风道, 陈游记得, 碎朗银, 美色人间至乐春, 我迎人父父迎人。 色心若起死亡腹, 便体驱钻灭色心。 太宗听了说道, 诗后二句, 甚不解其意, 不知何处人, 什么姓名。 春风道, 圣天子洪福不浅, 荆轲三顶甲, 乃是忠职之事, 大有败于社稷, 姓名虽之, 不便说出, 恐泻漏于臣, 上帝震怒不浅, 其陛下赐臣于密室, 写其姓名籍贯, 封顾河中, 似结榜后, 开砍便知。 太宗叫太监取一个小河, 淳风写了封在河内, 太宗又加上一封, 藏于贵中。 淳风辞了出来。 不一日开榜时, 太宗取贵中李淳风写的一封, 却是状远敌人节, 山西太原人。 榜眼洛宾王, 这一将一, 亦无人。 叹花礼日之, 惊召万年人。 不胜亥意, 实信淳风所言非狂, 称树之言必准。 阴思, 今已如此大病, 何苦留此余孽, 为祸后人。 便对才人武士说道, 外言勿意, 道你姓英为称, 你将何以自处? 武才人跪下契奏道, 妾是皇上有年, 未尝甘有为物。 今皇上无故, 一旦致妾于死, 使妾含恨九泉, 何以明目? 况且当时同百人选进宫, 蒙皇上以众人为公额, 妾独次为财人, 受思无比。 今日若赐妾死, 反为他人笑话。 望陛下以好生为心, 使妾劈涕入空门, 常摘拜佛, 以助圣功, 以修来世, 垂恩不朽。 说罢大痛, 太宗心上员不要杀他, 金剑他肯削发维尼, 不胜大喜道, 你心肯维尼, 亦是万幸的事。 宫中所有, 快急收拾回家, 见父母一面, 随即来京, 赐予感业寺, 削发维尼。 武才人同小喜谢恩, 收拾出宫。 正是, 御龙且托金钩网, 是把相思存于谁。 十五世为文之, 媚娘要出宫为尼, 盲差人去, 借到家中相聚。 家人领命, 不多几日, 借到家中。 杨氏母亲, 见媚娘当年怎么样进宫, 今日这般样出来, 不觉大哭一场。 小喜一思量起父母死了, 如今要见他, 怎能够了, 亦哭了一场。 大家拜见过, 五媚娘道, 闻得父亲过续个三思折, 怎么不见。 杨氏道, 他怎比当初, 近来准日有许多朋友, 不是绘文, 家是讲学, 日日在外面, 吃得大醉回来。 媚娘道, 我忘记今年几岁了。 杨氏道, 当年你父亲过继他来时, 已是三岁, 如今已一十五岁了, 看去像个人, 不知他胸中如何。 正说时, 只见五三思半醉地进来。 杨氏道, 三思, 你家姑娘回来了, 快来拜见。 媚娘与小喜忙起身, 与三思见了礼。 三思道, 姑娘在宫中受用得紧, 为什么朝廷听信纳廷臣之意, 把姑娘退出关来, 却要去削发为妮。 这皇帝也算无情了, 亏他舍得放你出来。 媚娘止不住落下泪来。 三思道, 姑娘你不要愁烦, 我看那些尼姑道快活, 并无忧愁。 媚娘心上出出宫的时节, 道觉难过, 今见了三思相貌交好, 也就罢了。 吃了夜饭, 三思见父母与小喜走开, 急走进媚娘身边, 带罪地说道, 姑娘, 我看你好骨青丝细发的, 日后怎舍得剃江下来。 媚娘因是自家骨肉, 又见她年纪又小, 搂在怀里。 三思道, 姑娘睡在那里。 媚娘道, 就在母亲房内。 三思道, 我有许多话要问姑娘, 今夜我陪姑娘睡了吧。 媚娘道, 有话带我母亲睡着了, 你可以进房来说。 三思道, 如此却切记, 不要拴了门。 媚娘点点头, 那夜五三思, 后父母睡着, 悄悄挨进媚娘房中, 成了纯确之乱。 过了几日, 五世为恐怕弄出事来, 只得打发媚娘, 小喜出门。 五三思送了一二礼, 媚娘消对她说道, 侄儿, 你若一念我, 到了考试之期, 竟到感业寺中来会我。 三思为为, 撒赖而别, 在路上行了几日, 到了感业寺中。 那安主法号长明, 出来借了五媚娘与小喜进去, 见媚娘千娇百媚, 画质般一个家人, 又见小喜年纪二十四五, 封神绰约, 也不是安静主顾, 想到如此风一流, 样子怎出得家。 领到佛堂中, 四五个徒弟在那里动响气, 长鸣老尼, 叫五媚娘参拜了佛, 便与她住了发。 小喜也改了打扮, 佛前忏悔过。 停了音乐, 各人下来见礼。 小喜看到第四个, 宛如女真安理二师傅, 心里是这般想, 阴出相见不好说破, 大家定睛看了一回。 长鸣道, 这四个巨是小徒。 指着怀清道, 这位是去岁东底来的。 905夫人进去说道, 这两间是夫人喜姐住的房, 见必就是这位四师傅的卧室。 妹娘听了, 暂时收拾, 安心住着。 到了黄昏时候, 只见小喜笑嘻嘻地走进来。 妹娘道, 你这个女儿, 倒相观作尼姑的, 到这个地位, 还有什么好笑? 消息道, 夫人不知, 那位四师傅就是女真安理夫人的妹子怀清, 是我认得的, 刚才不好叫出来, 如今在她房里问了别后的事情, 故此好笑。 妹娘道, 什么女真安理夫人? 消息, 把当初随消后回南上坟, 到女真安与随南阳公主, 秦, 弟, 下, 李四位夫人相会, 说了一遍。 妹娘道, 如此说她好了, 为什么又到这里来? 消息道, 蒲州连岁饥荒, 又染了疫症, 秦, 下, 李三位夫人相继病亡。 她被一个世子窃了要同道京, 不想中途世子被盗杀了, 她却跳在水中, 被商船上救了, 带至京都送在此地赞誉。 妹娘道, 他们国有人来往吗? 消息道, 她说, 有个姓冯的表弟, 住在兰桥开张药铺, 常来走走。 妹娘点点头, 一日妹娘正在佛堂内看怀青写对, 听得外面叩门, 恰好长鸣老尼不在安中, 领中途到人家念经去了。 怀青出来, 问道, 是谁? 那人道, 那人道, 阿妹, 是我。 怀青知识冯小宝, 欢喜不胜, 忙开了进来。 怀青道, 为什么多事不来? 冯小宝道, 闻得你们安中, 有什么朝廷送的五夫人, 在此出家, 故此我不敢来。 金剑寺门闭着, 想是徒弟不在家, 我悄悄来会你一会。 怀青道, 那五夫人在堂中, 你要去见见吗? 那冯小宝随了怀青进来, 见五夫人已在桌上看怀青写的绑对。 怀青道, 五师傅, 我们的兄弟在这里看我, 见个脸。 妹娘调转身来一看, 只见身躯寡弱, 态度悠闲, 比穷瑶, 昨寒秋水。 眉不苗而自律, 唇不抹而凝珠。 生成绣发, 近看盘云记一窝, 天羽交姿, 最可爱桃花两家。 慢到落水中萧梦, 玉补乌山一段云。 妹娘盲答一礼道, 这个就是另地吗? 恰好小喜寻妹娘进去, 小宝见了, 也与她依过。 小喜问道, 此位尊姓, 怀青道, 就是前日说的冯家表弟。 小喜道, 原来就是另地, 示尽了。 说吧, 怀青同着小宝, 走到自己的房中。 只见小宝走到桌边, 取一幅花间, 写一诀道, 天父痴情其偶然, 相遇以自个相连。 笑语好似花间蝶, 才被红迷子又欠。 怀青笑道, 窃义有意绝赠君。 提起笔来, 写在后面道, 一睹方容及耿然, 风一流, 雅度信翩翩。 向君命犯桃花煞, 不读狼连窃一连。 写完, 怀青出房, 倒出下去收拾酒菜, 童小宝在房中赤酒玩耍。 妹娘在房, 戏响了一回, 随同小喜走到怀青房门首, 悄悄立着。 只听得外面敲门声响, 晓得老师父领众回来。 妹娘便走进房, 小喜出去开门, 拿怀青一出来。 只见长明领了四个徒弟, 颇余背着惊颤。 怀青与那几个说些闲话, 小喜恐怕妹娘冷淡, 即便归房去, 只见妹娘展开了嫁奸, 上写道, 花花叠叠雨昭昭, 花季多情蝶更要。 怯得玉房无限去, 笑她何福可能消。 从来想乐恨难尝, 舒尔依回自采香。 讨见花神许多债, 慢留几点未清偿。 两人正在那里看诗, 见怀青进来说道, 午上诗, 你同六师父到我房里去谈谈。 妹娘道, 你有令地在那里, 我怎好来? 怀青道, 自古说四海之内皆兄弟。 何况你我? 妹娘道, 既如此说, 何不同到我房里来坐坐, 我泡好茶香后。 怀青道, 我同六师父去挽她来, 携了小喜出房, 不一时先把九窑送到, 小喜也先进来。 妹娘道, 你可曾拿我的诗吗? 小喜道, 诗在岸上, 没有人动, 我刚才在她房里, 见桌上一幅字, 也是什么诗, 被我绣在这里, 与夫人看。 放了东西, 在袖子里取出来, 妹娘接来细看, 乃是怀青与小宝唱贺的两首绝句。 忽见怀青与小宝走进来, 妹娘悄悄将尸藏过, 便道, 似师父, 我在这里没有破钞, 怎好相扰? 怀青道, 几个小菜, 叫人笑死, 便将竹放在中间, 叫小宝朝南坐了, 自向妹娘对席, 叫小喜也坐在横头, 大家满真细拙, 狭邪嘲笑, 饮酒欢乐, 不提。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 太宗集慎, 赵长孙无忌, 楚岁良, 徐沛, 致踏钱说道, 朕与清等, 扫出群舞, 费了无数精影, 使得归于一统。 金四方宁静, 郑玉与清等共享太平, 不亦二数忽亲, 魏征, 房元灵先我而去, 尽诱丧我礼敬, 马昭, 朕今将分手, 别无他主。 太子功行人俭, 严动礼仪, 可谓家儿家父, 清等共福佐之。 说了大痛, 吴继等败谢道, 陛下春秋正父, 正好立一经一徒制, 金龙提偶不欲, 何出此不祥之语? 太宗道, 朕以御之, 故为丁宁尔。 诸臣辞了出宫, 事业上崩, 太子即位, 事为高宗, 般白照于天下, 照以明年为永辉元年。 十五世在感业寺, 闻之异味之痛气。 后因太宗继日, 高宗亦感业夺行乡, 恰值冯小宝在安, 回避不及, 长明无奈, 只得把小宝落了发。 高宗问及, 说是指儿, 在土地堂里出家, 才来看我。 高宗道, 白马寺中, 田地甚多, 僧众甚少, 朕给杜蝶一职与他, 献他明日即往白马寺驻扎。 五世见了高宗大痛, 高宗意为之气下, 悄悄吩咐长明, 叫五世束发, 朕即差人来去。 嘱咐了极启行,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章五才人续发还供秦俊俊见方妖宠, 此曰, 景物因人成圣盖, 满目更无尘可爱。 等贤精的喜相逢, 愁方解, 心仙快, 明月清风如有待。 谁心门前乱落爱, 别是人问花世界。 坐中无物不清凉, 情也在, 奔也在, 流水白云真一派。 调记天仙子, 情吃兰玉, 对经改行, 原是极意为的事。 若论储君, 毕竟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从右师父涵养起来, 自然惜尊法则。 不亦挟持之念一举, 那点奸淫, 如醉如痴, 专在五轮中, 丧心病狂傲将出来。 凡与民间鱼鲁, 火树银台, 丧间菩萨, 尤为更甚。 今不说高宗到感业寺中, 航相回宫。 再说, 五夫人到了房中, 怀清说道, 夫人好了, 皇爷驾临, 特主夫人续发, 便要娶你回宫。 将来执掌朝阳, 可指日而待, 为何夫人双眉反促起来? 媚娘道, 宫中一宠衣, 姓就以预料必来, 可自为主。 只是如今一个冯郎, 反被我三人弄得他削发为僧, 叫我与你作何祭仇之。 怀清道, 我们且不要仇他, 看他进来怎么样说。 只见冯小宝进房来问道, 你们为什么闷闷地坐在此? 小喜道, 五夫人与四师傅在这里仇你。 小宝道, 你们好不吃啊, 夫人是不晓得, 我姐姐久已闻之, 我小宝尚无父母, 下无兄弟妻事, 又不想上进, 只想在一闻一柔乡里过活。 今日逢着夫人, 难得怀清姐姐分爱, 得沾玉体, 又奸喜姑娘帮衬。 这种恩情, 不要说为你三人剃了头发, 就死意不足惜。 怀清道, 只是出了家, 难得夫人睡在身边, 生男育女。 小宝道, 姐姐, 你不知那些妇人, 巴不得有个和尚, 整日夜搂住不放出来。 五夫人道, 若如此说, 你将来有了好处, 不想我们的了。 小宝道, 事何言语? 若要如夫人这般清诚滋色, 事所含有, 即如二位之上一情吃, 亦所难得。 但只求夫人进宫时, 篡夺朝廷, 赏我一个白马四主, 我就得扬眉了。 料想和尚没有什么官在里头, 可以做得。 怀青道, 你这话就差了, 难得皇帝只是男子做的, 或者五夫人长了朝阳, 也做起来, 意味可致。 五夫人笑道, 这且慢与她争论, 只要你心中有我们就够了。 小宝跪下乏誓道, 苍天在上, 若是我逢怀义, 日后忘了五夫人与怀青师父, 小喜姑娘的恩情, 天诛地念。 五夫人脱下一件汉衫, 怀青姐下遇如意, 小喜也脱一件粗衣, 三件东西, 赠予冯小宝, 正在叮咛之际, 只见长明执着一壶酒, 老婆子捧了夜扇, 摆在桌上。 长明道, 冯师父, 我真一壶酒与你送行, 你不可忘了我。 论起刚才在天子面前, 我认了你是个侄儿, 你今夜该睡在我房里才是。 但是我老人家年纪有了, 不敢奉陪, 只要你到白马寺中去, 收几个好徒弟来下顾就是。 快些吃杯酒睡了, 明日好到寺里去。 说了, 出房去了。 小宝与妹娘等三人到五更时, 听见钟声响动, 只得起身收拾, 大家下泪送别怀疑出安不提。 再说, 高宗过了几日, 即差官选纳五财人, 与小喜进宫, 败财人为昭仪。 高宗欢喜不胜, 一是五昭仪时来运至, 恰好来年旧生义子, 年于又生义女, 高宗义宠一, 姓义善。 王皇后, 小淑妃, 奔眷已衰, 毁昭仪生女, 后怜而弄之。 后出, 昭仪前恶杀之, 上至昭仪宫, 昭仪扬为欢笑, 发北官之, 女已死矣。 经提问左右, 接言皇后时来此。 高宗大怒道, 后杀吴女, 昭仪也气恕其罪, 后吴以自明, 由是有费力之意。 高宗一日退朝, 赵长孙吴继, 礼, 储岁良, 余智宁于殿内, 岁良道, 今日之事多为宫中, 既受故托, 不以死争知, 何以下见先帝, 称极不弱, 吴继等至内殿, 高宗道, 皇后无子, 武昭仪有子, 金玉立昭仪为后何如? 岁良道, 先帝临崩, 执陛下手, 为臣道, 朕家而家父, 今已父亲, 此陛下所闻, 言犹在尔, 皇后未闻有过, 岂可清费上不悦而罢? 明日又言之, 遂良道, 陛下必欲一皇后, 扶请妙则天下令族, 何必武士? 旷武士经世先帝, 众所共之, 万代之后, 为陛下为何如? 阴智护于殿阶, 免官叩头流血。 高宗大怒, 命宫人引出。 昭仪在连中大言曰, 何不扑杀此老? 吴记道, 岁良受先帝顾命, 有罪不敢加刑。 韩愿阴间奏事, 气体极见, 高宗皆不纳。 隔了几日, 中书社人李义甫叩阁, 表请立武昭仪。 世里入朝, 高宗道, 真欲立武昭仪为后, 前问岁良, 以为不可, 此当何如? 李得道, 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问外人? 徐静宗从旁赞道, 田舍翁多收石壶脉, 尚欲异父, 旷天子乎。 帝岁觉, 废王皇后, 萧淑妃为庶人, 命理寄喜寿, 侧武士为皇后。 扁楚岁良为潭州都督, 又扁爱州赐使, 寻族。 此后, 建乱朝政, 出入无忌, 没与高宗同欲殿阁听政, 中外卫之二圣。 高宗被色昏迷, 心反畏惧武后, 即差人封怀义为白马四主。 幼令刑仁司, 迎请母亲来京, 赠赴武士为司徒, 赐绝州国公, 封母阳士为荣国大夫人, 武三司等聚令面君, 亲赐官爵, 置居京师。 因恨王皇后, 萧淑妃令人断其手足, 投于九瓮中道, 二见义奴医, 再惜骂我质辱, 今待他鼓醉数日, 我方弃修。 因此日夜荒淫。 武后怀着那点初心, 要高宗早过, 便百般献媚。 弄得高宗双目枯炫, 不能票板。 百官奏章, 即令武后裁决。 武后曾经涉猎文史, 弄些聪明见识, 凡事皆成圣意, 因遂加辉好约天后。 一日, 高宗因目极枯涩, 心下烦闷, 因对天后道, 朕与你终日住在宫中, 目极怎能得遇。 闻得松山甚是华丽, 朕与你同去一游, 开爽眼界何如。 天后一因在宫中, 石剑王, 萧为岁, 巴不能够出去游幸, 便道, 这个甚好。 高宗令宫间出来说了, 不一时, 鸾一位摆列了旗杖队伍, 跟了许多宫女。 高宗同天后上了一个双凤鸾鱼坐下, 天后道, 文臣自有公务, 要他们跟来坐肾, 只带御林军四五百就够了。 高宗遂传指大小文臣, 不必随遇, 因文臣便自回衙门办事。 鸾一位把那些旗杖, 旗旗整整百疆出来, 甚是严肃。 在路小行夜宿, 逢舟过县, 自有官员迎接供奉。 不日已到松山, 但见旗风迭出, 高耸层云, 野鸟飞乌, 旗阁上下。 寺门前一条石桥, 沸滚的长川冲江下来。 乃是秋秒的时候, 只有红叶四花, 飘零石器。 又见那寺里日宫月殿, 金笔辉煌。 只可恨那寺后一两进小殿, 备了火灾, 还没有收拾。 阴天一底目, 在寺门前看那红日落照, 游了一回便转身上年。 天后呆坐了紫细冥思。 高宗道, 玉妻想什么? 天后道, 聊有所思耳。 阴曲鸾间一幅, 尚写道, 陪鸾游禁院, 世上出兰尾。 云檐攒风尽, 霞堤垂浪起。 日宫书见户, 月垫起颜飞。 金轮转金地, 相隔夜相依。 风吟轻吹发, 翻摇薄露兮。 西域焚之火, 山红营也飞。 花台无半影, 连塔有金灰。 时赖能人力, 幽自善事为。 词原兴浮絮, 与此欲归一。 风之不可静, 气血静何为? 高宗看天后写完, 拿起来念了一遍, 赞道, 如此词眼心艳, 用意古雅, 倒是汉怨大臣英智之作, 其属家人游戏之笔。 妙节, 妙节, 行了数日, 已到宫门守, 几个大臣来接驾奏道, 离报科半月, 昨夜三更时已事矣。 高宗见说, 为之感伤, 刺世真武, 其孙敬业, 习绝英功。 高宗因天后断世平久, 愈加欢喜。 天后揽陈公奏章, 见内有薛仁贵, 讨突厥于一党一, 三剑定了天山。 因叹道, 几万雄师, 不如仁贵之三剑儿。 遂问高宗道, 此人有多少年纪? 高宗道, 只好三十以内之人。 天后道, 待他朝剑使, 窃当取他。 高宗临朝, 薛仁贵进朝复旨, 天后在连内思窥, 见其相貌雄伟, 心中甚喜, 村多高宗以小喜赠志。 十天后设宴于华林园, 宴起母龙国夫人并三思, 高宗饮了一回, 有事与大臣会议去了。 杨氏换了衣服, 同天后, 三思各处戏完园中景致。 但见, 楼阁层出, 树影离起。 纵横怪石, 欠已一惊一卢, 还持一词, 万片忧郁。 干村漏盈, 使花光为疏密, 长城复道, 依草泰已盈回。 寄予防之傲为, 亦动士之虚无。 乃灯翘阁, 跳层丘, 调八窗之静开, 喜万鹤之争流。 能不解摇晴之巍巍, 真堪增一语之悠悠。 游安一变, 荣国夫人辟别天后生于回地。 三思四杨氏去后, 换了衣服, 也来殿上游玩一遍, 各自散归。 午后回宫不提, 且说佩王明贤, 周王明贤, 因宫中无事, 各出姿彩, 相与斗鸡为乐, 以表输赢。 石王博为博士, 年少多彩, 二王习语至谈笑。 美之斗鸡时, 王博亦为之欢饮, 因作斗鸡习闻云, 盖文昂日, 著名于列宿, 允为杨德之所中。 登天垂向于中府, 施为汉音之士曲, 立惠名而窝窝, 大能行我梦魂, 与风雨而交交, 罪足增人情思。 楚宗窗下, 乐行纵谈, 阻替床, 前, 施为起舞。 萧綦行以为则, 王朝有报效之人, 劫其壮以作官, 圣门称豪勇之事。 秦官早唱, 庆公子之安全, 其境长鸣, 之群离之声句。 决衣则见诸补, 搬涉则涉于甘。 赴刘安之宅已上升, 遂成仙种, 从宋卿之案而下世, 常伴小儿。 维尔德秦, 因非凡鸟, 文顶武族, 武德剑推于田扰, 杂霸熊王, 二宝承祥于嬴市。 脉中守云柱柱, 化身耕耗珠珠。 苍蝇恶的混其声, 蟋蟀安能窃其好。 吉连非之有恃, 和断尾之足于。 体戒俱金, 妖容已及, 一疏找粪, 妇斗惜死。 虽济后左右吴大夫, 而时节引若敌国。 而雄不堪病历, 意着何感自安。 杨威于七夕之时, 发愤在呼嚎之际。 望之若目, 时意直举而致阳, 应之如神, 不觉屁高而手下。 于尊于殿, 见义吉者吉功, 为贯为俄, 与同类者争胜。 爱兹骁勇, 帅恶欧张。 纵重加各分, 是无毛之不拔, 即强弱护义, 信有暖之赌掌。 昂首而来, 决胜鹤立, 古赤以往, 一类蓬勃。 勃及所施, 可即用充公膳, 资降略尽, 宁有容彼道体。 岂必命负刨除, 不斥魂飞汤火。 语书节制, 经文鹅鸦之一声, 血战功成, 快赌英伪之主。 于焉西之鸡杖, 甘为其口而不休, 行且树乃鸡杯, 将为其助而无弃。 躺为鸡塞之令, 立正鸡方之行。 化斩而所加者有诸, 不负同于智处, 慈福而败类者必杀, 定当割以牛刀。 此邪, 高宗见了习文, 便道, 二王斗鸡, 王伯不行见证, 反作习文, 此乃一交一, 够之计。 遂痴王伯出佩服, 王伯闻命, 便呼周省赴于宏都。 周刺马当山下, 祖风韬不得尽。 那夜秋超时候, 一天星斗, 满地霜滑。 王伯登岸纵观, 忽见一首作诗樊上, 须眉昊白, 故盼异常, 摇卫王伯道, 少年子何来? 明日重久, 藤王阁有高会, 若网会之, 作为文词, 足锤不朽, 胜于斗鸡席多矣。 博笑道, 此距红都, 围成六七百里, 其一息所能至。 搜道, 自乃中原, 水府是无所思, 子欲觉醒, 无当注辱, 清风一番。 博方拱谢, 忽失所所在。 博回传, 急促周子发周, 清风送番, 疏底难昌。 周人叫道, 好呀, 谢天帝, 真个一帆风已到洪周了。 王伯听见, 欢喜不胜。 世语文君, 心除一江一, 周末, 因之都督严伯宇, 有爱絮无子章, 年少俊才, 素购续文, 欲以夸客, 故此开眼彬了。 王伯宇与文君, 亦有事意, 遂更衣入夜, 因邀请赋宴, 博不敢辞, 与那群英见礼过, 即上席, 因他年方十四, 坐之末席。 声德颂奏, 雅月齐乌, 久过几旬, 宇文君说道, 一夕腾亡元英, 东征西讨, 做下多少工业, 后来为此地赐使, 牧民下士, 极尽俯随。 黎树不忘其德, 故见此格, 以为千秋仪表, 但可惜如此名胜, 并无一个贤人做一篇续文, 卷于碑石, 以为壮观。 金姓朱贤会集, 起尽其才, 以计其事何如, 遂叫左右曲文房四宝, 宋江下去。 朱贤晓得无此张的意思, 各个训让, 次第至伯面前。 伯玉贤己才, 寿命不辞。 阎公心中转道, 可笑此生年少不达, 看他做什么出来。 碎起更衣, 命力厚于伯旁。 看他做一句报一句, 我自有处。 王伯具了一张书案, 提起笔来, 写着, 南昌顾郡, 宏都心腹。 书里认真写一句报一句, 阎公孝道, 老生长谈耳。 次云, 兴奋一枕, 地一街横炉。 阎公道, 此故事也。 幼报至, 今三一江一, 而戴五湖, 孔瞒京而隐扎月。 阎公即不语, 鹅儿树立踏报至, 阎公即汉夷而已, 至落霞与鼓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不绝决然道, 其哉此子, 真天才也。 快把大悲去助兴。 请儿闻成, 左右报完, 忽见其绪五子张道, 此闻非出自王兄之大财, 乃艳笔也, 如不信, 须能诵之, 包你一字不错。 众人一大惊, 只见五子张从南昌顾郡背起, 直至是所望于群躬, 众人深以为怪。 王伯说道, 吴兄寄诵之功, 不简陆寄诸人矣, 但不知此闻之后, 小弟还有小诗一首, 吴兄可诵得出吗? 此张无言可达, 报残而退, 只见王伯又写上一言君父, 四韵俱成, 藤王高阁临一江一, 主, 配王名驾把歌舞。 画动朝飞南浦云, 珠连目卷西山语, 咸云谈映日悠悠, 物换星仪几度秋, 阁中弟子金何在? 见外长一江一, 孔白流, 严公于宇文君见之, 无不赞美其才, 赠以五百贤, 才名自此一显。 却说高宗荒淫过渡, 双目炫, 目毛。 天后要他早早归天, 时刻伴着他玩耍。 朝中事务, 据是天后垂帘听政。 一日看本章内, 李步有提请建方经表, 真列一书。 天后不绝即暗地探道, 其在, 可见此等妇人之孤名调遇, 而理官之寻生妇慧也。 天下之大, 四海之内, 能真正真列者, 带有几人。 涉或有之, 定是蠢然一物, 不通无窍之人。 不是为事所逼, 即为意所述。 阴阁之中, 事便百出, 掩耳盗铃, 谁人守着。 可笑这些男子, 总是以讹传讹, 把些银钱, 换一个牌坊, 假装自己的体面, 与母合意。 我如今请真列建方的一概不准, 却出遗诏, 凡夫人年八十以上者, 皆板授郡君赐宴于朝堂, 难道辞职不好似前朝? 遂写一道, 旨意于礼部搬与天下, 使这些公侯驸马, 以及乡绅妇女, 闻了辞职, 各自高兴, 写了履历年庚, 递进宫中。 天后看了一遍, 足有数百。 天后捡纳在京的年高者, 点了三四十名, 定于十六日到朝堂中赴宴。 至日, 习设于宾华殿, 连自己母亲荣国夫人亦宇宴。 十个勋七大臣的家眷都打扮整齐而来。 独有秦淑宝的母亲宁氏, 年以一百有五, 与那张俭之的母亲藤氏, 年等九十有余, 揭串了旧朝福来到殿中。 各个朝见过, 赐所饮酒。 天后道, 四方平静, 各家官, 聚在家敬仰, 想精神欲绝健忘。 秦太夫人答道, 陈切文士君能治其身, 臣子遭逢名胜之主, 知欲知荣, 不要说六耻之躯, 朝廷豢养, 几笔之寸心, 亦不敢妄议宠一, 劝。 天后道, 令郎令孙, 都是士君尽力, 岂不是太夫人训会之力。 张简之的母亲道, 秦太夫人寿荣, 竟如五六十岁的模样, 百岁方是碧娘娘赤剑的了。 荣国夫人道, 但不知秦太夫人正诞在于何日, 妾等好来举伤。 秦母道, 这个不敢, 见诞是九月二十三日, 旷已过了。 九过三旬, 张母与秦母等, 各起身叩谢天后。 明日, 秦淑宝父子即张简之辈, 聚尽朝面谢。 天后又赐秦母见方于李帝, 便曰, 扶凤双高, 此一时绝尚, 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章, 张昌宗行挪姓太后, 千分号怀疑见杰府说真。 诗曰, 春风这处惹相思, 总在多情纪律之。 莫怪提英亏秀, 后母, 岂连家树绕游丝。 莹莹碧玉寒乔日, 鸟鸟闻鸡下架时。 博得回眸书一笑, 凭她见惯也浑赤。 燕云, 宝暖私盈玉, 是说寻常妇人。 若是帝后, 为天下母仪, 自然端庄沉静, 无有邪淫的。 乃古今来, 却有几个? 秦庄相后晚年迎新御赤, 十兆吕不为入甘泉宫, 不为幼密毒, 用计诈为阉割, 使毒毒如患者状, 后爱之, 后被杀, 不为一车裂。 汉吕后, 亦照审时期入宫, 与之私通。 尽下侯氏, 至于小利牛金通, 而生原地, 留慧宫内, 一击实测。 可惜岳下老不知姻缘, 何不就俭这几个配偶, 使他心满意足, 难道他还有什么痴响? 如今再说, 天后在宫中淫乱, 见高宗病入膏肓, 欢喜不胜。 一日高宗苦头重, 不堪举动, 赵太医秦明贺诊之。 明贺请刺头出血可遇。 天后不遇高宗急遇, 怒道, 此可斩也, 乃欲于天子投赐血。 高宗道, 但赐之语未必不佳, 乃赐二血出少血。 高宗道, 吾目似明矣。 天后举手家额道, 天赐也。 自负彩白痞, 以赐明贺。 明贺叩头辞出, 借底敬仰。 天后好像极爱惜他, 实伴着依依不舍。 岂之高宗病到这个时, 还不肯依着太医去调理, 还要与天后亲热, 火生起来, 旋即驾崩, 再为三十四年。 天后盲照大臣裴延等于朝堂, 策立太子英王显为皇帝, 更明者, 昊曰中宗, 立妃为氏为皇后, 赵以明年为四圣元年, 遵天后为皇太后, 着后父为元贞, 为玉州次使, 正是贤取决于太后。 一日, 为后无事, 在宫中礼琴。 只见太后一个近世宫人, 名唤上官晚。 年纪只有十二三岁, 相貌娇艳, 性格和顺。 生时母梦入碧大乘而生, 道使此女称梁天下, 后岁颇通文墨, 有祭宋之功。 偶来宫中闲耀, 为后见了便问道, 太后在何处, 你却走到这里来。 婉儿道, 在宫中戏拙, 我不能进去, 故不至此。 为后道, 岂非逢无二人夜。 婉儿点头不语, 为后道, 你这点小年纪, 就进去何妨。 婉儿道, 太后说我这双眼睛最毒, 再不要我看的。 为后道, 三思有渴, 那突驴何所取焉? 正说时, 只见钟宗气愤愤地走进宫来, 婉儿即便出去。 为后道, 朝廷有何事, 致使陛下不悦? 钟宗道, 刚才御殿, 见有一事中缺出, 朕欲宜于辱妇, 陪言故争, 以为不可。 朕记起来对他们说, 我欲以天下语为原真, 何不可, 而息事中也。 众臣俱为莫然。 为后道, 这事也没要紧, 不与他作也罢了。 只是太后如此迎乱奈何, 听见逢武又在宫中吃酒玩耍。 钟宗道, 诗上边说游子七夕, 莫为母心。 母要如此, 叫我也没奈何。 为后道, 你倒有这等度量, 只是是父母击剑, 宁可悄悄地见他一番。 钟宗道, 不难, 我明日进宫去与他说。 到了明日, 钟宗朝霸, 先有宫间将钟宗要与为原真为适中, 并遇与天下, 与太后说了。 太后道, 这般可恶。 不期中宗走进宫来, 令诸事必退后, 悄悄奏道, 母后自情, 不过一时之乐, 恐万代后卿始终不能为母后银耳, 望母后早茶。 太后正在寒怒之际, 见她说出这几句话来, 又恼又残, 便道, 你自干你的事罢了, 怎么毁谤其母来? 怪不得你要将天下送予国障, 此子何足于世? 遂照裴言费中宗为庐陵王, 欠于房州, 封玉王诞为帝, 浩约瑞宗, 举于别宫。 所有宫内大小正室, 贤绝于太后, 瑞宗不得欲闻。 太后又迁中宗于君州, 义无忌惮, 心神宽敞。 又知宗室大臣愿望, 心中不服, 欲尽杀之。 盛开告密之门, 有告密称职者, 不此除官。 用所原理, 周兴, 来俊臣, 共转罗之经一卷, 交其图网罗无辜。 中宗在君州闻之, 心中坠坠不安, 仰天而住, 填抛一石子于空中道, 我若无意外之余, 得负地位, 此时不落。 其实遂为树之勾挂, 中宗大喜, 为后亦委屈护持之。 中宗道, 他日若负地位, 人如所欲, 不辱志也。 这是后世不提。 且说洛阳有张一之, 张昌宗兄弟二人, 他父亲原是书礼之家, 一日因科举到京应室, 离在五三司所见。 恰好三司与怀疑不睦, 要夺他一宠一, 爱, 虽见昌宗兄弟于太后, 不提。 却说, 怀清见怀疑到白马寺里去, 料想他不能各就来。 是有一牧州客人陈仙客, 相貌魁伟, 更坚信好邪术, 怀清静续了发, 跟他到牧州。 那四侧毛皮匠, 也跟去做了老家人。 恰之那年牧州抗旱, 地里忽列出一个池来。 中间露出一条石桥, 桥上刻着怀仙两字, 人道池边照影, 一声好歹都照出来。 因此, 怀清夫妻也去照照, 那只池中献出竟如天子皇后的打扮, 并肩而立。 怀清深以为怪, 对仙客道, 桥上怀仙二字, 合住你我之名, 又照见如此模样, 五妹娘可以做的皇帝, 难道我们偏做不得? 遂仙客开启一个崇异堂来, 只计牛犬, 又不吃斋, 所以人都来皈依信服。 男人怀清收为徒, 女人仙客收为徒, 不上一两年, 竟有数千余人。 怀清自立一号约朔真, 捡那些一经一状俊俊俏后生, 多教了他法术, 皆能呼风唤雨。 不期, 被县尹晓德了, 要拆兵来捕他, 那些徒弟们慌了, 抱之陈仙客, 朔真。 朔真剑说, 选了三四百徒弟, 拥进县门, 把县尹杀了。 据了城池, 竖起皇旗, 自称文家皇帝。 仙客称崇义王, 远近周县, 望风纳款。 扬州刺史阴润, 只得申闻报之朝廷。 诗日太后闲着无事, 恰之差人去请怀义在宫中二雅宣燕饮。 见了奏章, 太后微笑道, 天下指道, 唯我在女子中有志感为, 可谓出类拔萃者已, 不亦此女一欲振起金国之意, 擅自称帝。 怀疑道, 莫非就是穆州文家皇帝陈朔珍吗? 前日有两个女妮, 对陈说那陈朔珍汹涌无比, 说起来就是感业私礼怀清, 未知却否。 正说是, 只见向周次使须人贵, 申闻请发兵讨陈朔珍, 附有夫人小喜一副私礼。 兵器中被说陈朔珍就是怀清, 在穆州起义, 曾遇一人, 得了天书转服, 凶风难犯, 祸府祸脚, 恩威西厅上财。 太后笑道, 我说那里有这样斗气的女子, 原来果是令子。 怀疑一笑道, 罢了, 男人无用的了, 怎么一个柔弱女子, 便做的这个田地? 太后笑道, 这样话只算是放屁, 顺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难道女子只该与男子贱如必喜的? 我前日的意思, 建功分支, 原要都用女子, 男人只冲使令, 举朝皆妇人, 安在不成师计之胜, 我今烦你去招安帝, 难道他不肯来? 怀疑道, 臣无官职, 怎能够去招他太后道, 我封你一个大将军之职, 你去何如? 急传一封怀疑为右卫大将军之职, 兴夜网木舟, 招抚臣朔珍。 自闻发下, 怀疑便辞嘲, 太后又叮咛了许多话, 差与邻军三千驻之, 又一次向周刺使薛仁贵, 毁兵接应。 仁贵得了旨意, 一发兵进脚。 原来陈朔珍夫妻两个近日不睦, 先刻贤妻拥着一惊一状徒弟, 不与他管, 朔珍一贤其强鲁娇娃, 带了随处宣影。 你到我兵强, 我到几兵强, 因此大家分路, 各自建功。 仁贵将到怀上, 早有戏作来报道, 崇义王陈仙客, 带了一二千人马, 离此地只有三十余里, 要到徐州借粮, 扶起老爷主财。 薛仁贵即便驻扎, 点三百一精一兵, 伴做逃难百姓, 兴夜赶去扶着。 又发一百一精一兵, 伴做饭酒煮的客人。 又发二百一精一兵, 伴做乡客, 看前头下得手处埋伏。 吩咐完了, 各自起行。 仁贵自己统领大军, 连夜追赶, 离贼只有二三里, 便停住。 后至半夜, 只听得一声号炮, 仁贵如飞赶上前去, 只见后边火星尽起, 炮声不绝。 仁贵持枪, 直杀到寨门, 可怜那些贼兵, 从未逢这样一精一锐, 各自卸了甲咒走了。 陈仙客上在炕上安寝, 睡梦中听的沙喊, 正要想逃走, 那晓得仁贵一条枪直刺进来, 被后边四五个一精一兵杀尽, 逃走不及, 被仁贵一枪刺死在地, 削了手机。 还有七八百人, 见主帅北珠, 只得弃歌投降。 却说, 怀意同了三千玉林军起行, 预先差四五个徒弟, 扮作游方僧人, 去打听, 可是怀情还俗的。 众徒弟领命去了, 自己却慢慢而行。 过了几日, 只见那四五个徒弟 同了一个老人家转来, 怀疑问道, 所事可有着实吗? 徒弟道, 闻家皇帝一个亲随家人, 被我们哄到这里, 师爷去问他便知。 怀疑出来问道, 你是那里人? 姓什么? 那老者道, 难道老爷不认得小的了? 小的姓毛, 名二, 长安人, 当年住在赶夜寺厕守, 做皮匠为活。 小的单身, 时常加怀青师傅热汤茶饭, 总成我的。 不想被纳木舟沉仙客王一爷, 到寺中拐了六师傅, 竟往木舟叙了发, 做了夫妻, 小的也值得随他去了。 怀疑问道, 他们有什么本事哄骗的这些人动? 毛二道, 那陈仙客洗得是咒诅邪术, 不想遇着六师傅更聪明, 把这些舒服秘诀, 练一席衣, 一经一熟, 着实笑宴。 故此, 远近男女之道, 都来响眼皈依。 怀疑道, 你知陈仙客永历如何? 毛二垂泪道, 老爷, 我们的主已死, 还要问他什么永历? 怀疑听见喜道, 几时死的。 毛二道, 前日被薛仁贵来脚踏, 不意路上撞剑, 黑夜里杀进寨来。 我那主人正在睡梦中, 不及穿甲, 被他杀了。 怀疑道, 你这话不要吊皇。 毛二道, 小的若是吊皇, 听凭老爷处死。 怀疑道, 你如今要往那里去。 毛二道, 小的要去报之王一爷的死性。 怀疑道, 你不晓得, 你文家皇帝与我是亲戚。 毛二道, 小的怎么不晓得? 怀疑道, 朝廷晓得他造反, 故此差我来招安。 你今要去报之他崇义王死性, 可捅我的人去, 他便明白了。 说吧, 怀疑就写了一封书, 一件东西赋予四个徒弟。 又叮咛了一番, 徒弟同毛二起身去了。 行不多几日, 到了沛县。 只见他们摆着许多营盘, 在城外把守, 守营君族看见了问道, 毛老伯, 你为何回来了? 你们那里何如? 毛二摇手道, 少请便知, 皇爷在何处? 小足道, 在中军。 毛二如飞走到中军报之, 叫毛二进去, 毛二跪在地上, 只是哭泣。 陈硕真心教导, 你这老儿好不小事, 好歹说出来罢了, 为什么只管提哭? 毛二将崇义王如何行兵, 薛仁贵如何举动, 不想王一爷, 正在燕乐之时杀进来死了。 陈硕真不觉大痛, 正哭时, 毛二又说道, 皇爷且莫哭, 有一件事在此, 西平皇爷主才。 取出那怀义的一封书来, 陈硕真接了书, 看见封面上写着白马寺主家报, 便问, 你如何遇见了怀义? 毛二将骗去一段说了, 陈硕真将怀义的书拆开, 纸件上写道, 一息情浓艳乐, 日息假期, 不亦翠花临四, 忽焉分手, 此即之长断浑霄, 既不知有今日也。 自贤子乔迁, 细访至今, 使之比丘改作花王, 于是堪为敌国。 虽阳之之水, 一滴千条, 反不如云香片席, 共募连床, 也。 梁雾在即, 先此走后, 统为辞赵不宣, 怀清贤子装赐, 如爱帝逢怀一顿首拜。 毛二道, 他那里差四个童子在外, 朔真便叫, 唤他进寨来。 毛二出去不多时, 领着四个徒弟走进寨门, 两边刀枪秘密, 剑挤重重。 上边一个柔弱女子, 相貌端肃, 朱冠宝顶, 着一件暗龙绒色战袍, 大红花边香袖口。 四个徒弟, 见了这般光景, 只得跪下叩头道, 家爷启问娘娘好吗? 臣说真道, 你家老爷朝廷待得好吗? 徒弟答道, 好, 家爷有一件东西在此, 凤与娘娘须平退众人。 臣说真道, 多是我的心腹。 那徒弟就在袖中取江出来, 说真接在手中一看, 却是前日临别时, 赠予怀疑的白玉如意, 见了双肋一交衣, 刘便道, 我只道我弟永不得见面的了, 谁知今日遭逢。 便对四个徒弟道, 这里总是一家, 你们住在此, 带你老爷来罢。 四人只得住下, 过了一宵, 五更十分, 听得三个轰天大炮, 早有飞马来报道, 敌兵来了。 臣说真道, 这是我家师爷, 说甚敌兵。 各寨穿了甲昼, 如飞百旗队伍, 也放三升大炮, 放开寨门, 说真插人去问, 是何处人。 怀疑的兵道, 我们是白马四主, 又为大将军逢也, 你们来的是何人? 君族答道, 是文家皇帝在此。 说了, 就转身去报与陈朔贞。 朔贞选了三四十人跟了, 跨上马, 来接圣旨。 怀疑叫三千玉林军驻扎战利, 自同三四十个徒弟, 背了玉旨, 昂然而来。 到朔贞寨中, 相案百列。 朔贞接拜了圣旨, 两个相见过, 拥抱大哭, 到后寨中去, 各速衰情。 郑玉白酒上席, 城内各官聚来参业。 怀疑差人辞谢了, 对朔贞道, 贤子既已受安, 布下兵马如何处置。 朔贞道, 我既归祥, 自当同你道经西盛, 兵马且屯扎木舟再处。 怀疑道, 如此绝妙。 朔贞传众军头目说了, 军马只得站在木舟驻扎后旨, 只待三四十亲随, 同怀疑亲切地慢慢而行。 行不及两三日, 遇见了薛仁贵兵马, 怀疑把招安士体对他说了。 仁贵道, 既是士体已妥, 师爷同令子面圣, 学生据书上文, 去守地方了。 大家相别, 仁贵自回向州去了。 怀疑同朔贞一路而行, 到了京中, 报之太后。 太后晓得陈朔贞到了, 怀疑先进宫去说明, 差个官去接, 急召陈朔贞进宫。 太后一见, 悲喜一交一, 即, 大家把别后事情说了, 留在宫中, 住了两三日, 赠了金银断匹, 买一所民房居住, 赤赐朔贞为父义王, 与太后为宾客。 怀疑赐封厄国公, 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章, 安金藏剖赴明冤, 洛宾王草席讨罪, 此曰, 吐走鸟飞, 一煞时, 翻腾满目。 星道节, 网罗欲尽, 绿岩行库, 眼底赤心肝一片, 天边恶泪愁千湖, 吐金怀草席, 整天停, 愁芳妇, 真绿酒, 浓情绪, 烧银竹, 心装醋, 向风亭月谢, 细弹中曲。 此夜愁谬恩未义, 来朝离别情何促, 欠东风, 博得上林归, 双心足, 吊记满意江一, 红丛古好名之士, 唯义而死, 好色之人, 未情而亡。 然死于情者比比, 死于义者百无一二。 独有春秋时为大夫红眼, 那义宫之甘于腹中。 战国时齐臣亡, 重属, 文敏亡死, 玄屈树枝, 自奋绝头而亡。 立心记忆, 一绝耳目一心, 在宇宙中虽不能多, 意义不可少。 今说太后在宫追欢取乐, 树户间又是秋末冬初。 太平公主, 乃太后之爱女。 冒美丽艳, 风字绰约, 素性轻挑, 冠世母是一壶衣, 做感慰。 先是薛少, 不上两三年急死, 归到宫中, 又思东寻西衬, 不耐安静。 太后恐怕拉了她心上人去, 将她改式代付五优记, 不在话下。 时日恰之太后同五三思在御园游玩, 太后道, 两日天气甚是情和。 三思道, 天气虽好, 只是草木黄落, 绝有一种凋零景象, 终不如春日载阳, 明花繁盛之为浓艳儿。 太后道, 这又何难? 前日上临院城, 奏梨花盛开, 梨花可以开得, 难道它花独不可开? 旷今又是小春时候, 明日五优记必来谢亲, 赐宴院中, 当时万花齐放, 以张瑞庆。 三思道, 人心如此, 天意恐未必可。 太后笑道, 明日花若开了, 罚你三大王杯酒。 三思一笑道, 白玉杯中酒, 陛下时常赐尘饮的, 只是如今秋末冬初的天气, 那得百花齐放来。 太后怒目而逝, 别了三思回宫, 便传旨宣规翼王陈朔珍入朝, 将前世与他说了, 叫他用些法术, 把院中树木敬开请客之花, 一显锐照。 说真道, 若是明日炎宴, 陛下要一二种花, 陈祸可向花神借用。 若要万花齐发, 这是关系天公主持, 须得陛下赵旨一道, 代臣遗袭花神, 转奏天庭, 自然应命。 太后展开黄旨, 写一诏道, 明朝由上院, 火速报春枝。 花须连夜发, 莫待小风吹。 太后写完, 将照付陈朔珍。 朔珍又写了一道席文, 别了太后, 进到院中, 师父做法, 焚语花神不提。 太后又传指着光禄寺正清苏良寺, 进院整治延习。 再说五三四回家, 徒遇了怀疑。 怀疑问道, 上卿何不肃于功, 而跋涉道徒业? 三四道, 可笑太后要向花神借春, 使明早万花齐放。 我想人便生死由你, 这发蕊放花系上帝律令, 其花神可以借得。 我与你到明日看院中之花, 便知天意。 两人一大笑而别。 到了明日, 天气欲绝融合, 怀疑放心不下, 忙进院来。 只见万惠芙蓉, 群之吐燕。 一转转到杨华堂来, 一个官在那里主持。 原来苏良寺未因旨意, 叫他检点言习, 故早道死。 怀疑被他看见, 便道, 何物突驴者敢至此? 怀疑见他说这两句话, 道他眼睛有些近视, 只得忍着气对苏良寺道, 苏老仙, 彼此朝廷正轻, 难道学生来不得的? 苏良寺道, 今日是五驸马谢亲, 是一席喜言, 朝廷拆我在此料理。 你是何科目出身, 居为正轻, 妄子尊大。 你若不走, 我就把朝户来劈你的家, 看你把我如何。 怀疑睁着眼睛, 要发出话来, 不亦苏良寺向着怀疑 把雅虎照脸劈来, 打了几下。 怀疑着了忙, 只得逃进太后宫中, 双膝跪下。 太后道, 你为何这般光景? 怀疑道, 苏良寺无礼, 见了陈僧便披尘的家。 太后道, 他在何处打你? 怀疑道, 在院中唱华堂。 太后急晚他起来道, 是朕叫他在那里主持酒席的, 你为什么到那里先走起来? 南亚宰相往来, 今后阿师当从北门出入, 便叫那十分父司北载门的官 今后上师进来, 不可禁止。 又对怀疑道, 你今日住在此, 待他们酒席散了, 朕与你去游赏如何? 且说梁郎寺在唱华堂检典, 平开孔雀, 坐映芙蓉, 满山百花开放, 照耀得好不热闹。 只见玉使敌人杰, 领着各官进来, 见了这些花朵, 不胜好叹道, 其哉, 天心如此, 仁义何为? 那是安全葬道, 不知万会中可有不开的。 众臣各处闲看, 唯有锦树, 杳无萌芽, 仍旧凋零, 不觉赞叹道, 妙哉锦树, 真可谓持正不阿哲矣。 正说时, 只见驸马武游记进宫去朝建了, 到唱华堂来领宴, 又见许多宫女, 拥着太后进来, 叫大臣不必朝参, 排班坐定。 太后道, 草木凋零, 毫无异性, 顾振左销特斥一指, 向花神戒春, 不亦今朝万花齐放, 足见我朝太平景象。 此刻饮酒, 需要尽兴回去, 或施或付作来, 以祭圣事。 又吩咐那是去看万会中, 可有围照不开的, 左右道, 万花齐放, 只有魔术不开。 太后命左右, 剪出之干, 低在野间, 边离作障, 不许赴职愿中。 那五三四辈, 这些产命之徒, 无不于此赞美。 独有敌人节等巨道, 春戎秋落, 天道之长。 金仲花特发, 亦陛下微福所致, 但东行春令, 还以休省。 九过三旬, 众臣辞退。 太后也因怀疑在内, 命驾进宫。 五三四看见太后, 不邀她到宫里去, 心中疑惑, 走到旁边, 穿过了完月亭, 将到翠璧转转去, 只见上官玩以兰呆想。 正是, 淡白梨花面, 轻盈杨柳妖。 以兰惆怅力, 妩媚绝魂消。 三四在太后处, 时常见她, 也彼此留心。 今日见她独自在此, 好不欢喜, 便道, 婉姐, 你独自在此想着甚来, 敢是想我吗? 婉儿撇转头来, 见是三四, 笑道, 我是不想你, 另有个心上人在那里, 想着。 三四道, 是那个。 婉儿道, 我且问你, 今日在畅华堂中赋宴, 为何闯到这里? 三四道, 你莫管我, 同你倒翠璧转离去, 有话问你。 婉儿道, 有话就在此说吧。 三四笑道, 我偏要到转离去说。 婉儿没奈何, 只得随了她到转离来。 三四问道, 谁在太后宫中玩耍? 婉儿道, 是怀僧。 三四便把婉儿搂住道, 亲姐姐, 你方才说, 有人想我, 端帝是那个。 婉儿就把为后宫宫室, 我常在她面前, 赞你如何封一流, 如何以文一, 存, 又说你同太后宫宫, 如何举动, 她便长叹一声, 好似痴呆的模样道, 怪不得太后爱她, 这不是她想你吗? 可惜如今同圣上一架房舟去了, 她苦得回来, 我引你去, 岂不胜过上宫吗? 三四道, 为后既有如此美情, 我当在太后面前竭力周全, 召唤庐陵王变了, 说了, 分手而别, 失所原理, 周星、 来俊陈辈, 同在畅华堂语宴, 觉得敌人节, 安金藏诸正人, 一起金交, 书不为礼, 心中隐恨, 怀疑又怪苏良四批七甲, 大肆发怒, 世国周人杨出城, 矫之牧人迎地于房州, 太后斥之补之, 怀疑买主周星, 乌苏良四, 敌人节与安金藏等同谋造反, 来俊臣右头一扇子鬼上, 有醉花因此二手, 云是良四击善母后, 同谋不轨, 此云, 花到春开其长耳, 破腊花有己, 除却一枝梅, 再要花开, 只恐无其二, 上院催花丹照之, 不许居长力, 草木亦何之, 亦始随人, 博得天言行, 唯利开花花何意, 要把君王媚, 昨夜照花开, 今早来看, 却果都开矣, 锦树亦之偏独义, 不肯随凡慧, 篱下尽悠然, 万子千红, 对此应寒, 女鬼, 太后见了大怒, 然之敌人节乃忠直之臣, 用笔抹去, 于予所原理堪问, 原理临审酷烈, 不知污害了多少人, 把苏良寺一家, 要他招任谋反, 良寺喊道, 天地九庙之灵在上, 如良寺稍有一心, 臣等愿甘灭族, 又把安金藏药加起来, 金藏道, 为子当孝, 为臣当中, 如君欲臣死, 蜀感不死, 但欲勘臣去献君, 臣不为也, 金济不信金藏之言, 请剖心, 以明良寺不返, 其引佩刀, 自剖其胸, 五脏皆出, 携永法堂, 杜金简, 礼日之他, 两个尚存平树, 见了盲轿左右夺住佩刀, 奏文太后, 太后即传旨, 卓俊臣停推, 叫太医院看事, 安金藏此事远近传闻, 梅州刺史英公徐敬业, 同帝静游, 行至扬州, 呼闻此报, 不胜害怒道, 可惜先帝天挺英雄, 数载亲历敖战, 使得太平, 至今日, 被一妇人安然作响, 把他子孙, 简灭殆尽, 难道此作, 竟听他归之武士乎, 举朝中公卿, 何同慕偶也, 静游道, 吾兄是何言语, 众臣俱在年悔之下, 各保身家, 彼虽淫乱, 朝廷之计刚尚在, 但可恨这般狐鼠之徒儿, 如今日有忠义之事, 出而讨之, 谁得而尽在, 正说时, 只见唐之旗, 骆宾王进来, 原来唐, 骆英座是贬折, 接会于扬州, 二人听见了, 便道, 好呀, 你们将有不轨之志, 是何缘故, 静游道, 二兄来的圣庙, 有惊报在这里, 请二兄去看便知, 二人看了一遍, 唐之旗只顾叹气, 骆宾王对静游道, 这节事, 令祖先生若存, 或者可以挽回, 如今说也突然, 静游道, 贤兄何必如此说, 人患不同心耳, 设一举一旗, 拥兵而尽, 孰能欲知, 唐之旗道, 既如此说, 凶何既然, 骆宾王道, 凶若肯正名起义, 帝当作一席以赠, 静游道, 凶若肯扶住, 帝集身任其事, 即日即告天帝, 四唐祖宗, 号令三军, 一起执执耳, 且把酒来吃, 凶慢慢地想起来, 骆宾王道, 这何必想, 只要旧事论事说去, 以书罪无穷矣, 静游道, 只就断后非手足, 这种利害之心, 拾男子所无, 一会儿摆上酒来, 大家用聚伤引了数杯, 便往立起身来说道, 带地写来, 与诸兄一看, 西平主才, 蒙道岸边, 展开素质写道, 伪州武士者, 人非何顺, 帝是寒威, 西冲太宗下沉, 曾以更衣入世, 记守晚劫, 慧乱春宫, 前引先帝之私, 阴图后庭之弊, 入门见度, 峨眉不肯让人, 眼秀公蝉, 虎媚偏能获主, 见缘后于兴宅, 献无君于俱伪, 家以毁习为心, 豺狼成性, 尽辖邪辟, 残害忠良, 杀子徒兄, 弑君赈母, 人神之所供给, 天地之所不容, 犹父包藏祸心, 亏切神器, 君之爱之, 忧之于别宫, 贼之宗蒙, 伪之以重任, 无辜, 祸子梦之不作, 朱须侯之以亡, 燕卓王孙, 如汉座之就近, 龙为帝后, 时更亭之巨衰, 静夜黄唐旧臣, 宫侯家子, 奉先君之成夜, 和朝廷之厚恩, 静夜坐在旁边, 看他一头血, 一头眼泪落江下来, 忍不住移身去看, 只见他写道, 宫等或居汉帝, 或夜周亲, 或英重寄于化炎, 或守顾命于王室, 言犹在尔, 终其忘心, 仪不知土未干, 六尺之孤何脱, 请看今日之成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 静夜看完, 不觉杆落江下来, 双手积暗大痛, 编王写完, 把笔置于地上道, 如有看此不动心者, 真勤一寿, 也, 众人一走来念了一遍, 无不替似一交一, 留, 岂之一道习文, 如同致安策, 可谓痛哭者一, 可谓流涕者二, 可谓长叹息者六, 弄得一堂之上, 彼此哀伤, 静有道, 这节事不是哭得了事的, 只要请公商议做会变了, 大家附作, 静夜道, 明日屈二兄早来, 尚有几个好相知, 要他同事, 落, 唐二人, 唯尔别, 使敌人结为相, 剑狱中隐虚服罪者, 尚有八百五十余人, 人杰据书, 将所原理等残酷之事, 奏奸太后, 命言思善暗问, 思善与周兴方推逝对时, 魏兴道, 因多不成, 当为何去? 兴道, 令国人问, 以火灵之, 何事不成? 思善乃所大问, 赤坦如兴法, 因其卫兴道, 有内壮推弓, 请攻入此瓮, 兴寇头服罪, 刘岭难为仇家所杀, 所原理, 来俊臣气势, 人争担其肉, 思虚而尽, 太后知天下恶之, 乃下智朔其罪恶, 家以赤足之诛, 这些残酷之事, 一朝除灭殆尽, 军民相喝道, 自今免者备使贴席义, 一日, 五三四进宫, 将徐静夜席文, 并陪言回静夜书, 与太后看, 太后看罢, 不觉悚然长叹, 问, 此席出自谁手? 三四道, 落宾王。 太后道, 有才如此, 而使之流落不偶, 则遣此宰相之过也。 三四因问, 静夜约言为内应, 而言书只有清额二字, 众所不解。 太后道, 此何难解, 青春十二月也, 额者我自语也, 言十二月中至今, 我自策赢也。 金培言出差在外, 且不必追捉, 直遣大将李孝义, 争讨静夜辩了。 但我想, 庐陵王在房州, 他是我嫡子, 若有一心, 就废手了。 要着一个心腹, 去看他作何光景, 只是没有人去得。 三四想起碗说为后目我之意, 便道, 我不是陛下的心腹吗, 就去走遭。 太后道, 你是去不得的。 三四道, 此行关系国家大事, 若他人去, 真假难信。 太后唯唯, 只见宫额报说, 师爷进来了。 太后叫婉儿, 你且送五爷出去。 婉儿对三四道, 我同你到右手转出去罢。 三四道, 为什么不往东边走? 婉儿道, 西边清静些。 三四会议, 勾住他的乡间, 取乐一回, 又把太后要差人往房州去的时说了, 叫他窜多我去。 婉儿道, 这在我, 我有些礼物, 送予为娘娘, 等我修书一封, 打动他变了, 只是日后不要把我撇在脑后。 三四道, 这个自然, 随即分手出宫。 到了次日, 太后有旨, 转五三四速往房州公干。 三四得了旨意, 进宫慈别太后, 太后叮咛数语, 玩岸江礼物, 并输地与三四, 三四随即起身。 不多几日, 一到房州, 天色已晚, 上殿些了, 随叫手下假说, 是文爷在这里买些小货。 三四到了夜间, 闲语中问及, 庐陵王在这里可好吗? 殿主人道, 王一爷, 甚好, 为于比丘时常往来。 这里有感德寺大和尚, 后会犯, 王一爷, 说望必到寺中, 听他讲经说法。 至于百姓, 真是秋毫无犯。 可惜这个好皇爷, 不知为了什么事, 他母后不喜欢, 赶了出来。 三四心上想道, 庐陵如此举动, 无一心可知的了。 更喜今日是十四, 明日是旺日, 带他出门, 我去方庙。 过了一宵, 明日挨到日中, 跟了三四个小时, 间于而至。 门上人知是五三四, 不知为什么尸体, 忙去报之为后。 为后叫太监进去问, 那五爷是怎样来的? 还有何人奉陪? 太监答了。 为后道, 既如此, 他与我们是至妻, 不妨请进宫来相见。 太监出去请进宫来。 三四看见为后走江出来, 但见, 身躯鸟挪, 体态平庭。 碧穹摇, 谋寒秋水, 生成绣发, 近看盘窝龙记, 天与交姿, 慢看五秀无关。 三四连忙败江下去, 为后也回败了坐定。 为后问道, 太后好吗? 三四笑道, 笔先略觉宽厚些。 为后垂泪道, 我们皇爷, 偶然出了母后一句, 不想被逐, 如今我夫妇不知何日, 在得瞻一膝下。 三四道, 想皇爷不在宫中吗? 为后道, 今早往赶得寺, 以差人去请了。 不知五爷何来? 三四道, 因上官瓦思念娘娘, 顾姬书到此。 向薛李取出书来送与为后, 左右就把礼物放下。 为后把瓦的书拆开, 看了微笑, 呼见女艺奴一进来报道, 王义爷回来了。 为后进去, 中宗出来, 与三四叙礼作定。 中宗先问了母后的安, 又叙了寒暄。 彼此把朝政家事说了。 中宗道, 兄如今何亡? 欲在何处? 三四道, 在府前府殿, 赞国一宵, 明日即行。 中宗道, 岂有此礼, 兄不以我为帝业, 何欲去之素也? 帝还有许多话问兄, 对左右说, 五爷行礼在寓所, 你去吩咐他们取了来。 一回请到殿上饮酒。 三四把安金藏剖腹涂长说了, 又把穆金徐敬业讨戏一段, 太后差礼笑意去剿灭。 金差我到扬州, 命楼适得去合脚, 故此网道来问候。 中宗听了大怒道, 李丽是太后的功臣, 母后何等待她, 不想她子孙如此畅乱, 若擒住她, 遂一诗一万段, 不足以服其姑。 便命整袭在后书斋, 中宗进内更衣去了。 三四见内衣百事茶果, 又见刚才随为后的公义奴医, 捧上茶杯, 近身悄悄对三四道, 五爷不要用酒醉了, 娘娘还要出来与五爷说话。 正说是, 中宗出来入席, 大家猜谜行令, 倒把中宗灌醉, 扶了进去。 三四见里边一间床, 帐, 已摆设齐整, 两个小厮住在厢房。 三四叫他们先睡了, 自己靠在桌上看书。 不多时为后出来, 三四忙上前搂住道, 下官何姓, 蒙娘娘不弃。 为后道, 近身, 把首相头上取纳明珠贺顶 与袖中的碧玉连环 放在桌上。 为后道, 你却不要薄情待我。 三四道, 我回去如飞在太后面前, 说亡一言许多孝敬, 报你即日召回。 为后道, 如此甚好, 妾贺顶一知, 辽以赠君所言姓误赴我。 晚而我不便写书, 替我谢生, 必欲连环一付, 岂为智智。 别了三四进去。 三四在府中三日, 孔住久了, 太后疑心, 就与中宗化别, 上路回京。 要之后事,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章改过号, 女主称尊闯宾言, 小人怀肉。 此约, 武士居然改号, 唐家代以贪哀, 却原妖孟费一猜, 留得庐林还在。 只怪僧尼恋色, 怎叫陈述持债。 阿水怀内守江桥, 笑杀小人无赖。 调记西一江一, 跃出来, 知青赈坠, 做个中流砥柱。 若都像那一般诸国士颠微之计, 还亏那有手段的出来, 知青赈坠, 做个中流砥柱。 若都像那一般诸狗之徒, 未有不把祖宗置封目语之天下, 拱手而复之他人。 国号则改为周, 宗庙则亦武士, 是中宗, 锐宗如己上之肉。 岂知天不厌堂, 拨乱反正之玄宗, 早已挺身功业矣。 今且不说五三司在房州, 别了中宗回来。 且说有个父游义, 缘系无界, 因其有杜宿与怀义相好, 怀义见二人于太后, 遂具德性, 卓为世语。 游义耸于太后, 更改国号, 又请立武成四为太子。 太后大喜, 遂改唐为周, 改元天寿, 自称圣神皇帝, 立武士七妙。 正是皇后称皇帝, 小军做大军。 绝无仅有事, 亘古未曾闻。 五三司回到京中, 闻武成四欲谋为天子, 心怀不平, 急入宫复命, 突欲上官玩。 三司问, 太后安否? 玩到, 太后日来偶换目击, 如今叫沈南谬在那里依。 王义爷, 处怎么光景? 三司道, 王义爷, 日夕奉佛, 做事甚好。 为娘娘以邪夙愿, 她说不及写书, 送你碧玉连环一双, 叫我多多致谢。 袖中取出连环妇, 与婉儿收了。 婉儿道, 此时太后闲着, 你快去见了。 两日五成四在此迎求为太子, 你需小心乘奉。 三司一眼, 随即进宫, 朝见太后, 称赫臂。 把中宗如何思念太后, 如何佛前保佑太后, 细细说完, 见太后默然, 半赏不语。 一日太后夜梦不详, 照敌人结响解。 太后道, 朕夜来梦见先帝受我鹦鹉一枝, 双翼劈锤, 朕府弄一时, 两翼再不能起。 人结道, 武者陛下国姓, 召回家儿家父, 则两翼赈矣。 太后道, 清言甚是, 但武成四求为太子, 事当如何。 人结对道, 文皇帝亲茂封敌, 已定天下, 传之子孙。 先帝以二字托陛下, 今乃御仪之他族, 无乃非天异乎, 且孤任与母子孰亲。 陛下立子, 则甘秋万岁后, 配向太庙, 成绩无穷。 陛下御立职, 未闻有职为天子, 而依附始于妙者也。 后悟, 由是召回忠宗, 母子相见, 悲喜一交依, 即不提。 一日太后与三思在窗前细雨, 恰好昌宗兄弟进来。 太后笑道, 我挣你九个美人题在此, 要众人分座。 昌宗在岸上取来一看, 却是美人欲, 美人睡, 美人醉, 许多好题目。 尚未看完, 只见太平公主 斜着玩的手走来。 原来昌宗, 一只, 九与太平公主油染, 太后一微知其事, 当日大家上前见了, 太平公主道, 院中荷花大放, 母后怎不去看, 却在此弄着个冷淡生活。 太后笑道, 正是同去看来。 随命百雁在院中, 大家同到院中来, 只见孝贺堂前, 那荷花开得红一片, 绿一堆, 方向西人。 太后道, 妙呀, 两日荷花正在 不浓不淡之间, 四围看了一遍, 入席饮了一回酒。 太后道, 今日之宴, 实为赏心, 宁可有诗无花, 岂可有花无诗。 玩儿道, 正是花, 酒, 诗四美俱矣, 岂可使它虚负。 太平公主道, 花, 酒, 诗, 只有三样, 为何说四美俱? 玩儿道, 难道人算不得一美的? 大家笑了一回, 一指道, 荷花银勇甚多, 何不以人欲知, 方不到惜。 太后道, 五郎之言甚善, 刚才诗题上在上宫, 快写出来。 昌宗道, 在陈秀中。 取来送与太后, 太后接了笑道, 题目恰好十二个, 只要随意描写, 不要写出公围中身份, 可念就取题, 六人在此, 一个坐两手。 便命晚儿写了十二个旧子, 成一团一, 而放在盒里。 先是太后捏了两个, 其余格格捏起。 太后先向上边桌上, 直笔而写。 公主与晚儿两个, 向旁边东手桌上坐。 三思雨一枝, 昌宗, 向尽窗桌上宁丝。 太后不多时已坐完, 起身道, 聊以涂鸦, 书是命题之意。 众人起来看, 纸件上写道, 美人醉, 细着留侠近少年, 直都春好自陶染。 玉山荡影无间斌, 银海光摇育拽天。 以免天香海果足, 艰难临静又平坚。 听狼啼语和狼笑, 吊耳亦温依, 存亦煞免。 第二题是, 美人睡, 罗家夫妇太轻狂, 如许中欲一半忙。 玩起自闲里眼眷, 五余游绝紧亲两。 朦胧楚国行云雨, 撩乱梁家里马庄。 耳畔翘忽身乍转, 粉塞宁汗枕横香。 众人正在那里赞美, 只见昌宗雨晚儿的诗一晚。 太后先把昌宗的来看, 是美人座, 哆哆平窗对落灰, 飞花顾顾点春衣。 只一静听临英语, 抱西窑看海燕归。 爱把王拆撩鬓发, 贤将筋驰整腰围。 卖花墙外生生患, 懒得抬身问是非。 再有第二首是美人意, 记得离亭者柳条, 风资何处欲聪焦? 春情的梦须冤枕, 事态依人几梯跑。 气日高谁拭目, 约归何广不容刀? 金钱补灌难平准, 乱捡灯花带雷炮。 太后赞道, 这二首得提之神, 清心俊意, 兼而有之。 看玩儿的诗, 第一首是美人玉, 秋颜拂梦以栏杆, 小臂传颜带玉栏。 掏脱见松山扮演, 不摇徐谢继中盘。 春寒豆蔻香生暖, 而晕浮荣逆来杆。 怪敌小姑垂裂肾, 翘粘窗指被一挪一看。 第二首是美人绿, 盈盈十五贯骄痴, 正是偷闲血浪时。 方圣蝶香一月子, 绣群固树笑风矣。 身严重子三章法, 细数诸姑百两期。 何事俏江金带果? 教人错认是男儿。 太后看了笑道, 我说你是冠家, 自与人不同, 即使子行于事, 人亦不认是恭维中做的。 只见三四也写完, 成将上来。 太后一看, 却是美人语, 何人书缺口之乡, 骂进东风赴海棠。 连妹踏清一款曲, 临池对影自商量。 贫贤东路行常日, 未许西林听格强。 不禁庸庸秀母外, 细交鹦鹉数弹狼。 第二题是美人病, 敲过长洲透鹅罗, 化床, 其枕皱凌波。 原因一梦成消瘦, 错任伤春受折磨。 简采清淮金寂寞, 踏清静矿久蹉跎。 而家夫婿谁知道? 简却妖为胜己多。 只见太平公主也呈上来, 却是美人影, 何事追随不赞离。 灌将肥兽与人之。 日中邪棒花音出, 月下横移草色祭。 碧莫窥眉曲曲, 遥风多剑袖垂垂。 堪连林水平开处, 白小吹拨乱煞衣。 第二题乃美人布, 款促香辰染染仪, 未行多路滑春泥。 花音点破来无际, 月影冲开去有期。 逆句推敲, 何一挡一, 懒。 寻方摇曳顾教池。 御衣奴一步不连花地, 因为东风亦往时。 太后未及品蹄, 张艺之也玩了城上, 却是美人帝, 宁采中天故影名, 持回雀望最和寝。 邪暴琵琶空战影, 吻垂环不闻声。 闲江一带和山整, 揽为花枝绕气行。 陆施宫携游带月, 小环瓶换为江影。 第二题是美人歌, 雍门三日有余声, 不为离居唱未成。 此夜言情能婉转, 罗夫夙愿最分明。 朱唇无起千人静, 好齿才分百媚声。 普进香山长恨剧, 听来真语烟英争。 太后看了笑道, 你四人的诗, 不但仅得相连之体, 如出一人之手。 正说时, 只见公义奴一捧着莲花三四致进来, 三四把一只置于昌宗耳边戏道, 六郎面似莲花。 太后笑说道, 还是莲花似六郎耳。 吟九笑说了一回, 三四、昌宗、 一只等散出, 太后这内奸牛近青去找怀义。 那晓得怀义自作了恶国公之后, 积蓄夺金, 以示交捡, 私藏着极美的妇人日夜取乐。 这日正吃得大醉, 忽见牛近青传太后有此宣兆, 怀义怒道, 这里娇花嫩蕊, 尚不暇攀折, 旷老树枯藤户。 你且回去, 我当自来。 近青无奈, 只得回宫以怀义之言实告。 太后听了, 不觉大怒道, 兔子嫩般无礼。 前者火烧天堂, 严及明堂都因此突, 今又如此可恶。 正在大怒之际, 恰好太平公主进来, 见太后大怒, 盲问其故。 近青将怀义之言说致。 公主道, 突一奴义无礼吉亿。 母后不须发怒, 戴尔明日处死他变了。 太后道, 虚处得闽然无忌。 太平公主领命而出。 明日绝早起身, 选了二三十个撞见公额 去院中扶着, 又叫两个太监 往照怀义哄他进院来。 那怀义阴霄来, 酒醉诗言, 懊悔无疾。 幽闻差人来召他, 正要粉饰前妃, 及同二太监从后载门进宫。 太平公主先令官额 于半路船遇到, 太后在院中等着, 可快进去。 怀义并不疑心, 忙进院来, 公额引到优僻之处, 只见太平公主坐着, 将一纸叫她看。 怀义拿来一看, 却是王求礼请焉怀义的书。 两个内奸, 及时动手割烟, 又加痛打, 不消半刻, 怀义弃绝身亡, 将一尸一手装入仆包内, 送到白马寺中, 放火烧了, 回奏太后不提。 且说太后因明堂火灾, 天堂中所供佛像都已损坏, 又四方水汉贫人, 各处奏报灾役, 岁下照着百官修盛。 禁止民间屠宰, 甚至余虾之类, 亦不须捕捉。 这尽图之令以下, 军民誓术, 无不领遵。 其十亿国公秦淑宝, 智氏家居, 尚有老母在堂, 淑宝极尽效仰。 其子秦怀孕, 蒙高祖赐昏丹雄信之女, 生二子, 长名秦从, 次名秦, 王宇。 王宇, 娶十亿张德之女, 一胎双生二子, 书宝与书宝之母, 巨甚欢喜。 到满月时, 为汤炳之会, 朝中各官, 都往称赫。 书宝父子开言宴客, 张德亦在座, 傅游义与杜宿, 也随众往赫, 一同饮宴。 只见碑盘罗列, 水路碧巨, 极其丰田。 张德对这众官道, 若论凤赵尽图, 今日本不该有此陈设, 只因必亲翁老年得这曾孙, 不胜欣喜, 又成诸公罔顾, 不敢谢曼, 故有此席, 为晋之谦, 养其荣毕。 书宝父子也意其拱手道, 总求诸兄见缘。 众官据为为, 只有傅游义, 杜宿这两个小人, 口虽答应, 心里不然。 要想去太后面前出手献功, 游义日誓, 杜宿而笑, 杜宿会议, 乘着众人着酒筹坐之时, 暗将盘中肉馅包子一枚, 藏于秀内, 至晚散席, 各自别去。 此日早朝以罢, 百官俱退, 游义, 杜宿独留身奏事, 随太后致遍殿。 太后问道, 二经御奏何事? 杜宿奏道, 陛下御灾修省, 禁止屠宰, 人皆奉法, 不敢有范。 大臣之家, 犹以领遵照之。 乃亦国公之子秦怀玉, 因赐子秦, 亡语, 生难艳客, 臣与傅游义聚往赋宴, 见其真修必备, 甘犯明镜。 臣以窃怀其遗物为证, 其陛下致其为旨之罪, 恕臣名之位, 照令必行。 奏罢, 将昨日所绣的肉馅包子献上。 傅游义一奏道, 十一张德训比因斯, 嘱托众官史相容隐, 殊数不法, 一一加罪。 太后闻奏, 微微而笑, 即传旨召秦怀玉, 张德。 少请, 二人宣致。 太后问秦怀玉道, 文卿赐子秦, 王语, 知七张事, 连举二雄, 秦家得子, 张家得生, 大事喜事。 怀玉与张德, 据顿手称谢。 太后道, 昨日在家艳客户。 怀玉奏道, 陈父因祖母年高, 欲弄孙已于之, 偶照亲故小隐, 不示陛下何以闻之。 太后命左右将那肉馅包子与他看, 笑道, 此非倾家言上之物耶, 张时宜虽欲为轻隐蔽, 其如有怀肉出手之人和。 怀玉与张德聚大惊, 叩头道, 臣等干犯明尽, 罪当万死。 太后道, 朕禁止屠宰, 为小民无端俱饮, 残害悟命故儿。 至于吉凶庆吊之所需, 缘不在境内。 清父为开国功臣, 且幼年老, 旷有老母在堂, 今喜连的二曾孙, 汤炳嘉惠, 机嫌烹肥, 礼顾宜然, 其朕所尽, 但清自今请客, 亦须责任。 因指着傅游义, 杜素道, 如此等辈, 不必再请也。 怀玉, 张德, 叩头谢安而退。 傅游义, 杜素, 修残无地, 太后挥之始出。 二人出得朝门, 众官无不唾骂。 正是, 莫到老妖作怪, 有时却甚同情。 范静不准出手, 小人网作小人。 太后思念昔日功臣, 死亡殆尽。 幽闻承之节一谢氏, 灵烟阁上二十四人, 为秦书氏一人尚在。 喜奇得了曾孙, 特命以采断二十端, 金钱二贯, 赐予新生的二孝。 又赐二名, 一名私孝, 一名客孝。 书宝父子, 聚入朝谢安。 不及一月, 书宝之母身故, 书宝因枯母治病, 为己亦亡。 太后文父, 为之辍朝三日, 次及次世。 正是, 开国元勋都悟故, 空流画像在灵烟。 第七十五章, 是情池夫妇感恩深意讨兄弟背路。 此曰, 有一多元, 岂必尽诸绳千戒。 只看那洪福才高, 要是情热。 司马林一瞪一, 秦媚也, 文君志向和真切。 乍相逢, 眼底识英雄, 看恰悦。 有一种, 天元解。 有一种, 平宗和。 探方秦未断, 吃魂未绝。 不为西秦曾斩首, 牛津东进一株灭。 这期间, 史册最分明, 何须说? 调记满一江一, 弘天下治乱长相成, 久治或可不治于乱, 而乱即则必治于复治。 虽无问世首出之王者, 亦必有拨乱反正之英主, 挺胜于其间。 有英主, 即有一二持正不阿之远载, 欲是感言之士从, 应运而兴, 足以挽回天意, 维持世道, 其关系齐浅先在。 今且不说中宗道经, 尚在东宫。 太后依旧执掌朝政, 年齿虽高, 迎心欲赤。 又以张昌宗为奉尘令, 美内言曲宴, 折引诸武, 二张引搏巢穴, 又多选美少年, 为奉尘内供奉, 品其言吃, 日也戏弄。 为元忠为相, 奏道, 臣惩罚宰相, 使小人在侧, 臣至罪也。 元忠秉姓忠直, 不畏权势, 犹是诸武, 二张申愿, 太后亦不悦元忠。 昌宗乃赞元忠思义道, 太后年老, 且淫乱如此, 不若携太子为久长, 东宫奋兴, 则狭携小人, 戒为避位矣。 太后吱吱大怒, 欲至元忠。 昌宗恐怕是不能妥, 乃密尹凤阁舍人张说, 路以多金, 须以美观, 使证元忠。 张说思量要推不管, 他就便起脸来, 不好意思。 倘若再寻了别个, 在元忠宰相身上, 有些不妥。 我且许之, 且道临妻在商, 只得唯位而别。 太后明日临朝, 诸臣进退, 只留魏元忠与张昌宗停问。 太后道, 张昌宗, 你几十文的魏元忠思义的, 却与何人说之? 昌宗道, 元忠与黄凤阁舍人张说相好, 前言是对张说说的, 其陛下照张说问之, 便知臣言不谬。 太后急命内奸去赵张说, 事实大臣上在朝房探厅未归, 闻太后来赵, 张说之为元忠室。 说降入, 吏部尚书宋未说道, 张老先生, 名义至重, 鬼神难欺, 不可殉情行止, 以求苟免。 获罪流窜, 其容多矣。 唐氏又不测, 等叩婚力争, 与子同生死, 努力为之, 万代瞻仰, 在此一举也。 又有左使刘之几道, 张先生无憾轻使, 为子孙类。 张说点头唯唯, 碎入内庭。 太后问之, 张说默然无语。 昌宗从旁促使张说言之, 张说便道, 陈时不闻园中有誓言, 但昌宗逼使陈正之耳。 太后怒道, 张说反复小人, 已疑病致志, 于是退朝。 隔了几日, 太后叫张说又问, 说得如前。 太后大怒, 园中扁高要位, 说留灵表。 昌宗因张说不肯污证园中, 挟太后之事, 连夜要促他起身。 却说张说有爱妾姓名, 明怀堂, 自醒花。 生时母梦人授海棠一枝, 因而怼孕, 其朱母戏道, 海棠睡未足也。 其母道, 明花已醒不宜睡, 故号醒花。 即归张说, 十年时期, 自容艳丽, 文才敏捷。 张说所有机密事故, 据他掌管。 一日有个童年之子, 姓贾名全须, 父亲贾阁, 官拜礼部尚书。 全须年方若冠, 应是来京, 特来拜往张说。 因见全须年少多彩, 留为书记。 凡书扎来往, 借笔代笔。 住在家中, 呼呼过了一下, 秋来风景, 甚是可人, 残无落叶, 早贵飘香。 全须有志愿中, 绿玉亭前闲丸, 披面撞见了醒花。 全须色胆如天, 静上前深深作一道, 小生苏州甲全须, 偶尔游行, 适于回避, 望娘子恕罪。 那醒花也不回言, 达了一礼, 静望里边进去了。 醒花一心上思想起来, 吴家老爷, 只说甲相公文学复善, 家世贵贤, 并不提起他风姿秀雅, 性格一文一, 何? 看他举止安静, 绝不像个落伯之人, 无今在此, 虽然享用, 终无出头之日。 倒有几分看上他的意思。 全须虽然一见, 并不知此事何人, 又无从那里访问, 胸中时刻想念, 只所赋之无可如何。 过了一日, 正直张说有事, 全须出去打听了回家, 读做书斋。 月色如皱, 听见窗外有人揍声。 全须出来一看, 见义女郎缓步而至, 全须经问。 女郎答道, 无奈醒娘侍女必连。 朗日醒娘亭前一见, 偶尔垂情, 至今不忘。 自因老爷在狱, 即日起行, 醒娘遇见郎君一面, 特命且先荣。 与未完, 只见醒花一步而来, 满身香气云云。 全须迎上一一道, 绿亦亭前, 瞥然相遇, 度娘子绝不是凡人, 所以敢于直通款取。 今姓娘子降临, 天谴其缘, 若是娘子不弃, 便好结下百年因眷了。 那醒花却也安雅, 徐徐地答道, 我在府中一二年, 所见往来贵人多矣, 未有如君者。 君若不以切为残花败叙, 请尝试今至。 成此多顾之计, 如礼未公之携章出臣, 飘然长网, 为时君以为可否。 全游道, 成娘子谬爱, 全须有何不可。 只是年薄面上不好意思。 醒花道, 你我终身大事, 那里顾得虚自为主张。 碧莲斜着酒窑, 二人对着。 全须道, 亲自醒花, 只恐夜生花睡去奈何。 醒花笑道, 共军今夜不虚睡, 否则恐全须此, 一刻千金也。 相语大笑。 碧莲道, 隔墙有耳, 为今之计, 三十六者, 走位上招。 急忙收拾, 连夜逃顿。 正是, 婚姻到底皆前定, 但得多情自有缘。 早已有人将此事报之张说, 张说, 差人四下激获住了, 来见张说。 张说, 要把全须置至死地, 全须立声道, 堵塞不能尽, 一人之常情。 男子汉死何足夕, 只是民工如此名望宿住, 如此绝路尊荣, 今虽赞者, 不久自当千拙。 安置后日, 您无负有意外之余, 缓急御用人户。 何间依女子, 而致大丈夫于死地, 妾为民工不取也。 且楚庄王不究绝英之事, 原昂不追妾姬之书生, 杨素义不穷理静之去向, 后来接获其报, 其民工因义女子, 而欲杀国事户。 张说其其语, 遂回尘作喜道, 汝言肆意有理, 尽以醒花赠汝, 并命家人后聚莲姿赠志。 权须也不推辞, 挟之而去。 太后闻之, 以张说能顺人情, 不读不究前世, 且命以元官, 兼为瑞宗第三子龙姬之父。 这龙姬, 即后来忠兴之主玄宗皇帝也。 但那时节正未得时, 太后一等贤侍之。 其实太后所亦宠依, 爱的人, 自诸武而外, 只有太平公主与安乐公主。 那安乐公主乃忠宗之女, 下嫁于太后之执武重训。 太后从武士一脉推爱, 故意爱之。 她以了夫家之事, 又会谄媚太后, 得其欢心, 因便娇奢盈逸, 与太平公主一样的横行无忌。 一日, 两个公主同在宫中闲坐, 偶见壁上挂着一轴 美人斗白草的画图, 且是画得有趣, 有西江衣, 月词道得好, 春草春来一交衣, 冒春归春行方龙。 争叫小臂向国中, 偏密芳妃种种, 各出多般多品, 争看谁异谁同。 银河一笑展欢容, 斗着疑难心动。 太平公主看了画图, 对安乐公主说道, 美人斗草, 春归运势。 金方二月, 白草未备。 戴春身草帽之时, 我和你做个斗草会, 大家赌些什么如何? 安乐公主欣然应诺。 道的三月初旬, 正于御浅宫女们区域院中 采密各种一草, 是上官玩来闲话, 文之其事, 因说道, 公主若但使人蜜草, 只怕你会蜜, 她也会蜜, 何能取胜? 必须蜜得一见, 他人所必无之物方好。 公主道, 你道那一见是他人所无的。 晚的道, 这道不必拘定是草不是草, 只要与草相类的变了。 公主道, 你且说何物与草相类? 晚儿道, 草为地之茅, 人身有五毛, 亦如地之有草, 五毛之中虚为贵。 吴文南海之环四宿的 维摩节之相, 其须乃尽朝明公谢陵运面上的, 此真世间有义无二的东西, 得此一物, 定可取胜。 安乐公主文言大喜, 原来近时谢陵运, 一代名人, 官封康乐俊功, 胜得一步美然, 不但人人心献, 自己一身爱惜。 后因犯罪离刑, 临死之时, 不忍埋没此须, 亲自减负重任。 其时, 世荡南海之环四宿内 装塑维摩节相, 一命将此虚舍为 维摩节法相之虚。 后世, 音相传, 为此四宗一见圣祭。 那维摩节是 释迦牟尼佛同时的人, 他与文殊菩萨最相善, 其往来问答之语, 宰在那点。 《金藏经》中, 有维摩节所说经, 此乃西天一个 未出家不落发的居士, 所以肃其相者, 要用虚然。 闲话少说, 且说安乐公主 听了上官晚之言, 立即密浅内传 林茂飞起往南海之环寺, 将维摩节之虚, 捡取一半, 以备豆草之用。 林茂急行之后, 公主又想, 我若取须之伴, 躺太平公主之道, 也遣人去捡了那一半来, 却不大家扯职了。 不如一并捡取, 一则豆草必胜, 二则留此一不全虚, 以为其事却不甚妙。 最令浅内是杨春景, 星夜前往。 笔记到半途, 一见林茂赚来了。 杨春景一面自去捡取于虚, 林茂自将先捡之虚, 回宫复命。 原来太平公主正约定这一日与安乐公主各出珍奇宝丸, 在长春宫内满绿轩中豆草赌盛, 请上官玩兼聚。 却好正直见林茂到了, 料到须已取得心中欢喜。 且不说破, 便先将各样一草相比, 只见它多的, 我也不少, 我有的, 它也不无两家堵个持平。 安乐公主道, 地上的草, 不如人身上的草。 我有一种草, 是古人身上遗留下来的, 岂非世上无双之物? 太平公主问是何物? 安乐公主道, 是近人谢灵运之虚。 太平公主道, 无闻谢灵运死时, 已将此虚舍, 与之环似装塑在为魔告面上了, 你何从得知? 安乐公主笑道, 灵运能设, 我能取, 今已取得在此了。 便叫林茂快把来看。 林茂捧过一个锦囊, 鱼中取出虚来, 放在桌上, 果然好虚, 却像再生人磕下剪下来的, 极其光润。 正看见, 可杀作怪, 呼得宣前起一阵香风, 把虚而吹向空中, 悠悠扬扬地飘散了。 林茂不知高低, 赶着风, 向空捉诺, 指望抢得几经, 却被结实扮了一跌, 把右臂跌坏, 卧底不能起。 众内是福之出宫, 太平公主道, 佛面上的虚, 原不该去捡她, 今此报应, 必是佛心不喜。 上官网文言, 自想, 这件事是我说起的。 心上好生惊骇不安, 默然无语。 安乐公主还强征道, 且莫贤讲, 豆草要算我胜了。 太平公主笑道, 莫说, 虚原当不得草, 至今虚在那里里。 正好大家不算输赢罢了。 当时嬉笑艳艳而散。 安乐公主虽然未赢, 却也不输, 只可惜虚而被风吹去, 不曾留的, 还想那一半, 即日取道, 好留为真命。 又过了好几日, 阳春警方取得余须回报。 原来那阳春警, 也于路上跌坏了右臂, 故而归持。 公主既得了须, 十分欢喜。 正拿在手中细看, 却又作怪, 一煞时相风又起, 又把须而吹人空中去了。 相风过后, 既以狂风, 将亭前树上开的花卉进阶吹落, 不留一朵, 重举大害。 有此为正, 灵蕴面, 为魔解, 何妨佛面如人面。 此须借作笔须留, 怎因息息清相捡。 才喜见, 吹不见, 不许妖迎女子见。 谁将金捡向慈戎, 捡得虚实两臂断。 当下安乐公主, 惊惧之极, 何掌向空忏悔。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文之, 更加害意。 于是, 三个女子各捐躺千金, 给予之环寺, 增修殿宇, 重整金身, 不在话下。 且说那是朝中大臣, 自敌人劫死后, 只有宋, 极其正直, 风才可畏。 太后一敬礼之, 诸武都不敢怠慢他。 至于张义之, 张昌宗两个, 其未诞颂, 与向日, 未诞敌人劫一般。 当初敌人劫存日, 是海国进贡一球, 名曰吉翠球, 乃吉翠鸟身上软毛做成的, 最清暖仙力, 是一件奇真难得之物。 张昌宗见而欲之, 是爱钱求赐, 太后便把来赐予他。 昌宗谢了恩, 便就玉钱穿着起来, 太后看了笑道, 你着了此球, 越觉妩媚了。 昌宗欣心得意, 阔敌人劫入宫奏事, 太后既准其所奏之事, 意欲引人劫与昌宗亲密, 因见极案之上, 有齐菊其子, 遂命二人对坐一起。 二人领旨, 彼此坐定。 太后道, 其高者用白旗, 昌宗旗颇高。 仁杰起身奏道, 臣自信是一经一白一心, 孽而不资之人, 一虽小数, 愿从其类, 请用白者。 太后道, 仁卿取用可也, 但你二人, 虚个赌一物, 今所赌何物? 仁杰道, 请及赌昌宗身所穿之求。 太后道, 卿以何物为对。 仁杰道, 臣一己以身所穿子袍为对。 太后笑道, 此即翠囚, 驾于千金, 轻袍安能与相敌。 仁杰道, 此袍乃大臣朝剑奏队之一, 昌宗此求, 乃毕命一宠一, 兴之福。 以袍对求, 臣有不谢也。 太后闻言, 笑而不达, 昌宗心难弃举, 遂类举连北。 仁杰, 即对御斥其求, 辟于身上, 谢恩而出, 至光贩门便脱下来, 父家一奴, 一赴之而归。 太后知之, 一致不问。 因此, 群小都未淡他。 在庭政人, 如张俭之, 桓燕范, 敬辉, 袁树己, 崔元, 日伟等, 又皆仁杰所见隐, 与宋共使忠心, 事除逆贼。 一日同中宗南山出列, 张俭之五人随其而行。 到了山中幽辟之处, 五人下马奏道, 臣等幽怀向御面奏, 因耳目众多, 不敢启齿。 仅世事已迫, 不能再隐。 臣思陛下年得皆备, 太后获二章言语, 贪位不还。 禁闻二章一宠一, 姓太过, 太后欲将宝位让与六郎, 万一集真, 则置陛下于何地? 臣等情急, 只得奏文。 陛下愁之, 中宗文言大经道, 为今奈何? 简直道, 直须杀却张武乱臣, 方得陛下复位。 中宗道, 太后尚在, 怎生杀的? 简直道, 臣定记已久, 无凡胜律, 但恐惊动盛情, 故贤欲闻。 中宗道, 二章可杀, 武士之俗, 戏我钟表之亲, 望看太后之面流至。 简直道, 臣兵至功为, 不欲则已, 如获欲这, 恐刀剑无情, 不能自主。 中宗道, 孤若得位, 反周为堂, 当风如等为王。 简直称谢, 遂草草裂壁而回, 归至朝门, 各个散去。 中宗回至宫中, 恰好五三四那日, 晓得中宗出列, 正与为后在宫玩耍, 见左右抱说王一爷, 回来, 三四经的身子站立。 为后道, 不许害怕, 我同你在外头舒适里, 去打一盘双路, 他进来看见了, 抱你不说一声, 还要替我们指点。 三四没奈何, 只得随为后出来, 做了对局。 中宗走进来, 看见孝道, 你两个好自在, 再次打双路。 三四忙下来见了。 中宗道, 你们可赌什么? 为后道, 赌一剑王东西。 中宗坐在旁边道, 带我点仇, 看你们谁赢。 下了两局, 大家一胜一北, 第三盘却是三四输了。 中宗道, 什么玉东西, 拿出来。 三四道, 粗蠢之物, 陛下看不得的, 改日还要与娘娘复举, 天已昏黑, 晨要回去了。 中宗道, 今夜且在此用了夜宴, 然后回去何房? 三四同中宗道内书房里, 只见灯烛辉煌, 燕已齐备, 二人坐了。 三四道, 我们怎么样吃酒? 中宗想道, 我且补一挂, 看外言之事如何, 便道, 治个状元罢。 三四道, 状元虽好, 只是两个人有何意味? 中宗道, 你与我总是亲戚, 我请娘娘与上官昭仪出来, 四人共治, 岂不有趣? 三四剑说, 心中大喜, 道妙。 中宗吩咐左右, 只见为后与上官昭仪, 具肃静打扮, 另有一种鸟挪韵质, 大家做了志气, 不夺己志, 中宗就是一个么浑醇, 三人鼓掌笑道, 妙呀! 状元还是殿下站着。 中宗道, 好便好, 只是么色, 若是纯溜, 再无人夺去。 三四道, 说甚话来, 一事数之事, 绝妙的了, 所谓一元赴使, 万象更新, 快奉一句商与殿下。 中宗隐渝, 三人又治, 上官昭仪治了四个四, 说道, 好了, 我是榜眼。 为后道, 不要管榜眼探花, 也该吃一杯, 等我治六个四出来, 连殿下都扯下来。 两个在那里治, 中宗心上想, 此时出更十分, 怎么还不见动静。 若是他们坐不来, 不如且放三四回家去, 我尽叫人去打听一回。 舅舅玩道, 你看他两个在治, 有了炭花, 我就要烤了。 我去一回就来。 三四见中宗去了, 把椅子移进了为后, 名遂智晒, 免不得捏手捏脚。 朝一之去, 笑道, 娘娘, 窃去看看王一眼, 来。 为后恨不得朝一起身去了。 为后连侍女们也都浅开, 正带与三四做些勾当, 只见朝一嚷将近来道, 娘娘不好了。 二人听见, 忙走开坐了, 问道, 有什么不好? 话未说完, 只见中宗已在面前叫道, 五大哥, 我叫婉儿陪你, 暂且后边隔钟坐一会儿。 三四道, 此时未甚人声鼎沸, 中宗便把张俭之等五人, 要斩绝章, 我二事, 我再三劝他, 不要加害于你, 二章响以诸意。 三四听见, 芒双膝跪下道, 万岁爷救臣之命, 只见身上战力不已。 为后道, 皇爷留你在此, 自有主意, 何必惊惧? 说时, 只见许多公义奴医, 跑进来禀道, 众臣在外, 请皇爷出去。 中宗忙叫玩, 推三四道阁中去了, 即便来到外面。 原来张俭之等统兵已到中宫, 恰好二章正与午后憨寝, 躲避不及, 被军士们一刀一个, 双双杀了。 太后大惊, 俭之等请太后即日迁入上阳宫, 取了喜寿来见中宗奏道。 太后已迁, 玉玺已在此, 众臣都在殿上, 请陛下速登宝位。 中宗升殿, 简之等先献上喜寿, 又将张昌宗、 张义之首级承宴, 然后各官朝贺, 赴国号约堂, 仍立为后为皇后, 封后赴元贞为上洛王, 母阳氏为荣国夫人。 张简之等五人, 聚封为王。 简之道, 五三司一门, 必欲如二章至最诸之。 前蒙陛下吩咐, 只得孤勉, 今若仍居王位, 臣等十难语为了。 中宗听了, 不得以薛三司王位为司空。 众人谢安出巢。 洛州长使薛继场, 对五王说道, 二雄虽除, 产, 鹿有存, 却草不除根, 终当复生。 五王道, 大事已定, 彼有己肉儿, 何复能为? 济尝探道, 三司不死, 我辈不知死所以。 中宗改元神龙, 尊武后浩曰, 则天大圣皇帝, 封地诞为湘王, 大赦天下, 万名欢悦。 太后被简之等迁到上阳宫去, 思想前世, 如同一梦, 时常流泪, 患病起来, 日加沉重。 三司心上不好意思, 只得进宫去问候, 见太后睡卧, 颜色黄兽, 不胜害叹道, 陈阴多顾, 不便时常进宫, 不亦圣荣消瘦如此, 便把手来着提腐膜。 太后对三司道, 我的儿啊, 你许久不进来, 可知我病, 已入高盲, 只在旦夕要尝别了, 不知我宗族可能保全否。 三司道, 不必陛下忧烦, 圣上一面许生全武士, 尊体还当着异调舍, 自然痊愈。 三司又宿张俭之等凶恶, 所以不能时进宫来, 说吧大哭。 太后叹一声道, 儿呀, 尽闻得为后与你私通, 甚是欢爱, 你去肃予他知, 叫他设计, 除此无恶, 我属可高枕矣。 三司点手, 太后道, 你去请皇上来, 我有话吩咐他。 三司出去, 与中宗说之, 中宗忙到上阳宫, 太后叮咛了一回。 过了两日, 太后驾崩, 中宗颁照天下, 整治丧礼不提。 且说三司门下, 兵部尚书宗楚客, 御史中成州利用, 是御史然祖庸, 太普礼郡, 光露成颂之训, 监察御史姚少之, 为之耳目, 视为吾狗。 于为后, 婉儿日夜有茧之等, 五王不已。 三司因令人书皇后会行, 绑于天津桥, 请家废处。 中宗之之, 不胜大怒, 命监察御史姚少之, 穷究其事。 少之奏言静辉等五王使人为之, 岁月废后, 时谋大逆, 请足诸张俭之等, 以雪皇后之分。 中宗命法司结其罪案, 江俭之等五名留边远各州。 三司又遣人, 矫置于途中杀志。 三司方的放心, 于是全惊天下, 谁不拒着他。 中宗也没了主意, 每是反去问他, 一听其节制。 旷为后一些爱他, 常对他说道, 我欲如你姑娘, 自得登临宝卫, 方碎我心。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章节彩楼平语诗游灯逝地后行了, 此曰, 誓诵思于训女, 无非还要无疑。 炫才公女曼平诗, 大谢如林文字。 帝后嫔妃公主, 尊严那许清亏, 外臣陪侍以非矣, 怎纵作幽血谢。 调记西亿将衣, 阅人亦有言, 男子有德便是财, 女子无财便是德, 盖以男子之有德者, 或兼有财, 而女子之有财者, 未必有德也。 虽然如此说, 有财女子, 其反不如于妇人, 周之义将续于实乱, 为其财也。 财何必为女子累, 特换世财妄作, 使人叹为有财无德, 为可惜而。 夫男子面财胜于德, 由不足称, 乃若身为女子, 会得张文, 虽素俊美财, 创为运势, 转作佳话, 总无足取。 故有财之女, 而能不自炫其财, 是吉得也。 然女子之炫财, 皆男子纵之之故, 纵之使炫财, 便如纵之使炫色矣。 此在世术之家且不可, 旷皇家贫欲, 一何如尊重, 岂可清炫其才, 以致谢士林而读国体乎。 无奈唐朝功尽不言, 朝臣俱得见后妃公主, 誓言赋诗, 甜不为怪, 又何有于贫欲之流。 甚或宦官官妾, 与排忧诸如, 杂句斜血, 狂言浪语, 不计至尊, 书看赤笑。 如今且不说中宗昏暗, 为后弄权, 且说那时朝臣中有两个有名的才子, 宜姓宋, 明之问, 自炎清, 焚州人士官为考公园外郎。 宜姓审, 名单全妻, 自云清, 内皇人士官为起居郎。 若论此二人的文采, 正是一个八两, 一个半斤。 那么之问, 耕生的风雅俊秀, 兼之性格风一流, 于男女之事, 亦甚有本领。 他在午后时已为官, 因见张义之, 张昌宗辈, 据以美丈夫为午后所亦宠一, 性, 富贵无比, 遂动了个羡慕之心。 又每于御前奏对之时, 见午后秋波频转, 故盼着她, 似有相爱之意, 却只不见照她入内。 他心仰男人, 托一个极香气的内奸与午后前从容见影, 说她内才外才都妙。 午后笑道, 朕非不受其才, 但闻其人有口臭, 故不便使之入世耳。 原来宋之问, 人虽俊雅, 却自小有口臭之极, 曾有人在午后前说及, 故午后不欲与之亲近。 当时内奸将午后所言, 术与宋之问听了, 之问甚是残恨, 自此日常寒积舌香于口中, 以息尽兴。 即此一端, 可知是个有才无品行的人了。 那沈丹全妻一语张义之辈一交一, 通, 后又在安乐公主门下走动, 曾因受赃备和, 长留欢舟, 引缘安乐公主赴我的照用。 安乐公主强夺临川常宁公主就地, 改为新宅, 邀宗宗御驾游幸, 赵沈丹全妻陪往试验, 阴命赴诗, 以记其事, 献云天字。 丹全妻应至, 集成一缕云, 皇家贵主好神仙, 别夜初开云旱边。 山出尽如明凤岭, 驰骋不让隐龙穿。 庄楼翠晃交春柱, 五个全铺见日悬, 竟从成余来至此, 称商县受乐军天。 忠宗与公主见诗, 十分赞赏。 公主道, 清与宋之问其名, 外人竟称沈颂, 今日赴诗, 既有沈不可无诵。 虽且内侍, 丽宣之间到来, 也要她作诗一首。 先将简七所勇, 赴予她看过。 公主道, 沈卿已作七言律诗, 清可作五言牌律罢。 宋之问道, 丹拳妻蒙皇上赐运, 沉金一起公主赐遗运。 公主笑道, 清才空一世, 便用空字为运何如。 知问领命, 吉父遗律云, 应翻驻外馆, 爱主出皇宫。 宾至兴搓落, 先来月与空。 带梁翻鹤雁, 金烈以长虹。 萧奏秦台里, 书开鲁壁中。 短歌能驻日, 燕舞欲交锋。 闻有烟流处, 山鹅花满丛。 诗成, 公主欢赏。 钟宗看了, 一击称赞, 命个喝彩币二端, 公主又加油赏赖。 二人谢安而出, 那沈丹全妻心肾样样, 你倒为何? 该因当时沈颂齐名, 不相上下, 金剑公主独称, 宋之问财空一事, 为此心中不服。 至景隆三年, 正月会日, 钟宗欲游姓昆明池, 大宴朝臣。 这昆明池, 乃是汉武帝所开凿。 当初汉武帝浩大喜功, 欲征罚昆明国, 因其国有滇池, 方三百里, 极为险要。 顾特早此昆明池, 以义习衣, 水战。 此地扩大洪壮, 池中有楼台亭阁, 以北登临。 当下钟宗欲来游姓宴吉, 先两日前, 传遇朝臣, 是日各县集市五颜排绿一篇, 选取七中佳者, 为新翻遇之游。 于是, 朝臣都征华净盛地去作诗了。 为后对钟宗道, 外庭诸臣, 自负高才, 不幸我宫中贫欲, 有才胜于男子者。 一切余见, 明日将这众臣所作之师, 命上官昭荣当殿平月, 使他们之宫廷中有才女子, 以后应制作诗, 仅不敢不竭尽心思意。 钟宗大喜道, 此言正和无异。 上官晚起奏道, 臣妾以公毙而平平朝臣之师, 安得他们心眼。 钟宗笑道, 只要你平平的公道确当, 不怕他们不心眼。 图传指于昆明池畔, 另设账殿一座。 账殿之间, 高杰采楼, 听候上官昭荣登楼监师。 此指一下, 众朝臣纷纷惬意, 也有不乐地, 以为亵渎朝臣。 也有喜欢的, 以为风一流, 运势。 到那八中宗与为后, 及太平公主, 安乐公主, 常宁公主, 上官昭荣等, 拒至昆明池游玩。 大排炎宴, 朱臣必及朝败臂, 赐焰于池畔。 帝后与公主被, 就仗殿中饮宴。 九星祭霸, 朱臣各献上诗篇。 中宗传遇道, 清等虽具美才, 然所作之师, 岂无高下。 朕一时为侠披揽, 昭荣上官室, 才冠后宫, 朕思清等才子之师, 当始才女兼之, 可作千秋佳化, 清等物以为谢也。 朱臣顿手称谢。 中宗命朱臣距于仗殿采楼之前, 左边站立, 其师不中选者, 逐一立向右边去。 少请, 只见上官晚, 头戴奉官, 身穿绣服, 飘青裙, 夜长袖, 恍如仙子临返。 先向中宗与为后谢了恩, 内侍宫女们簇拥着上采楼, 临楼坎而坐。 楼前挂起一面诸书的大牌来, 上写道, 昭荣上官是奉赵平诗, 只选其中最佳者一篇, 进城御览, 不中选者, 急发下楼, 赋还本官。 见前供设书案, 排列文房四宝, 内侍将仲官诗篇成地案上。 婉儿举笔平月, 仲官都仰望着楼上。 续语之间, 只见那些不中选的诗, 纷纷地飘下楼来。 每一纸落下, 众人争先抢看。 见了自己名字, 即便取来秀了, 默默无言地立过右边去。 只有沈丹全妻, 宋之问二人, 凭他落指如飞, 只是立着不动, 更不去诗来看。 他自信其诗, 与众不同, 必然中选。 不一时, 众诗尽阶飘落, 果然只有沈颂二人之诗, 不见落下。 沈丹全妻思与宋之问道, 奉旨时选一篇, 这二诗之中, 毕竟还要去其一。 我二人向来才名相列, 莫分忧烈, 只看今日选中那一个的诗, 便以此定高下, 以后聪得争强。 宋之问点头笑诺, 梁外, 只看又飘飘地落下一纸, 众人静取而观之, 却是审担全妻的事。 其诗云, 法架成春转, 神池向汗回, 双星一旧时, 孤月隐残灰, 战以逢时去, 奔于望兴来。 山花梯起绕, 滴柳杖成开, 思义恒坟唱, 歌流燕好碑, 微臣童朽智, 拆赌豫章才。 诗后有平语云, 完沈, 宋二诗, 功力席笛。 但沈诗落句, 瓷器已结, 宋作由陡然见举, 故去赐取笔。 众人方句观间, 宛儿以下楼负命, 将宋之间的诗呈上。 中宗与为后, 及朱公主传官, 都称赞好诗, 并称赞婉儿之才。 中宗集召朱晨至狱前, 江宋之间的诗, 传语观看。 七时云, 春玉陵池会, 苍波障点开。 周灵时惊动, 挫服斗牛回。 节会为全落, 春池柳暗翠。 向民看狱景, 稍结便陈辉。 好饮周文乐, 焚歌汉舞才。 不愁明月尽, 自有夜诸来。 原来汉武帝当初, 早此昆明池之时, 池中掘出黑灰树万壶, 不知是何灰, 乃照东方术问之。 东方说道, 此须带西域泛教中人来问之便小。 后来西方有人号诸法兰者, 入中国, 因以此灰是之, 监视何灰。 诸法兰道, 世界中尽, 结火冻烧, 此乃结哨之于灰也。 东方说故以知之矣, 何待无言也。 又池中有台, 名誉张台, 台下克食为鲸鱼, 美之雷雨, 施于明吼震动。 旁有二诗人, 传闻是星陨诗, 因而刻成一人, 像。 由此许多奇迹, 故二诗中都言极致。 当下仲官, 见了颂之间的诗, 无不称现, 沈丹全妻也自为不及。 忠宗并所担全妻之诗来看, 又看了碗儿的评语, 因笑道, 昭荣之评诗, 二卿以为何如? 二人奏言, 平坚允荡。 忠宗幼文, 仲田之诗多被披落了心浮腹。 众官聚奏道, 果是高才着实, 即沈颂二人, 尚且扶其功名, 何况臣等。 忠宗大悦, 当日饮宴, 即欢而罢。 自此, 沈丹全妻, 美讯让颂之问一分, 不敢赋予争名。 正是, 慢说诗才推沈颂, 还凭女史定高低, 且说中宗唯唯后辈所玩弄, 心智蛊惑, 又有那些排忧之徒, 周宁之臣, 屈臣陪凤, 因此全部留心国政, 为日以西游艳乐为事。 时光荏苒, 不绝落尽春回, 又是景龙四年正月。 京师风俗, 每逢上缘灯西, 灯事吉盛。 六阶三世, 花一团一, 锦簇, 大家小户, 都张灯劫彩。 游人往来如知, 金谷喧甜, 声歌鼎沸, 通宵达旦, 金吾不禁。 曾有金衣奴, 一交一词为证, 黄黄火树, 正金吾迟尽, 露声羞促。 月照六阶人四矣, 多少子流雕鼓, 红袖妖姬, 双双来去, 交也浑如玉。 坠拆玉密, 见人修碧银竹, 但见回首低呼, 上缘加盛, 只有金消毒。 一派立歌何处起, 笑语徐归华屋, 斗转身横, 暗沉随马, 醉唱声平曲。 归来眷矣, 仅亲账礼吩咐, 为后闻之外边登圣, 呼发狂念, 与上官婉及诸公主邀请中宗, 一同微幅出外观灯。 中宗笑而从之, 于是葛幻衣装, 打扮作街市男妇模样, 又命武三司等一般进尘, 也一夫相随, 打会儿的便有街市。 与这些看灯的人, 挨挨挤挤, 略无嫌弃。 军民世术, 有乖绝的, 都惬意道, 这般看灯的男妇, 像是大内出来的, 不是公主, 定是嫔妃。 不是王子王孙, 定是宫侯驸马。 可笑我那大唐皇帝, 难道宫中没有好灯赏完, 却放他们出来, 与百姓们宝看? 如此人山人海, 男女混杂, 贵贱无分, 成何体统? 众人便如此议论, 中宗与为后, 却率领着一般男女, 只见热闹处游玩, 全不顾旁人瞩目害义。 又纵放宫女几千人, 截队出游, 任其所知, 急至回宫查点, 却不见了好些宫女, 因不便追击, 只所复之不咎, 糊涂过了。 正是, 为后关灯机事行, 世人瞩目尽惊心, 任他宫女从人去, 赢得君王大度名。 灯是毕后, 渐渐春一色, 融合。 中宗与后妃公主, 巨姓玄武门, 关公女为水系, 赐群臣炎炎, 命各成祭义以为乐。 于是或投壶, 或弹鸟, 或造琴, 或鸡鼓, 一时纷纷杂杂, 各县所长。 独有国子见祭酒驻亲名, 自请为八封武, 卷轴驱至阶前, 武将起来, 弯腰驱足, 书臂耸肩, 摇曳恍目, 备诸丑态。 中宗与为后, 朱公主见了, 巨府长大笑。 内侍公女们, 亦无不言口。 吏部侍郎卢葬用, 私相同坐的人说道, 助公身为国子先生, 而作此丑态, 五经扫地尽矣。 石国子见丝业, 郭山辉在座, 见那座祭酒的如此出丑, 不胜残分。 少请, 中宗问及, 郭思业亦有长计, 可使朕亦以观否。 郭山辉离席顿手达道, 陈无他计, 请歌诗已幼酒。 中宗道, 清善歌诗乎, 所歌何事? 山辉道, 臣请为陛下歌诗经陆鸣蟋蟀之篇, 遂肃荣抗生而歌。 仙歌陆鸣之篇云, 悠悠陆屋, 时也之平。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吹声古黄, 城匡是江, 人之好我, 是我周行。 悠悠陆鸣, 时也之号, 我有嘉宾, 得应孔昭, 世民不快, 君子逝则逝孝。 我有执酒, 嘉宾誓宴已熬, 悠悠陆鸣, 时也之秦。 我有嘉宾, 古色古琴, 古色古琴, 何乐且丹。 我有执酒, 以艳乐嘉宾之心。 又歌蟋蟀之篇云, 蟋蟀在堂, 遂喘其末。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 无以太康, 直思其居。 浩月无荒, 梁氏区区。 蟋蟀在堂, 遂兴其事。 今我不乐, 日月其迈。 无以太康, 直思其外。 浩月无荒, 梁氏绝绝。 蟋蟀在堂, 一居其修。 今我不乐, 日月其涛。 无以太康, 直思其忧。 浩月无荒, 梁氏修修。 郭山辉歌罢, 肃然而退。 中宗文歌, 回顾为厚道, 此郭思叶已诗见也, 其意念深矣。 于是不负命他人成绩, 即彻宴而罢。 正是, 祭酒身为八风舞, 勘探舞精扫地尽。 陆明蟋蟀抗生歌, 还窥思叶能持正。 时安乐公主成见, 请昆明持为司掌。 钟宗曰, 先帝未有疑语人者。 公主不悦, 遂开凿一池, 明曰定昆池, 其意欲胜过昆明池, 故取名定昆, 言可与昆明抗衡之也。 司农卿赵吕一温一, 为之善致, 不知他耗费了多少民财, 劳动了多少民力, 放得凿成这一池。 由于池上起见楼台, 极其巨力。 钟宗曰迟已告成, 集帅后妃及内侍排忧杂纪人等, 前来游幸。 公主张言设席, 款留御驾, 从驾诸臣, 一居刺眼。 钟宗观览此池, 果然宏阔壮观, 圣子昆明, 心中慎喜, 传命诸臣, 就言习上各父一诗, 以夸美之。 诸臣领命, 方玉构思, 只见皇门侍郎李日之离习而起, 直驱御前起奏道, 陈奉照副诗, 未及成天, 先由李言二句, 感及奏成。 遂高声朗诵云, 所愿赞思居者意, 勿使诗称作者老。 钟宗听了笑道, 轻易笑, 郭山会以诗见也。 阴沉吟半赏, 命内是传玉, 诸臣不必赴诗了, 且只饮酒。 即酒憨, 忧人共伪回波之舞。 钟宗看了大喜, 遂命诸臣, 各吟回波赐以幼酒。 那日宋之问因病告假, 沈贵期却在赐焰诸臣之列。 他原刃给诗中考功郎, 自落职流洗后, 虽幸福的赵勇, 却还未有迁药, 金玉成吉界回波自嘲, 以感动军心。 阴碎银云, 回波尔如丹全妻, 流向岭外深归。 申明性蒙齿路, 跑虎未付牙牌。 钟宗听了, 微微而笑。 安乐公主道, 沈清高采, 雅虎飞袍, 成不为过。 微后道, 陛下当即有以命志。 钟宗道, 行将卓为太子瞻事。 沈丹全妻便叩首谢安。 时有幽人赃奉, 向钟宗为后前叩头奏道, 臣亦有礼语, 但近乎斜谢, 有犯至尊, 若皇帝皇后赦臣万死, 臣敢奏之。 钟宗与微后都道, 如可奏来, 赦辱无罪。 赃奉乃作慢生而淫云, 回波尔如考老, 怕婆却也大好。 外头只有裴坛, 内里无过离老。 原来那时有御使大夫裴坛, 罪奉世教, 而其七级度汉, 裴坛未知如阎君。 长云其有可谓者三, 当其少好之时, 是知如生菩萨, 安有人不畏生菩萨者, 及男女满前之时, 是知如九子摩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摩母者, 及七年建老, 博师之粉, 或清或黑, 是知如揪盘查, 安有人不畏揪盘查者。 此言传在仁耳, 共为孝坛, 应呼之为陪怕婆。 失为后举动, 欲不屈武后一般, 也会携制夫君, 中宗甚为之, 因此赃凤敢于唱此词, 他为为后张薇, 不怕中宗见罪。 正是欺负婆子怕婆夫, 笑骂尤人我自无。 却怪当年李家老, 子如其负习如辜。 当下中宗文歌大爵, 为后亦欣然含笑, 意气自得。 左肩却恼了一个正直的官员, 乃建议大夫李景博, 他因看不上眼, 听不入耳, 决然而起, 进前奏道, 臣亦有一词奏上。 道是, 回波尔持久威, 威臣旨在珍规。 誓焰不过三绝, 为华或恐非矣。 中宗听罢, 有不悦之色。 通三品萧至忠奏道, 此真见官也, 愿陛下思其所言。 于是, 中宗传命罢宴, 起驾回宫。 此日朝晨中, 也有欲责至忧人赃奉者, 却闻为后道先使人鸡金博赏赐赃奉, 因叹息而止。 排忧血浪胆如天, 弟不敢称后嘉奖。 激刚扫地不可问, 堪探阳消音日常。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章镇婚主敬童儿戏斩逆后, 大快人心。 此曰, 天子至尊也, 因何事却被厚肥欺。 奈婚木贵无能, 优柔不断。 邪风莫斥, 人认为至。 故一旦宫廷星变乱, 寝殿起灾危。 四锦一将衣, 山, 如花世界, 回头一想, 都是伤悲。 还思学武后, 行雨赏, 大权尽我造尺。 寄立千秋事业, 百事根基, 再与更惩荒莹。 未欢不足, 功行事逆, 获罪难辞。 试看林子兵起, 终究行诛。 吊际内家交, 从来恭为之乱, 多见于春秋时。 周襄王娶宅女为后, 通于王帝书代, 只生祸患。 其他后国的夫人, 如鲁之闻疆, 谓之男子辈, 不可媒举。 至于秦汉晋, 以及前五代, 亦多有之。 总是见之当时, 则宜修功为, 传之后事, 则有巫史册, 然要皆未有如唐朝武为之甚者也。 有了如此一个武后, 却又有为后继之, 且家以太平, 安乐等诸公主, 与上官婉等诸宫廷, 却是一般寡怜贤耻, 败俭丧伦的女人。 好笑唐高宗与忠宗, 恬然不以为羞辱, 不为不尽之, 而反纵之, 使酿成篡妾适之事, 一则饥不保其子孙, 一则静之允其身, 为后人所吃笑唾骂, 叹息痛恨。 如今且说上官婉, 自采楼平尸之后, 财明大著, 钟宗御家一宠衣, 爱, 生他做了结余, 其穿的服饰与住的宫饰, 都如妃子一般。 他御是一宠衣, 交字, 又以着皇后与朱公主都喜欢他, 更自横行无忌。 钟宗又特制修文馆, 选择宫经中之善为诗文者, 如沈丹全妻, 宋之问, 李乔等二十余人, 未修文馆学士, 时常刺艳于内庭, 吟诗作父, 征华敬美, 拒命上官婉, 平定其甲乙, 传之慈林, 或拨之乐府。 由是天下世子, 正以文采相上, 一切儒学正人, 与公党正言, 拒不得上达。 正是, 不求方正贤良事, 但旋风云月露偏。 上官婉, 又与为后公主们私议, 起奏中宗听, 说婉自立私地于外, 以便诸学士时常得以诗文网环评论, 因此, 那些没品行的官员, 多奔走出入其私地, 以西园引进用。 婉音随勾结其中少年, 一经一睿者, 潜入宫业, 与为后公主们一交一, 好。 于是朝臣中崔三氏, 宗楚克等, 聚先通了婉, 后即为为后与公主们的心腹。 中宗自关登市里之后, 时或微服出游, 或即游性上官婉私地, 或与为后公主们同来游车。 婉既自有私地在外, 宫女们日夕来往, 宫门上出入无节, 物以沸腾, 却没人敢名言直见。 只有皇门侍郎诵, 读上一密书, 其略曰, 臣前者闻诸道路, 天子与后妃公主, 微服夜游事里观灯, 事述主目称义。 臣诸以为必无事事, 继而知人言非望, 不胜害差。 周礼云, 夫人过事发一幕, 世子过事发一伪, 宁夫过事发一概, 宁夫过事发一伪, 国君过事, 则行人设。 诚以事里消沉, 逐利者之所趋, 非君子所宜人也。 夫国君世子, 命夫, 命夫, 夫人等一过世中, 尚且有罚, 况帝后非主之尊, 而可改装一服, 结对业游, 招摇过世乎。 至于怨女三千, 放之出宫, 乃太宗皇帝之美政, 陛下既不此之法, 而纵宫人数千, 任其出游, 以至不逃者, 无可追查, 成何体统。 且公非启荣居外地, 外臣启荣于与官非网还, 此皆大谢国体之事, 扶起陛下历改前师, 诉下禁约, 言别内外, 稽查宫门出入, 更不可白龙于福, 非是游幸, 亦不可无端宴吉, 使谄媚者流, 闲淫浪涌, 更畅迭和, 由不可使排忧诸儒, 与朝臣混杂于帝后非主之前, 戏血无济, 请万成而独百聊, 至资物亦也。 中宗揽书, 也不疲义发, 也不照问, 竟至之不礼, 宋也无可如何。 为后等欲无忌惮, 太平公主, 安乐公主东以奉照, 各自开府地, 自治官属, 这般无一尺性尽之徒, 多迎谋为公主府中官员。 安乐公主府中, 有两个少年的官, 一个姓马, 名秦克, 一个姓杨, 明君。 那马秦克身通医术, 杨君却最善于烹调食品。 二人都生的美貌, 为安乐公主所一宠一, 爱, 因贱语为后, 有集蒙爱性。 游是马太克, 因缘得生为散其常侍, 杨君亦得生为光禄少卿。 那崔三氏与宗楚克, 既私通上官晚, 又转求为后, 公主, 于忠宗面前, 一交依, 口称赞, 说此二人可作宰相。 忠宗遂以宗楚克为中书令, 崔三氏同平张氏。 自此, 小人各缘隐其一党一, 类, 烂官日多, 朝堂充议, 诗人以为三无作楚。 未有三样官, 阴作的人多, 朝堂中作不下也。 你道那三样官, 却是宰相, 御史, 原外郎, 这三样官是何等官之, 乃至人多而无作处, 则其余众官之难可知矣。 实力部侍郎正数因掌选, 藏无狼籍, 有选人戏百千于靴带上, 数因问其故, 答曰, 当今之选, 非一钱不行。 数因莫不言。 忠宗诱惑于小人之说, 为朝廷当不赐用人, 遂于力部全选之外, 另用莫赤除受官职, 于是太平公主, 安乐公主与长宁公主, 上官晚而聚招权。 时突厥莫辍, 侵扰边界, 屡为朔方总管张人院所拜。 莫辍密与宗楚克一交一, 通, 楚克授其众讳, 阻挠边士。 监察御史催晚上书和之, 当殿朗读弹章。 原来唐朝故事, 大臣被阎官当殿面和, 及辅公驱出, 立于朝堂戴罪。 施宗楚克竟不驱出, 且愤怒作色, 自陈宗耿为崔婉所污, 为历生道, 楚克和的强辩, 故为朝廷法治。 中宗更复推问, 指命崔婉与宗楚克结为兄弟, 以和解之。 识人转作笑谈, 因忽畏和是天子。 石楚氏惟岳将抗书, 直言五三思思通公业, 毕生逆乱。 为后闻之大怒, 劝忠宗宗肃杀志。 宋条, 彼言忠公私于五三思, 陛下不究其所言, 而急杀其人, 何以服天下? 若必欲杀岳将, 请先杀臣, 不然臣忠不敢奉找。 忠宗乃命待其死, 长留岭南。 自此, 忠宗心里一颇怀疑, 传指插插宫门出路之人, 群晓因此亦多不自安。 太子仲郡亦有名断, 忠宗唯唯不绝。 此日, 魏元忠入内殿奏事, 忠宗已立太女费, 太子之说密寻之。 元忠道, 太子出无师德, 陛下岂可轻动国本。 皇太女之称相未曾有, 且公主称太女, 驸马作何称号? 此段不可。 忠宗义务, 将此二事拒之不行。 唯后与公主好生不悦, 那安乐公主, 又急欲为后专一政, 使自己得为皇太女, 却一时无计可施。 一日, 杨军以烹调之事, 入内供一应, 唯后因照他致逆事中, 平退左右, 思想谋义。 唯后道, 此老近来多信外臣之言, 而有疑惑宫中之意, 此不可不虑。 杨军道, 我看娘娘王冒声光, 将来必有喜庆。 皇上千秋万岁后, 娘娘自然临朝称治了, 何必夺虑。 唯后惊讶道, 他若心变, 我怎等得他千秋万岁后? 杨军沉吟半赏道, 若依娘娘如此说, 此事要用这些人谋了。 唯后傅尔道, 有甚好药, 可以了此事否? 杨军道, 要是问马秦克便有, 但此事非同小可, 当相机而行, 未可造次。 不说二人密谋, 且说太子重郡, 闻之唯后欲要谋废, 他心怀疑惧, 又恐为三思, 晚而被所献, 因与先发制人, 与东宫官署李多座等, 缴照引玉林军杀入五三思私地。 恰之五重训在三思处饮酒, 都被拿住, 太子仗剑首刃之。 更命军事乱躲其一失衣, 何家老幼男女, 尽都诛死, 有乐兵至直门, 欲杀上官网, 中宗闻辩大经, 急登玄武门楼, 疑欲军事。 一面令宫为今, 杨思绪与李多座一交一, 战。 多座战败兵溃, 自吻而死, 太子亦死于乱军中。 正是, 太子拼身诸逆贼, 休将成败论英雄。 此时若便清宫为何带林资建大公? 武崇训继诸死, 中宗命武颜秀为安乐公主驸马, 颜秀及崇训之地铁, 以扫七书, 轮场扫地乙。 自此, 唯武之权欲众, 时由许州参军燕亲戎尚书, 言为后迎乱甘政, 宗楚客等图微设计。 中宗揽书, 未及批一发, 为后及传旨, 将燕亲戎扑杀。 中宗心下样样不悦, 未免露之颜色, 为后十分遗迹, 密位杨军道, 此老剑已心变, 前所云尽药之说, 若不急行, 祸将不测。 杨军道, 马秦克有一种墨药, 人福之腹中作痛, 口不严, 在引人参汤, 即便生死, 不露伤计。 为后道, 既有此药, 可诉取来。 杨军笑道, 事成之后, 要封我为武安君礼。 为后道, 不必多言, 同享富贵便了。 杨军遂与马秦克密谋取药进宫, 为后知中宗喜吃三酥饼, 即将要放入饼县里, 成中宗那日在神龙殿闲坐, 尚未尽善, 便亲将饼躬上。 中宗连吃了几枚, 觉得副长微微作痛, 少请大痛起来, 坐立不宁, 倒于踏上乱滚。 为后扬为经问, 中宗说不出话, 但以手自止其口。 为后急呼内视道, 黄爷想遇尽汤, 可诉取人参汤来。 此时人参汤早已备着, 为后接手, 急来灌入中宗口中, 中宗吃了人参汤, 便滚不动了。 腌制晚间, 呜呼崩逝。 正是, 昔日典愁烦胜律, 今将一柄报君王。 可怜未死此亲手, 却被贤妻把命伤。 为后即行适逆, 密不发丧。 太平公主闻中宗报死, 明知死得不明白, 却又难于发掘, 只得且隐忍, 急与上官玩一草一照, 亦与福利相王。 为后与安乐公主都不肯, 乃亦立亦温一, 王仲茂。 遗照草定, 然后赵大臣入宫, 为后拖延中宗以报急崩, 称遗照立亦温一, 王仲茂为太子四, 及皇帝位。 十年方十五, 为后临朝听政, 宗楚克劝为后一五后故事, 以为是子弟点南北军, 身继相王与太平公主谋欲去之, 又妄隐屠衬, 为为是当阁堂命, 遂与安乐公主及都之兵马使为一温一, 等密谋为乱, 将约七举事。 十相王第三子林姿王隆基, 曾为鹿州别嫁, 罢官回京, 因见群小批仓, 乃因具才勇之事, 指图匡正。 兵部侍郎崔日用, 向一一赴为一党一, 今为林姿王英明, 又继宗楚克独善大权, 知其有逆谋, 恐日后连累着他, 遂密前宝昌寺僧人普论, 致林姿王处告辩。 林姿王大经, 急报于太平公主之道, 一面与内院总监中少经, 果义校尉葛福顺, 御使刘幽囚, 李仙福等, 既已成其未发, 先是诸之, 众皆愤然, 愿以死自孝。 太平公主, 一遣其子薛崇行, 崇敏, 崇俭来相助。 葛福顺道, 贤王举世, 当其之相王殿下。 林姿王道, 无举大事为设忌, 是成则福归父王, 如或不成, 无以身殉之, 不累及其亲。 今若其而听从, 则使父王欲威事, 躺其不从, 将败大事迹, 不如不起为妥。 于是一福, 率众潜入内院。 时夜将半, 忽见天星落如雨。 刘幽求道, 天意如此, 实不可适。 葛福顺拔剑争先, 直入雨林营典军, 唯义温一, 唯郡, 唯, 王帆, 高松等出其不义, 措手不及, 拒被福顺所杀。 刘幽求大呼道, 唯后朕是先帝, 谋威宗舍, 今夕当供诛奸逆, 立向王以安天下。 敢有怀两端, 驻逆一党一, 这, 罪及三足。 与林军士起嗓听命, 林姿王引众出南院门, 中少经率院中降丁二百余人, 执府拒已从, 诸卫兵拒来接应。 其实, 中宗的子宫听于太极殿, 唯后亦在殿中。 林姿王乐兵至选五门, 掌官而入。 那些素未子宫的军事, 鼓噪英致。 唯后大害, 一时无措, 只穿得小衣单衫, 奔出殿门。 郑玉阳君, 马秦克, 唯后几乎救援, 二人左右搀扶, 走入飞骑营, 指望暂避。 却被本营江族, 先把阳君, 马秦克斩首, 砍其一势一围肉泥。 唯后哀求饶命, 众人都嚷道, 是军营贼, 人人共愤。 一起举刀乱砍, 登时砍死于乱刀之下。 林姿王文唯后, 以为众所诛, 传令扫清工业。 五颜绣方宇云从 思溯于玉树轩, 被李仙福搜出, 双双斩首。 刘幽球将上官丸 挟至林姿王前, 说他曾与太平公主 共草遗诏, 一礼相亡, 可免其一死。 林姿王道, 此必妖营, 独乱恭维, 不可倾诉。 急命斩气, 随遣刘幽球收安乐公主。 十天已小, 安乐公主身居别院, 还不知外辩。 方早起心目, 对镜化眉, 刘幽球率众突入, 即徽兵从后砍之, 头破脑裂而死, 并将其家属都诛死。 宗楚客逃奔至通话门, 背门立秦县, 及时腰斩于世。 内外既定, 林姿王乃叩见相王, 谢不先禀白之罪。 相王道, 设计宗庙不坠于地, 皆辱公也。 刘幽球等请相王早正大位。 时日早朝, 少帝仲茂, 方将升作, 太平公主守福去之说道, 此位非而所宜居, 当让相王。 于是, 众臣供奉相王为皇帝, 视为瑞宗, 改号景云元年。 仲茂仍为义文一, 王, 尽封林姿王为平王, 既顾太子仲郡, 赠序李多作, 燕亲荣等。 追赴张简之等五人官爵, 追废为后, 安乐公主为庶人, 搜捕为一党一, 诸人。 为崔日用意出手叛逆有功, 仍旧供职, 其余拒之罪。 为后之妹崇国夫人, 为秘书兼王三雍之妻, 王三雍孔因妻被祸, 以镇九独死妻妻, 自白于官。 御使大夫窦从一之妻, 乃为后之如母, 俗乎如母一之, 妇为阿舍。 窦从一美自称皇后阿舍, 恬然不以为耻, 至此乃自一杀其妻一现。 正是, 西一傅是真堪耻, 今杀妻身太果恩。 岂是有心学无起, 阿舍妹闻总修论。 景云元年, 一礼东宫, 瑞宗以宋王成弃居敌长, 而平王隆姬有大功, 迟疑不绝。 宋王替弃叩首故辞道, 从来建储之事, 若当国家安则先敌长, 国家威则先有功。 金隆姬公在设计, 臣死不敢居其上。 刘幽求奏道, 平王有大功, 宋王有让德, 陛下一报平王之功, 已成宋王之让。 瑞宗乃将诏, 立平王隆姬为太子。 后人有诗, 称赞宋王之贤道, 处为本仪推敌长, 论功辞让最称贤。 建成昔日如至此, 同气三人可保全。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章, 慈上黄南碧恶公主声张说, 不及死摇虫。 此曰, 太平封号, 公主名称原也妙。 不肯安平, 天道难容恶贯营。 嘉宾恶主慢说开言, 尊圣直雷死红天, 却被亡人算在线。 吊祭茧子木兰花, 酒色财气四字, 人都离托不得, 而财色二者为由甚。 无论富贵贫贱, 聪明愚钝之人, 总之好色贪财之念, 皆所不免。 那贪财的, 既爱己之所有, 又欲娶人之所有, 于是被人笼络而不绝。 那好色的, 不但男好女之色, 女亦好男之色, 男好女有可言也, 女好男, 遂志无一尺丧心, 灭伦败继, 你所不为, 如武后, 为后, 安乐公主, 太平公主等事业。 且说太平公主与太子龙姬, 共诸为氏, 拥立瑞宗为帝, 甚有功劳。 瑞宗既重其功, 又念她是亲妹, 极其怜爱。 公主姓敏, 多权略, 凡朝廷之事, 瑞宗必与她商卓。 自宰相以下, 进退细其一言。 其所引荐之人, 昼灯清药者甚多, 富士谋尽者, 奔屈其门下如是。 薛崇行, 崇敏, 崇茧, 皆封为王, 田园家宅, 偏于积淀。 公主护义宠衣, 擅权, 娇奢纵欲, 私隐美貌少年之地, 与之淫乱。 奸僧会犯, 有所罪爱。 那般以示作威的小人, 都要声势扰民。 亏得朝中有刚正大臣, 如摇虫, 宋被侃侃恶恶, 不畏强欲。 太子龙姬, 更严明英察, 畏群小所畏计, 因此还不敢十分横行。 却说太子, 愿以兵威定乱, 故虽当平静之时, 不忘武士。 一日闲暇, 率领内士级护卫东宫的军士们, 往郊外打为涉猎。 一行人来到旷野之处, 排下一个大大的围场。 太子传令, 众人阁放马射箭, 发送鹰犬, 闹了多时, 猎取得好些飞禽走兽。 正驰骋间, 只见一只黄张, 远远地在山坡下奔走。 太子勒马向前, 亲射一箭, 却射不着, 那张儿望前乱跑。 太子不舍, 紧紧追赶, 只赶至一个村落, 不见了黄张。 但见一个女人, 在那里采茶。 太子勒马问道, 你可曾见有一只黄张跑过去吗? 那女人并不答应, 只顾采茶。 此时太子只有两个内侍跟随, 那内侍便喝道, 悟那妇人好大胆, 怎的殿下问你话, 竟不回答。 女人不慌不忙, 指着查兰道, 我心旨在查, 何有余张也, 那知什么殿下? 说吧, 便提着兰, 走进一个柴妃中去了。 太子见那女子举止不凡, 吩咐内侍, 不许罗造, 望那柴妃中也甚有幽致。 正看间, 只见一个书生, 跨着捡驴而来。 他见太子头戴子金冠, 身披锦袍, 知识贵人, 忙下驴扶叶。 内侍道, 此及东宫千岁也。 书生叩拜道, 村庇于人, 不知殿下驾临, 施于后营, 其次宽幼。 太子道, 孤阴初恋, 偶尔致此。 阴指着柴妃内问道, 此及倾所居业。 书生道, 臣赞居于此, 虽草庐荒漏, 躺殿下安马牢圈, 略一驻足, 实为荣幸。 太子文言, 欣然下马, 进了柴妃。 见花时参词, 亭街优雅, 草堂之上, 图书满岸, 乡秦辖剑, 排射楚楚。 太子满心欢喜坐定, 便问书生, 何姓何名。 书生答道, 臣姓王明居, 原籍河南人。 太子道, 观清气宇轩昂, 门庭雅赤, 定然家事。 请见彩茶之父, 言笑不苟, 想极清之妻也。 王居顿手道, 村父无知, 施予应对, 罪当万死。 太子笑道, 倾家寄业采茶, 避山烹茶, 姓甲亦杯解渴。 王居领命, 忙进去取。 太子偶翻看他案上书籍, 见书中夹着一纸, 乃姚虫劝他出事写与他的手里, 其掠云, 足下其才异能, 于所吻之, 诚实利剑, 此其会矣。 若忠为运为之藏, 自弃其, 才能于无用, 非所望于有志之事也。 一言劝架, 树鸡翻然。 太子看罢, 仍旧把来夹在书中, 想到, 此人与姚虫相知, 为姚虫所食赏, 必是个奇人。 少请王居捧出茶来县上, 太子饮了一杯, 赐王居坐了, 问道, 世子怀才遇事, 正须及时出事, 如何事迹山也。 王居道, 大凡世人出处, 不可苟且, 须审时夺事, 必可以得行其志, 方可一出。 臣妾闻古人, 亦退难尽之劫, 不敢轻于求是, 非故为高隐以傲事也。 太子点手道, 清真可云有品节之势矣。 正贤话间, 那些涉猎人马轰然而至, 太子便起身出门, 王居败送于门外。 太子上马, 珍重而别, 不在话下。 且说太平公主, 慰继太子英明, 谋欲废枝, 日夜浸缠于瑞宗, 说太子许多不适处, 又妄为太子思结人心, 徒为不轨。 瑞宗心中怀疑, 一日坐于汴殿, 密语侍臣为安时道, 禁闻中外多清新太子, 轻宜查志。 为安时道, 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 此必太平公主之谋也。 太子人名孝友, 有功赦绩, 愿陛下无惑于禅人。 瑞宗悚然道, 振之之矣。 自此禅说不得行, 太平公主阴谋欲疾, 使人散步流言, 云目下当有兵变。 瑞宗闻之, 为誓臣道, 数者言五日内, 必有疾兵入宫, 轻等可谓赈备之。 张说奏道, 此必奸人造言, 欲离见东宫儿。 陛下若是太子监国, 则流言自息矣。 姚崇义奏道, 张说所言, 真设计至计, 愿陛下从之。 瑞宗依奏, 即日下诏, 命太子监理国事。 太子既受命监国, 便前使臣赖礼, 网聘王居入朝。 王居不敢违命, 即同使臣来见。 使太子正与姚崇在内殿一世, 王居入治殿亭, 故意先行缓步。 使臣姚崇只知道, 殿下在地内不可怠慢。 王居大声说道, 今日何之所谓殿下, 只知有太平公主儿。 太子文其言, 即驱出连外见之, 王居拜罢, 太子道, 是有清之故人在此, 可与相见。 便引王居入殿内, 指着姚崇道, 此非清之故人耶。 王居道, 姚崇使与臣有一交一, 亿, 不识陛下何由知之。 太子孝道, 前日在清家, 暗头见有姚清手里, 故知之耳。 其手扎中所言, 清今能从知否。 王居顿首道, 臣妃不欲事, 特为欲知己耳。 今蒙陛下恩欲, 敢不置身图报。 但臣情者所言, 殿下一闻之乎。 太子道, 闻之。 王居因奏道, 太平公主善权盈纵, 所亦宠衣, 奸僧会犯, 事事横行, 道路侧目。 公主凶狠无比, 朝臣多为之用, 将谋不利于殿下, 何可不早为之计。 邀崇道, 王居出智, 即能尽此中言, 此臣所以乐与一交一, 也。 太子道, 所言良事, 但无父皇只此一昧, 若有伤残, 恐亏孝道。 王居道, 孝之大者, 当以设计宗庙为事, 启故小节。 太子点头道, 当徐徒之, 遂命王居为东宫事般, 长宇济事。 太极元年七月, 由惠星出于西方, 人太威, 太平公主使书世上密起于瑞宗道, 会所以除旧不新, 且逼近帝座, 此行有变, 皇太子将作天子, 一欲违背。 欲以此激动瑞宗, 重伤太子。 那知瑞宗正因天相事变, 心怀恐惧, 文术事所言, 反欣然道, 天相如此, 天意可知, 传德米哉, 无智绝矣。 遂将诏传为太子, 太平公主大经, 历见以为不可。 太子意上表例辞, 瑞宗皆不听, 则于八月即日, 宁太子及皇帝位, 视为玄宗皇帝。 尊瑞宗为太上皇, 历妃王室为皇后, 改太极元年为先天元年, 重用姚崇, 宋佩, 以王居为中书侍郎, 处优至名, 正是以心, 天下欣然望至。 只有太平公主, 仍是上皇之事, 自为不法。 玄宗烧尽一枝, 公主大恨, 遂与朝臣萧至中, 岑西斗怀真, 崔三氏等, 结为一党一, 元, 思相谋划, 欲缴上皇旨, 废帝而别立新君, 密诏事与路, 向先同谋。 向先大亥连声道, 不可不可, 此何等事, 折感妄为也。 公主道, 弃掌利诱, 以为不顺, 旷又失德, 废之何害。 向先道, 既以功利, 必以罪废, 金上心利, 天下相顺, 彼无失德, 何罪可废。 向先不敢欲闻, 言罢, 服役而出。 公主与崔三氏等纪役, 空脚只废利, 重心不服, 是有忠辩, 御案禁毒, 以谋事逆, 遂思结功人原事, 谋于御膳中, 制毒已尽。 王居文其谋, 开元元年七月朔日早朝弊, 玄宗御遍殿, 王居密奏道, 太平公主之事破译, 不可不速发。 玄宗尚在犹豫, 十章说方出使东都, 是遣人以佩刀来献, 掌使崔日用奏道, 说之献刀, 欲陛下行事决断耳。 陛下息在东宫, 或难于举动, 金大权在握, 发令诸逆, 有何不顺, 而迟疑若是。 玄宗道, 诚如清言, 恐惊上皇。 王居道, 摄氏兼人得志, 宗摄巅威, 上皇安护。 正义论问, 侍郎魏之谷直屈殿壁, 口称臣有秘气。 玄宗赵之案前问之, 之谷道, 臣探之奸人辈, 将于此月之四日作乱, 以即行诸讨。 于是玄宗定计, 与其王范, 薛王爷, 兵部尚书郭元镇, 龙武将军王毛仲, 内侍高丽氏, 及王居, 崔日用, 魏之谷等, 乐兵入前化门, 直层兮, 孝至忠于朝堂斩之, 窦怀真自义, 崔三世级宫人元氏居诸死, 太平公主逃入僧寺, 追捕出, 赐死于家, 并诸奸僧会犯。 其余逆党一, 死者甚多。 上皇闻辩惊骇, 乘轻车出宫, 登城天门楼问故。 玄宗吉令高丽氏回奏, 严太平公主结义党一, 谋乱, 金句福诸, 是以平定, 不必惊议。 上皇闻奏, 叹息桓宫, 正使公主空好太平, 做事不肯太平, 直代杀此太平, 天下方的太平。 玄宗既诸逆党一, 文禄相先读不肯从逆, 身家其中, 卓为蒲州刺史, 面家蒋玉道, 遂寒然后之松白也。 向仙音奏道, 书云坚决取魁, 携从网至。 今守恶以诸, 于义党一, 其从宽点, 以安人心。 玄宗依其言, 多所赦用。 文以太平公主之子薛崇俭, 常见其母, 屡遭踏辱, 特指免死, 赐姓礼, 官爵如故。 其他功臣绝赏有差。 自此朝廷无事, 玄宗抑欲以姚崇为相, 张说既知, 使殿中间将搅入奏道, 陛下欲责河东总管, 而难其选, 沉金德之矣。 玄宗问为谁, 将搅道, 姚崇文武全才, 真其玄也。 玄宗孝道, 此张说之矣, 辱何得面欺? 将搅惶恐, 叩头服罪。 玄宗即日降旨, 拜姚崇为中书令。 张说大句, 乃似与其王通款, 求其照顾。 姚崇文之, 甚为不满。 一日入对汴殿, 行不作俭。 玄宗问道, 清有族即业。 姚崇因承见奏言, 臣有负心之吉, 非族即业。 玄宗道, 何谓负心之吉? 姚崇道, 其王乃陛下爱帝, 张说身为大臣, 而私与往来, 恐为所悟, 是以幽知。 玄宗怒道, 张说意欲何为? 明日当命欲使暗置其事。 姚崇回至中书省, 并不提起。 张说全然不知, 安坐私属之中。 湖门义传金一帖, 乃是甲全虚的名次, 说道, 由紧急事特来求见。 张说亥然道, 他自予宁醒花去后, 久无消息, 今日突如其来, 必有缘故, 便整一触见。 甲全虚叶拜毕, 说道, 不孝自蒙民公高厚之恩, 顿迹山野, 尽因贫困无聊, 复制京师, 移民异姓, 庸书于一内臣之家。 世间偶与那内臣闲话, 谈及民公司与其王往来, 今为遥相所奏, 皇上大怒, 明日将暗制, 或且不测。 不消经文此信, 特来报之。 张说大害道, 如此为之奈何。 全虚道, 今为民公祭, 唯有密肯皇上所爱九公主观说方便, 使可免获。 张说道, 此祭极妙, 但极切里无门可入。 全虚道, 不孝以密意捷径, 可通款于九公主, 但须得民公所保之衣物为哲耳。 张说大喜, 即立局所藏真丸, 全虚道, 都用不着。 张说忽想起, 姬林郡曾现夜明连一句可用否? 全虚道, 请事官之。 张说命左右取出, 全虚看了道, 此刻已, 事不宜迟, 旨在今夕。 张说便写一情啃首起, 并夜明珠赋予全虚。 全虚连夜网见九公主, 拒言来历, 献上宝莲并首起。 九公主见了莲, 十分欢喜, 即诺其所请。 正是, 前日献刀取决断, 近日献连求遮蔽。 一日为宫使中心, 一事为私行秘迹。 明日九公主入宫见驾, 玄宗已传旨, 着御史中成, 同赴中书省, 就问张说, 私以交依, 亲王之故。 九公主奏道, 张说昔为东宫侍臣, 有维持条户之功, 今不宜倾家谴责。 且若已宜通其王之故, 使人暗问, 恐王心不安, 大非吴皇上平日有爱之意。 原来, 玄宗于兄弟知情最赌, 常为长枕大辈, 与诸王同卧, 平日在宫中相续, 执行家人礼。 薛王患病, 玄宗亲为奸药, 吹火焚须。 左右诗经。 玄宗道, 但愿王淫此药而急欲, 无须何足细。 岂有爱如此, 当闻九公主之言, 策然动念, 即命高丽氏至中书省, 宣誉免究, 左签章说为相诸刺史。 章说深感假权虚之德, 欲后仇之, 谁知权虚更不负来见, 亦无处寻访他, 真其人也。 正是, 整威排南非求报, 只为当年赠爱姬, 邀崇数年为相, 告老退休, 特见宋自带。 宋在午后时, 以正直补阿, 急居相位, 更风格端庄, 人人敬畏。 那时内臣高丽氏, 贤旧使王毛仲, 据以诛乱有功, 德性于上。 王毛仲又以木马藩树, 家开府一同三私, 荣誉宠一, 无比, 朝臣多有奔屈其门者, 送独不以为意。 王毛仲, 由女与朝贵联姻, 智庄将驾, 玄宗文之问道, 倾驾女之事, 以其背负。 王毛仲奏道, 陈朱是兜背, 但欲言嘉宾, 以为光义宠一, 正为义得尔。 宣宗孝道, 他刻义得, 倾所不能智者, 义人必诵也, 赈当为清智之。 乃赵宰相宇珠大臣, 明日拒父王毛仲家宴会。 次日, 众官都早到, 只送, 不及至, 王毛仲遣人落意叹事。 宋, 拖延有急, 不能早来, 荣当徐志, 众官只得敬左恭候。 直至午后, 方才来道, 且不与主人及众客奖礼, 先命取酒来, 直杯在手说道, 今日奉赵来此饮酒, 当先谢恩。 遂北面拜罢, 举杯而饮, 饮不尽一杯, 忽大呼腹痛, 不能救习, 向众官一一, 即升车而去。 王毛仲十分惭愧, 乃他刚正诉诸, 朝廷所礼敬, 无可如何, 只得敢怒而不敢言, 但与众官饮宴, 至枉而散。 正是, 作主顾须择宾, 作兵更须择主, 恶兵故不可逢, 恶主更难于处。 后王毛仲十一宠一, 而骄, 与高丽氏有戏, 其其心产义子, 至三朝, 玄宗前高丽土赖真义辞之, 且受心产之而无品官。 毛仲虽然谢恩, 心肾样样, 抱那小儿出来, 与丽氏看, 说道, 此而岂不堪作三品官业。 丽氏默然不达, 回宫复命, 将此言奏文, 在天上些恶言语。 玄宗大怒道, 此贼受赈深恩, 却敢如此愿望。 遂将旨学其官爵, 流窜远州。 丽氏又使人截告他许多骄横不法之事, 奉旨赐死, 此事后话。 且说姚崇霸相之后, 以梁国公之风爵, 退居私地。 至开元九年间, 享受乙高, 偶感风寒, 染成疑病, 严依调治, 全然无效。 平生不信誓道二教, 不许家人祈祷。 过了几日, 病逝已重, 自知不能富裕, 乃乎其子至踏前, 口授以表一道, 劝朝廷罢容员, 修制度, 急兵割, 近义端, 官乙久任, 法乙从宽, 唯为数百言, 皆为智之要道, 即腾血奏镜。 又将家事嘱咐了一番, 一命申雇之后, 不可依事俗利, 言请僧道, 追修名符, 永驻为家法。 其子一一受命, 急至临终, 又对其子说道, 我为相数年, 虽无甚功业, 然人都称我为旧始宰相, 所言所行, 亦颇多可恕, 我死之后, 这篇墓碑文字, 须得大手笔为之, 方可传于后世。 当今所推文章宗将, 维章说耳, 但他与我不睦, 若敬网求他文字, 他必推脱不肯。 你可以我寄, 待我死后, 你需把些真丸之物, 陈设于灵坐之侧。 他文父必来吊殿, 若见此真丸, 不顾而去, 是他寄我旧愿, 将图报复, 甚可优也。 他若逐渐把弄, 有爱献之意, 你便说是先人所夷之物, 尽数送予他, 急求他作碑文, 他必欣然许语, 你便求他诉作。 待他文字一道, 随即乐食, 一面便尽成预览方妙。 此人性贪多志, 而见识烧迟, 若不即日捐客, 他必追悔, 定欲改作, 既经欲览, 则不可覆改, 且其文中既多赞语, 后, 虽欲巡辖斋, 以图报复, 亦不能以, 既知既知。 言罢, 明目而逝, 公子唯勇哀嚎, 随即表奏朝廷, 复告辽蜀, 治理丧俱, 大殿寄毙, 便舍母受调, 再朝个官, 都来祭奠。 张说实为极贤院学徒, 一句祭礼来调, 公子遵依一命, 欲将许多古丸真奇之物, 排列临坐旁边桌上, 张说既掉臂, 公子扣赞败谢, 张说乎见坐旁桌上排列许多真丸, 因此问道, 设此何意? 公子道, 此皆先父平日爱丸者, 守则所存, 故陈设于此。 张说道, 令先公所爱, 必非常物, 遂走进桌上, 逐渐取来细看, 嘖嘖称赏。 公子道, 此数不足, 公先生清完, 若不贤彼, 当奉贡案头。 张说欣然道, 众诚雅义, 但岂可夺令先公所好。 公子道, 先生为先父之友, 先父今日若在, 岂息一赠。 且先父曾有一言, 欲求先生大笔, 为座木道碑文。 倘不吝诸玉, 则先父思解不朽, 不孝方当贤截图报, 取取完好之威, 何族赴道。 说罢, 枯败于地。 张说福起道, 捉笔何族为重, 集蒙主义, 赶不于扬胜美。 公子再拜称谢。 张说别去, 公子进厕所陈设之物, 遣人送语, 又托人婉转, 求其诉作碑文。 欲使石公魔就石碑一作, 只等碑文捐客。 张说记, 受了姚公子所赠, 心中欢喜, 遂作了一篇绝好的碑文。 文中, 集赞姚虫人品香叶, 并须自己平日爱慕亲福之意。 文才脱稿, 恰好姚公子遣人来领, 因便赋予来人。 公子得了文字, 令石公连夜捐于碑上。 郑玉进城预览, 是高丽氏奉旨来取姚重生时所作文字, 公子乘机便将张说这篇碑文, 托他转达于上。 玄宗看了赞道, 此人非此文, 不足以表扬之。 正是, 旧石宰相不易得, 碑文赞美非屈比。 可惜张公多受贿, 难说司民三代之。 却说张说过的一日, 忽想起, 我与姚重不合, 激受大祸, 尽他身死, 我不抱怨够了, 如何到作文赞他? 今日既赞了他, 后日怎好改口贬他? 就是别人贬他, 我只得要回护他了, 这却不值得。 又想文字复去味酒, 尚未克捐, 可己所回, 另作一篇, 欲贬于包之文, 辩了。 岁前使道姚家索取原文, 只说还要增改几笔。 姚公子面语来使道, 左承学士见次红篇, 一字不容易遗, 辩及乐视。 且以上城预览, 不可便改了。 敏感之思, 上荣叩谢, 使者将此言回复了主人。 张说顿足道, 无知此皆姚相之一算也, 我一个活张说, 反被死姚重算了, 可见我知智时不及他矣, 连声呼重计, 退回以闲持。 姚重死后, 朝廷刺事闻献。 后张说与宋, 王居贝相继而逝。 又有贤相含羞, 张九零二人, 据为天子所敬畏者, 亦不上几年, 告老的告老, 申固的申固, 朝中正人间接凋谢。 玄宗在位日久, 待于正式, 当其即位之初, 物重节俭, 曾坟诸玉锦秀于殿前, 又放出宫女千人。 到的后来, 却亦席衣, 上奢侈, 女衣宠衣, 日盛。 朱宾妃中, 唯武惠妃最亲丹性, 皇后王室遭妻缠赠, 无故被废。 又赠太子应及恶王, 光王, 同日拒赐死, 一日杀三子, 天下无不惊叹。 不想武惠妃, 一产后血崩暴亡, 玄宗不胜悲道。 自此后宫, 无有当义者。 高丽氏劝玄宗广选美人, 以备试语。 玄宗遂降旨才选民间有才貌的女子入宫, 正是, 米不有出, 显客有中。 开元天宝, 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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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